体质宽侠有益 以能做应助于无障 的广设有位 无位一切法 故其体宽 增上果属因果法 仅含设有位法 故其体侠 大皮婆沙论卷21 大27 107中 能做应多 增上果少 以能做应设一切有位 无位法 增上果为设有位法 故 瑜伽师的论卷5 杂阿皮弹心论卷3 入阿皮达摩论卷下 成为石论卷8 P5965 增上慢 泛语 Api MMA 即对于教理或修行 禁地上未有所得 有所悟 却其高傲自大之心 如经论中常举世的 卫德卫的 卫祸卫祸 卫处卫处 卫正卫正等 均属修行人 升起增上慢之力 卫大皮婆沙论卷43 据舍论卷19等 所说的七慢之一 又法卫论卷卷卷卷下列举七种增上慢之心 详加解说 并分别以法华七愈配当 对制之 及 一 颠倒求诸公得增上慢心 以火宅愈对制之 二、申闻一向决定增上慢心,以穷子欲对致之 三、大臣一向决定增上慢心,以云语欲对致之 四、时无畏有增上慢心,以化成欲对致之 五、散乱增上慢心,以戏诸欲对致之 六、时有功德增上慢心,以顶诸欲对致之 七、时无功德增上慢心,以依诸欲对致之 此外,将他人与自己比较而产生自负高傲之心 亦称为增上慢,即通常所谓的,供高我慢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品类足论卷一便五式品 据舍论光纪卷十九、参阅、慢、五千八百一十二、P五千九百六十五 增上缘、范语欲对致、Pretwia 亦为四缘之一 乃一切有为法生起或结果之间皆原因 凡有强盛之适用,能成为他法生起,结果之助力者,皆称为增上缘 如六根能照进发时,有增上之利用,于诸法生时,不生障碍,又如田、粪、水等、于诸苗架等,皆有成半之助力,故称为增上缘 大乘一张卷三、大四四、五一六下,增上缘者,起法功强,故曰增上 增上缘可分为二、一、语力增上缘,只能促成、法、之身起者 二、不障增上缘,只不妨碍法之身起者 由此得知,宇宙万法无一步具有此缘之功能,且义法即使不直接为人知觉 依旧有其增上之影响,故增上缘教所怨缘,被知觉之客体与能知觉的主体间之关系,更普遍 然增上缘之范围亦有所限制,即 一、一物不能影响自己,以及一物不能为自身之增上缘 二、有为法不能作为无为法之增上缘,此因无为法原本即是无身之法 故不属四缘之范围内,自然亦不受增上缘所影响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二,大皮婆沙论卷十七,卷一零七,杂阿皮弹心论卷二,大制度论卷三十一,成为十论数计卷七末,参月,四缘,一千八百三十二,二位摄取三缘之一 乃净土门中以弥陀本愿,作为众生往生之增上缘 观经玄一分,大三七,二四六中,凡夫的生者,莫不皆臣阿弥陀佛大愿业立位增上缘也 参月,摄取,六千八百四十六,批五千九百六十六 增之部,巴历名Agatara,Nekia 为南传巴历文经藏五部之一 相当于汉译之增以阿含经 共计十一句,一七一品,二二零三经,另有二说,或为二一九八经,或二三零八经 其内容乃依法数次第,自一法顺次增至第十一法,分类汇集而成 据日本学者解其政治,赤爪至善等之研究,增之部与汉译增以阿含四七二经中 内容相当或可资对比者仅有一三六经,且增之部中不含汉译经之大臣思想,亦少增广及篡改之痕迹 故增之部之完成编转印教汉译经先,约于西元第一世纪请及已存在 本经之巴黎文原本,自西元1885年至1900年期间较定出版后,陆续有英译、德译、日译等一本出版 另有五世纪西兰大论师佛音,巴布戴高萨,支柱是Manner of Tavara,于西元1923年、1924年,先后由达摩阿南陀、德曼南达、瓦里瑟、M Woser,二人出版 参阳、阿含经、3619、增一阿含经、5971、P5966 增永林凤、1902、日本佛教学者 毕业于居泽大学文学部 曾任居泽大学教授 这有根本佛教研究、禅定思想史、道元、世尊生涯思想、新世般若新经信心明、永平正法眼藏、道元宗教、佛教根本思想、现代禅学读本等 P5967 增光寺 位于台湾嘉义 创建于清道光、1821、1850、年间、初称曾圣佛堂、至民国45年、1956、开徽法师接任助持、辛勤经营、64年重建俊功、并改称曾光寺 P5967 增结、未、简结、之对称 于柱节中、人寿每百年增一岁、从十岁至八万岁之间、称为增结 一个世界之成立、持续、破坏、极致转变为另一世界之成立、持续、破坏、其过程可分为成、柱、坏、空等四个时期、称为四节 柱节、集气、集气世间与众生世间安稳与持续之时期 于四节之中、为柱节有增结、简结 大批婆沙论卷135、巨舍论卷12、P5967 增欧、1366、1452、日本甄严宗森 赞齐人、俗姓安逸 于赞齐宇田寺出家、妙达密藏、兼通绘画、雕刻等、学得出众 后小松天皇归信之、于应勇十九年、1412、赤任位、全森镇、并赐佛设立、金庆、水晶念珠等 师长发愿营造新龙一千寺院、故凡玉荒废之神社、寺院、折金勤修复之 想得元年世纪、世寿八十七、P5967 增任、813、871、唐代森 佩国陈留、河南、仁、俗姓史 慧昌、八百四十一、八百四十六、初年有访零五之赫兰山、得意清静的、名为百草谷、极发新出家、除草节毛卫舍、精进修持、羌狐之族竟先攻陷苏老 后节度使李燕佐家其名节、乃于龙兴四建百草院 师长次折战写血经二百八十余卷、佑者三教会商论、以名其认持叫法之制 大中九年、八百五十五、因读大悲金、遂于空中敢献正应双全 师命化工会写此壁时、溢于化工之着笔同中、感的保兴华一朵、堵着墨不惊叹 贤通十二年世纪,世寿五十九 这有大悲论六卷 宋高森传卷二十六,P5967 增戒学,范语A-D-LA,巴黎语A-D-S-LA 又做增上戒学,戒学 系三学之一 盖戒律可注意修善,并防止修行者身,口,义之恶业 故称戒学,以此法力强盛,故为之增上 资池记卷上一上,大四零,一六八中 增戒学者,出世正道,增上圣法 非为见智而言增也,又戒,定,会三学之关系 戒学乃定学之助缘,而以会学位结果,故三学之间具有缘,戒,因,定,果,会,之关系 P5967 增古文雄,1902,日本佛教学者 北九州市小苍人 东京大学宗教学科毕业,历任东京大学,大镇大学教授,及都留文科大学校长,日本宗教学会会长 平身致力于比较宗教学与佛教原典之研究 主要著作有教教比较研究,陀生雅思想,原始经典阿含经,根本教大成教等书 P5968 增长天,增长,泛名弗尔哈卡,巴历名弗尔哈卡,英译皮鲁陀佗家 西藏名Fax,Skis,Pio 又作皮刘多天,皮刘离天,皮刘图家天,皮楼乐天,皮楼乐家天,皮楼乐插天 乃似天王之一,十二天之一,十六善神之一 又称南方天 住于须弥山之南面半腹之善建成中,尝试观察眼福提之众生,率领纠盘图,毕利多等鬼神,守护于南方,能折服邪恶,增长善根,维护法之善神 关于增长天之形象,诸说不同 据陀罗尼及金卷十一载,皮鲁陀佳身长一轴,这种种天衣,装饰及精妙而与身相衬,左手身臂垂下握刀,右手直,跟着地 据药师流离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以鬼供养法载,南方增长大天王,其身青色,守之宝剑,守护八佛之南方门 又于密教胎藏界曼图罗中,此尊位于外金刚不愿南门之东侧 四天王之信仰,自古以来极为盛行,中国或日本均存有许多仪品,其形象亦各有不同 如河南省洛阳千祥安存古阁中央后必武尊佛之左侧为仁王像,右侧即为此天王,另有一叶差相随 浙江省天台山万年四门中,即至此天王于东北于,守持琵琶 太白山天同似天王殿之象,守持剑,普陀山普济寄似天王殿之象,守持蛇,普陀山法语似天王殿之象,守持伞 湖南省武昌宝宝通四天王殿之象,守持伞吉塔,汉口归原四天王殿之象,守持琵琶 其位置军在西南于河北省昌平居庸关所存者,为元代中其之作品,两首按剑,曲右族由善鬼捧之,身左族踏于怪鬼上,其构图颇为雄壮,带有了马轿色彩 又日本奈良东大寺,心浮寺及大河法龙寺等,亦存有甚多增长天之雕像杰作 长阿寒卷五点尊经及蛇尼沙经,启士经卷六,四天王品,普耀经卷四告车逆背马品,新华严经卷一,经光明醉圣王经卷五,四天王观察天人品,灌顶经卷六,班若守护十六善神王形体,摩赫森指律卷三十四,大制度论卷五十四, 会愿因一卷上,批五千九百六十八 增长业,亦为,不增长业,之对称 细旧故思业,故意造作之身,与业,中的恶业而言 为由自己的望见极贪,甜等不善根之心所发之猛利恶业,此业作弊,多无追悔之心,反更生欢喜,而熏增业种子,故称增长业,作此业定招一首果 善根情况亦与此同 参阅,故思业,三千八百二十六,二又作增上业 为,造作业,之对称 凡所造作者皆称为,业,其中,能不断增进者为之增长业 其能增上,乃因具有审思,圆满,无恶作对质,有伴,一首等五亿,具有此五亿之业即称为增上业,否则仅称为造作业 五亿即,一,审思,未必所作之业,非完全不思,非率而思作 率而之思作仅称造作业,经审思所造之业方称增长业 二,圆满,为其业究竟 就二业言,多二去之业称为圆满业 例如在十业道中,若由一业多二去者之家行为,仅称造作业不称增长业 至究竟实际称造作业又称增长业 若由二业多二去者,一业称为造作业不称增长业 待二业具足使称造作业又称增长业 如此乃至由十业多二去者,九业称造作业不称增长业 至十种业圆满具备,称造作业又称增长业 三,无恶作对质,亦为恶作与对质皆无 恶作,只造业后追悔,对质,只造业后发露忏悔 若造业之后起追悔与忏悔,则称造作业而不称增长业 反之,若无恶作,亦无对质之业,方称增长业 四,有伴,未有助伴 如作不善,是以不善未助伴,此即为增长业 如无不善作助伴,仅称造作业 五,一手,乃能招感一手果者 若造业而必定招感一手果称增长业 不招感一手果者则仅称为造作业 以上无意通于善,恶业 业报差别经,据舍论卷十八,批五千九百六十九 增修云陵四至,凡八卷 清代力二传 收于中国佛寺史智慧刊第一集 云陵四及杭州西湖陵影山之陵影寺 于康熙三十八年,一千六百九十九,四明云陵四 乾隆九年,一千七百四十四,四僧巨韬和尚重建新殿 乃言请该郡氏人立二增修新智 立氏与门人张熙亮旧旧智所谓背者 堪客陈新智八卷,内容之分类则仍言旧智 因四改名为云陵,故提为,增修云陵四至 智分九门,即,山水,禅祖,法语,弹乐,人物,译文,诗永,仪式,杂技 旧友之孙,张氏转述之,五零零影四至,所记之事仅止于康熙十年 本志则增修康熙十年以后至乾隆九年间七十余年来之四始 以大儒传名四之志,可谓相得而易张 P5969 增益,疑犯语SVH 应益为僧沙赫,缩婆赫,萨婆赫,苏婆赫,苏婆赫,缩妇赫,僧婆赫 亦亦作究竟,圆满,成就,吉祥,习灾,意念 为真言密咒中最后所复之语句 亦是古来印度在共神时 祈求幸福吉祥所畅念之赞叹语 如班若新经,大八,八四八下,皆地皆地波罗 皆地波罗森皆地菩提萨婆赫 二三种,四种等谈法之一 于密教,为真意福德所修之法 通称为真意法 P5970 真意法,真意,泛语PUIKA 因意作布色真家,布色至家 西藏语,又作增长法,或增容法 为密教三种,四种,五种,六种修法之一 即为求增长寿命,福禄,荣观,文池不忘,金刚处等成就所修之密法 据苏西的杰罗金卷中载,修增异法的祈求长寿,或求耻落后而众生,法白后而腹黑,或求身体肥越,福利增加,或求种种株得之心所需求者等 据金刚鼎于家牵手牵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以鬼经卷下载,修增异法能得升官荣险,增长寿命及福德,聪慧,明文,或得求宝藏丰饶,五谷成熟等,与所求圣事,皆得增异 一级祈求福寿增长,功得圆满之密法 又增异法有多种,一,祈求世间之福乐,称为福德增益 二,祈求官位绝路,称为势力增益 三,祈求无病长寿,称为严命增益 四,祈求获得转伦五位,称为希的增益 增益法在五部中配于宝部,通于念诵法,护魔法等而修之 修悉此法时,行者须坐于东面,衣服及所献之花果,饮食等皆用黄色,弹形及护魔炉,修护魔法时所用,皆用方形,此为其本轨 坐于东面,细因东方于四季中属于春季,表示阳气之发扬,用黄色,细因黄色有增位之意 以此再加其他诸色,则表示其光增益,用方形,细因方形不动转,即依持诸法而令此止住之意 上计之黄色,方形等皆为地大之标志,因大地能生出重宝珠物以住意世间,故与增益法相应 又大日经卷七持诵法则品位,修此法所用真言之初,后,虚赴纳魔,犯nomus,又坐难无,归尽之意,异语 金刚鼎于家中略初念诵经卷以及不空所神变真言经卷九罪圣明王真言品等君位,修习此法时需用莲华座 此外,有从增益法别开言命法而另行修法者 七句之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金刚鼎于家护魔仪轨,建立曼陀罗护魔仪轨,P5970 增值,为,减值,之对称 为增益之值,如执着诸法时有的偏语,有,之执情 为二种望值之一 成为时论术记卷一本,大四三,二四三下,由此内时体性非无,心外我法体性非有 便这外既离心之境时有增值,又减值则未损减之值,如执着诸法空无的偏语,无,之执情 P5970 增益阿含经,泛名Ecatoric Goma,因译作伊姑达罗阿甘,巴利名Egatara,Nekia 反五十一卷 东径曲弹森加提婆语 又作增益阿含经 收于大阵藏第二侧 为北传四阿含之一 关于本经之名称 据善见绿皮婆沙卷以五分绿卷三十,四分绿卷五十四等所具 增益阿含系依法术之次第 自义法顺次增至第十义法而分类集成者 故称增益 又据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一载 增益阿含乃佛陀未诛天 世人随时说法 总集而成 全经共分五十二品 四七二经 本经带有浓厚的大臣思想色彩 成立时其为四阿含中最晚者 其内容 出色续品 叙述阿难传颂 本经节集 优多罗寿法之因缘等 四则一增数法将各小经分类集集 集一 一法分类 包括十三品 二 二法分类 包括六品 三 三法分类 包括四品 四 四法分类 包括七品 五 五法分类 包括五品 六 六法分类 包括二品 七 七法分类 包括三品 八 八法分类 包括二品 九 九法分类 包括二品 十 十法分类 包括三品 十一 十一法分类 包括四品 其中 各品及各经之最后 多有 总颂 以结搓该品或该经之大药 增认 阿含之分品 卷制 于宋 原 明三本为五十二品 五十卷 于高丽藏本则为五十品 五十一卷 关于本经之增数有二说 即 一 巨摩赫森指律卷三十二 阿皮弹皮婆沙论卷十 有布皮奈耶杂士卷三十九等所具 增议阿含经元从一法顺次增至百法 后因王师 顾景传十法 二 巨五分绿卷三十 四分绿卷五十四 传及三藏及杂藏传 分别功德论卷二等所具 本经系从一法顺次增至十一法 总计有十一法 此说与现存增一阿含经之内容较相符 于南传五部之中 增之部 八 A Gatara Nikya 相当于本经 增之部共有十一句 一七一品 二二零三经 据日本学者解其政治之汉译四阿含 The Four Buddhist Gamers in Chinese 及赤藏至善之汉八四部四阿含护照录所在 汉译增一阿含四七二经中 与八利文增之部内容相当或可资对比者 仅有一三六经 童书又举出 增之部中不含汉译经之大成思想 且少增广及篡改之痕迹 故其完成编转印教汉译经未先 于西元第一世纪请集存 此外 另于佛光大藏经 增一阿含经之体解则为 增一阿含与增之部之相当经或类四经 共有一五三经 汉译增一阿含之别生经 有阿罗汉具德经一卷等 共计二十八种 近时于我国新疆的方发现之梵文残卷中 有相当于汉译之增一阿含经善具品第五经 霍诺尔 以其著作《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中收录之 令西藏大藏经所收之词是所问品经 藏Biams, Pashus, Pileu 相当于增一阿含经善知识品第六经 大为妙状经 藏Mdochen, Piorgio, Mchandam, Pashus, Pia, Ba 相当于高状品第一经,四地经,藏Lden, Pashus, Imdo 相当于四地品第一经,利益止满经,藏SOR, Amoifring, B-A-L-A-F-N Pash,相当于利品第六经,磁观响经,藏Biams, Popsum, Pashus, Imdo 相当于放牛品第十经 关于增议阿含之部署 据法华经悬赞卷一本 华严经书超悬谈卷八等所具 四阿含均为大众部所传 然分别公德论卷二认为是萨婆多部所传 日本学者水野红原则认为系大众部末派所传 于家师的论卷八十五 大藏圣教法保标目卷六 至原法保堪痛总录卷六 阅藏之经卷二十六 大藏经南条目录补正所影 原始佛教圣典之吉成 应顺 参阅 阿含 三千六百一十七 阿含经 三千六百一十九 P五千九百七十一 增悲 指菩萨的悲心增上之种性 又做悲增 菩萨有增悲与增智 又做智增 二种种性 增智菩萨 智增菩萨 大智之性分 诸法差别之自性 增胜上境 断恶正理之自立善更多 能速断烦恼而正佛果 增悲菩萨 悲增菩萨 大悲之性分 增胜上境 愿久助于生死 利益众生 而不及取涅槃 又增悲与增至二种菩萨 合称二增菩萨 此外 唐行周瑞隆愿之幼章�禅师 于姬一时 在温 台 明等三郡收益 遗骸数千 识人称为悲增大士 或增悲菩萨 世事基古略卷三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 批5972 增集续传登陆 樊六卷 另有目录一卷 明代南石文秀 1345 1418 这清康熙十年1671 浙江嘉兴府能言四堪行 收于万序藏第一四二册 细文秀记 续传登陆 之后 搜陆送至元代之禅宗典集 塔名 形状等 增定 编辑大剑下十八世至二十五世 继五百余位禅师之行时 机缘与药等 卷墨附路五登会员补一一卷 增列大剑下十七世 继二十人之略传 又于补一之后 增列法四位详者七人 批5972 增道损身 为天台宗所说 法华本门之利益 道 指中道之志 身 只便亦生死 增道损身 即为中道之志 见次增进 而便亦生死 随之见次损减 法华经玄亦续云 大三三 六八一中 发众圣之权巧 显本地之优为 故增道损身 为灵大绝 亦齐化岛 是礼聚元 盖据天台宗之说 于菩萨修行皆位中 自出诸位以上至庙 觉位之四十二皆位菩萨 其中道之志次第而增 称为增道 由于至增而四十二品之无名碎断 便亦生死乃见次损减 称为损身 此系就义法身之志 断二得而论其增减 幼时诸位乃至等觉位之四十一皆位菩萨 各有增道损身 随之意皆具 实如是 知法 而于妙觉位 佛果位 无名济尽 则无损身之意 亦即不具实如是中之 如是报 故仅有九法 然若有 以佛位无上之果报 知观点而言 则妙觉位 亦应具有时如是 幼天台宗论四十二位之增道损身 并非如别教之格力次第 法华经玄一卷五上 大三三 七三五中 经文明四十二位秉然 皆是无次位之次位 达于十相增道损身 论次位而 法华经玄一卷二上 法华文具卷十上 法华经玄一世千卷一卷四 法华文具记卷十上 批五千九百七十二 增受益算 为减受夺算 之对称 为增加寿命 一级由善行所获得之长寿 据四天王金载 天帝世 及英陀罗 之四天神王及太子 使者等 每于六斋日至天下巡视 四察人类善恶 其后再返回刀利天 向天帝世起奏 天帝世对于在该日归一三宝 清心守斋者 必予以增受益算 并遣善神守护其身 上述神只观察人 所造作之善恶 增减其寿命之思想 本位道家所提倡者 相传四天王金位 留宋志言 宝云所共益 四天王案行之说 意见诸长阿寒经卷二十二 然其中并无益算 夺算之事 或卫系后人 受到家暴 普子思想之影响 而增天者 幼密教义行 严命增义法 三品弟子经 无量寿经卷下五恶段 净度三昧经 普贤菩萨严命 金刚最圣陀罗尼经 护命法门神咒经 寿命经 金刚寿命念诵法 报谱字内篇第六 批五千九百七十三 增语处 为有对处之对称 指与第六意识相应之意处 意处乃原物之名 而语已分别 故称增语处 增语 有语增上之意 语乃无全表之身 其身殊胜者位之名 故称此名为增语 原此增语之故 依所愿而称为增语处 据舍论卷诗 批五千九百七十三 坠戒 为以一粒即为小之戒子 自刀立天坠下 使其被一只树立于 严福提之戏 真真间所贯穿 此事发生之几率 为乎其为 故以知比喻之佛出世之难能可贵 据北本涅盘经卷二载 欲佛出世弘法度重极其不易 犹如坠戒头针锋之难 幽谈花之稀有 功巧之子唇佗的于世尊涅盘前 行最后供养 亦即难得 而肃及成就谈波罗蜜 磨合指官卷五上 大四六五六下 盲规和由上直浮孔 坠戒起的下罐针锋 指官辅行船红绝卷五 批五千九百七十三 莫胡子 新罗森 又坐黑胡子 据海东高森船卷一阿道船载 新罗那指望 四百一十七 四百五十八 在位 时 莫胡子自高沟立来到宜善郡 庆上北到善山 住于毛里家中 宣化有缘 常因亡女病重 胡子为之焚香祈求 遂得全欲 胡子慈亡之仇赠 竟不知去向 另据同传所述 阿道于新罗皮处王 四百七十九 五百在位 时 与侍者三人来到毛里家中止住 以表四位胡子 数年后无疾而化 或为阿道与莫胡子 为同仁之以名 三国史记卷寺 朝鲜佛教通史上 朝鲜禅教史 批五千九百七十四 莫梅一 莫梅 为梅花中之变形者 莫梅一即止变形之 夹杀或有为夹杀行事者 莫梅之生辰 细于苦练树上 仁价皆梅之所开之梅花及沉莫色 以此比喻变形之物 批五千九百七十四 莫姬 一般为之莫书姬手姬 又做莫姬 只用莫笔直接书写于纸 卷之笔姬而言 在日本茶道中 特指禅僧之莫宝 初时 村田珠光至大德寺 参业灵纪宗其僧一修宗纯 一千三百九十四 一千四百八十一 由茶室内所悬挂 中国宋代灵纪宗僧 桓悟客秦之莫姬 悟及茶禅一味之礼 其后 大会宗稿 秘安贤杰 吃绝道 须唐至于 清桌正成 古陵清茂等宋元时代禅僧之莫姬 及日本荣熙 道元 孟时 宗峰妙超 一修宗纯等之莫姬 皆备受珍视 批五千九百七十四 莫禅 清莫名出僧 浙江人 深足年不祥 武昌佛学院学僧 民国二十年 一千九百三十一 以后 曾留学日本大镇大学 为佛教留学僧中第一位领德根子款者 二十四年 常与日本佛教人士共同发起 中日佛教学会 并译有日文佛学名著 三阶教之研究 刊载于海潮音乐刊 晚年世纪不祥 批五千九百七十四 莫普 记录范北之音谱 又做博士 因此类音谱系名是五音之区别 故称五音莫普 又以其为红笔普臣 故称朱莫普 或朱博士 于日本 自显 密教之声名及乃至朗勇 崔马勒等大多计入莫普 批五千九百七十四 辽元 一系缠沙中司长 仲仲辽事物之森职 为六头首之一 又称座员 座员 辽首座 第一座 该职长里仲辽之经文物品 茶汤柴探 请给供需 洒扫换浊等 其下设有辽长、辽主、妇辽、妄辽等辅佐其职务 由于熟悉四中诸事 故凡典简辽中众森阅读经文 告戒为规为立者 调和内部之争论 与新道四者教戒规矩等 亦需负责处理 此外 辽元所住之处 称为辽元辽 赤修百丈清规卷四列职杂物 森堂清规卷五 禅陵像器兼职位门 参阅、仲辽 四千七百五十三 二近代禅沙丛林中 每设有云水塘、上课塘 辽元及主司云水塘中诸事者 批五千九百七十四 辽主 细禅沙中辅佐辽元办事之职称 又称职辽 负责守护众僧之医 此职系一入辽时间之先后 四地轮请 或认一月 或认半月 或认十日 诸四之规定不同 辽主与父辽日夜不离众辽 众僧坐禅时 与辽元同坐于佛前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列职杂物条 记载其职务盛祥 大四八 一一三三上 辽主 赴辽 凡安众处 辽元赵介赐 自下而上 请冲之 写定名字 预贴牌上 十日一替 佐辽元办事 但牧僧众归堂 寻世经案 或有遗忘食物者 眼瞳收拾腹海 及焦点本疗食物 提掉香德 汤 无容外人指数 及济脉物件 禅院清规卷四 参月 辽元 5974 P5975 辽国佛教 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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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南半岛内陆国 古称老窝 北街云南 东陵越南 南连高棉 西南陵缅甸 另一 美宫和与泰国慰藉 种族繁多 主要有辽 卡 康斯 苗三族 辽族远处国 西南边区 自唐代至元代 其间六百余年 颇受中 应文化影响 曾慎行信奉佛教 为众计鬼神 奸安浓厚之民族色彩 其后建南移 而在辽国定居 占人口的三分之二 辽国史上明确记载 有佛教信仰 系史于法王 比亚妞 一千三百五十三 一千三百七十三 在位 创建南掌国 兰昌 之后 法王又年 曾随父流亡高棉 受摩赫波沙安多长老 Mahpa Samanta 教养 王后为高棉王之女 系虔诚之佛教徒 法王受其影响 岁公寝高森 铸造佛像 建立波沙曼寺 Pasamana 辽明意见 转性佛教 明永乐二年 一千四百零四 南掌获中国成任 丰卫 老挝宣卫斯 实直派耶三成 太王在位 曾建立摩纳兰寺 Watmanarum 并提倡佛学 为苏王 Physan 一千五百零一 一千五百二十 在位 十 建立有名之为 苏寺以供奉佛设立 至西达提拉王 Satiris 更于都城永珍北边 创建辽国最伟大之建筑物 大设立塔 DH2-Stilwan 辽与魏之塔鸾 十七世纪中叶 辽国成为东南亚佛教中心 其后 陷入长期分裂状况 十九世纪初 永珍圣且成为泰国之一神 至中叶 以太 越对立 辽国方的安定 为以后法人势力入侵 1893年 终成法国之保护国 法术时期 佛教失去传统之国家保护与支持 甚难发展 所信人民 绝大多数人前信佛教 过去之旧式教育系 以佛寺为中心 法国统领下 虽曾将教育权收归政府 然由于国民教育不普及 佛寺人为高深知识 与佛法研究之重振 法人无法强加禁止 二十世纪初 佛教师行分层及之机构组织 国家之下位周县 四位乡村 乡村各佛寺均有僧人专职管理 与太 缅 高绵相同 辽国义盛行男子一度出家之俗 至于时间长短或细终身未知 则随个人意愿 独立后 1954 至内战爆发前 1960 佛教蓬勃发展 古都郎伯拉邦是交之父是四位佛教中心 四中宫有著于十五世纪 重达四百余公斤之经佛像 古都北面二十公里处有北须洞 洞中佛像不计其数 故有万佛洞之称 僧侣教育或国家完全支持 分小学、中学、佛教高级教育 相当于高中、三级 后者由教育部负责 毕业者家、摩赫、范玛 之尊称 华侨佛教徒于永真创有 中辽佛教社、月桥义多姓大臣佛教 建有、邦朗寺、瓦特奔隆 弘扬佛法 关于辽国所信奉之佛教 与缅甸、泰国等相同 皆属南传巴历佛教 如王家图书馆中及藏有 辈业本巴历文、泰文等各种佛教经典 然与其他南传国家不同者 如佛教教育及僧团戒律等 不及他国严格 比丘的与在家人共同进食饮酒 可直接自妇女手中接受公务 且可与妇女共事 又比丘受人民之恭敬供养 则与他国无益 人民多行不失 喜入四听僧众说法及受持斋戒 辽国佛教史 敬海 佛 七朗 The Poly Literature of Burma London 1909 P5975 宽永寺 位于东京都台东区上野 为日本天台宗门基寺 显贵出家所住址之寺院 天台宗三山之一 山号东瑞山圆顿院 沙门天海奉得川家康之命 改川越喜多愿 为天台宗之关东总本山 号东瑞山喜多愿 宽永二年 1625 在相当于江户城之鬼门地方 及县址 营造大家兰 行至模仿比瑞山延历寺 其不忍持及琵琶湖之翻版 便踩天堂及仿竹生岛 并仿京都东山清水寺观音堂 造立观音堂 移来东瑞山号 并仿延历寺之以年号为四名 而称宽永寺 后监卫日光轮王寺之门基 又与东京之公园之增上寺 同位历代将军之灵庙 两寺轮流行计 并另行建竹东照宫 原路时代 以竹之台 今日本博物馆前广场 之中堂 琉璃殿 为中心 圣极一时 子愿有三十五处 遍布上野山 明至元年 一千八百六十八 英章一对之战乱 四宇多遭焚毁 仅存供奉天海与梁元两大师之词 演堂 林妙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烧毁 东照宫 五重塔 本房表门 黑门 一箭于两大师前 等 广大之四宇大多 便成为上野公园 现今之本堂乃明至年间自喜多愿一箭而成者 日本高僧船卷五十六 日光山至卷一批五千九百七十六 宽英 英明用语 英明 四英 之一 即能立法宽于所立法之英 理由 于英明三支之中 宗 命题 为 所立法 英语 辟 为能立法 英明三支做法规定 凡是 正应 正确无误之英 其能立法之范围 与所立法之范围 二者之间有一定之关系 即能立法之范围 必须等于或窄于所立法之范围 反之若能立法宽于所立法 则 英同品 之范围内不仅有 宗同品 且亦有 宗义品 致使能立法依转于宗义品 而破坏英之第三相 义品便无信 如是 则所提出之 英 即属四世而非之 四英 而不足以作为 宗 之论证 英明入证理论物 他们显示 陈大齐 P5977 宽容 Tolerance 容许不同意见 信仰与发表之自由 并且不予以对待上之差别标准 称为宽容 以宗教而言 即承认其他信仰之存在 以伦理而言 即认识人类之不完美性 弱小性 而不加以苛求 并以同情心包容之 在欧洲近代史中 宗教尖锐对立之情况动辄发生 最典型者 如基督教之根本观念认为真理仅为绝对之唯一 而是其他教说为邪教 邪说 故经常发生排除异端之宗教战争 宗教裁判 于裁夺之时 凡是异端必遭处刑 直至近代 建有宗教之宽容性与诸教协同一致之主张 此类宽容之观念与精神 在今日已成为重要思潮之一 如以法律而言 现代之自由民主国家必皆保障思想 言论 即信教之自由 此及其明显立正 印度特别富于宽容精神 一概承认各种宗教与哲学之存在 认为一切宗教与哲学皆为统一真理之显现 保存此一精神者 特以大臣佛教未然 佛陀常将各种一教 视为引导众生之方便教法 故包容之 致密教 亦将世俗之道 视为佛教之一部分 而予以肯定 令如至以大师 以法华经之一臣精神为准则 而主张诸教 经皆为一臣 然佛教宽容态度之影响 于印度本土方面 却导致佛教之衰落 与现实妥协 而开始极具密教化 乃至有左道密教等之产生 由是其宗教形态一轮位杂乱信仰 混合宗教 SingCreatism 在日本 佛教改革期之连仓时代 诸师则不同于上迹所说 肯定诸行 知宽容态度 转而令创新气象 例如法然 清联之念佛 道元之作禅 日连之畅体等皆有特立独行之主张 而就佛教则强调持戒精进 由以日连宗 特立法华经之绝对主义 以折服他经 他宗 并进而鉴于国家 然其折服 非宽容 之道 亦不免失之脚往过阵 既妄施赦受 宽容 之理 更因而陷入偏辖之排他主义 故知宽容与非宽容间之界限于问题 使有待于重新评估与智慧之权衡 P5977 宽朝 916 998 日本真言宗僧 世称便赵四僧镇 广则玉房 为宇多法皇之孙 从宇多法皇出家 于人和四只宽空阿蛇处受两部灌顶 颇受朝廷归进 曾任东四只长者及大森政 于挫娥广泽持盼建立便赵四密教道场 开创广泽流 为真言声明的忠心之祖 常德四年世纪 常德四年世纪 世寿八十三 P5978 沈祥 742 日本华盐宗出祖 唐代新罗国人 早年出家 曾来中国从弦守法藏大师学华盐 日本天平 729 749 年中赴日本 驻于大安寺 其实经中四只良辩 欲兴华盐宗 偶于梦中感知原心四只盐至今通华盐经 即往请红蒋华盐 言志则推荐师 并为新罗国省祥大德及贤首大师之高卒 包运宗臣 心意弃之 可往请赴蒋华盐 良辩乃富大安寺 为三请不起 岁上奏斥请师 天平十二年十月八日 圣五天皇宝算四十诞成 诗于宁乐京中道场 京东大四法华堂 宣讲六十卷华盐经 当时空中献紫云被赴春日山 天皇及次彩博一千余匹 皇后以下朱卿等亦各宫坛 诗一华盐经探旋记解说六十卷经达三年之久 天平十四年世纪 是受不详 这有华盐起性观行法门一卷 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 二华盐宗经论章书目录 P5978 写真 及描绘真实之相貌 由指人物相貌 乃经所谓肖像画 法院朱陵卷三十三数义部第一 大五三 五三七中 西幽田出课沾谈 波斯史柱经志 接线写真容 宫图庙相顾 及叙述雕刻相貌之事 唐代以后 佛教借座高僧 肖像画之风更甚 常有赤刻素 画高僧真相 用以安奉礼敬者 如历代法宝 祭卷末附路 大唐宝 唐寺和尚传顿物 大臣禅门门 人写真赞文并续 印系对无助禅师画像之赞文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六 宋高僧传卷一卷十四 续传登陆卷五 P5978 写经书写佛典之位 约起于西元前一二世纪 及印度初期佛教之时代 盖小城诸部传承佛法皆一口诵 大臣教徒则策重劝说书写 其中 印度士以梵语书写 西域地方则梵语 胡语并用 西兰等专以巴力语书写经典 大臣经典中 即常有赞颂写经功德之文字 如法华文句卷八 为书写法师 乃五种法师中功德最殊胜者 要知印刷术尚未发达时 写经时具有红传流通之意义与功德 写经之材料 初期使用贝多罗液 后见有素薄 金叶 怀皮 画皮 竹薄 纸等 于血经以品中 有中亚于填出土之经济断片 细以墨书写于画皮上者 此外 亦有书写于经 同薄片之刺痕 于古写本中 最常见者为贝业 如现存之范与原点及多以贝业书写 较晚则已指 墨书写 此外 书写之用具 则有笔墨 及次等 在中国 自东汉开始翻译佛经之同时 即有笔写之经典 如亦成之经文 大多有笔授者等 直接书写下来 其后赋因请经或未留步之故 更将一文辗转书写 由是 血经之风 大卫盛行 至随唐之事 此风更为普遍 然至唐墨送出之后 因印刷树之薄心促成藏经开板之流行 血经之风气始告衰退 而于此之前 王室 公卿或民间皆常进相书写单部之经 如法华经 金光明经 班若经等 或书写整部之大藏经 考之史及及常有历代帝王赤令书写大藏经之记载 现存之血经以品极多 其中最古者为敦煌出土之辟玉金一卷 日本东京中村不折藏 细于曹卫甘露元年 265 书写着 此外如日本大古探险对自中国血回之珠佛药及金卷下之残片 其书写年代 被推定为西晋元康六年 296 亦为中国著名之血经遗品 中国血经之样式为卷轴及所谓卷子本 其格式为一行十五字乃至二十二字 上下及行间均以淡墨之斯兰区化之 其书体于六朝时代系以一种所谓之六朝体 如历书八分书等书之至随代略以凯书统一之 并规定其界限及字数 后世所用十七字即以此为准则 至于日本 则大致模仿中国方式 于奈良时代除官社血经所外 尚有寺院贵族之血经所 天平时代为日本血经之最盛时期 连仓以后则逐渐衰为 现存最古之遗品 为天五十四年六百八十六 知金刚厂陀罗尼经 佛班尼环经卷下 大佛顶手棱严经卷七 持心泛天所问经卷四 大品班若经卷二十七 大臣庄严经论卷十三 世事基古略卷二 梁书列传卷四十五 法院朱林卷十八 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三 日本书记卷三十 日本义史卷十六 批五千九百七十九 状 范与佛哈 巴利与佩扎 因意味陀附弱 陀弱 陀蛇 幼座祭兜 范卡通 幼座宝状 天状 法状 为其之一种 用以庄严佛菩萨及道场 与一般所称之 帆 帆 范派 啪啪 八啪啪 无何区别 然有一形状作区别 为圆筒状者为状 长片状者为帆 翻译 翻译名义大吉吉江 Ketu一位状 将Path K一位翻 大日经书卷九 大三九 六七三上 范云陀若 此番位状 范云季兜 此番位齐 齐相稍矣 壮旦以种种杂彩 标志庄严 季兜相亦大同 而更加其秘密号 如兵家化作龟龙鸟兽等种种类型 以为三君节度 一大日经书之说 陀父若与祭兜之形态 大小相同 为特别强调祭兜与君旗之关联 位如同王或将军与其上家种种动物之印记 佛菩萨所用者及父以印有代表佛菩萨之文字的垂世 另一日本高田修所义之八立语本身经所载 状 翻阶位君旗之义 卫王 将军以君旗之状 统领君旅以向敌君 而佛陀以智慧之状 抵御一切烦恼之魔君 以状象征催破之义 故被视为庄严俱 用于赞叹佛菩萨及庄严道场 于密教之庄严俱中 亦说状与番相同 如冠顶三昧耶界常所用之番称为状 乃以三 四段方形之步 其上连以三角形之勾旋 负以四 五段步缝合于状身 于方形步之四角及顶端之三角形 各方形步中央各锤挂一条脖 最下腹锤以四个条脖 各方形步并会上佛菩萨之三昧耶行 亦说状为甘柱高高突出之旗 乃密教大菩提心之标志 又于状甘之顶端安上如意宝珠者 则称为宝状如意状摩尼状 又称于怨印乃宝生如来 金刚状菩萨 除盖障菩萨 地藏菩萨等之三昧耶行 在日本 则状与番乃位同一物 佛所行赞卷一 八十华严经卷二十六 无量寿经卷上 大日经书卷六 慧灵音义卷二十九 大悲胎藏三昧曼图罗图 密教法具遍揽 批五千九百八十 番 范与帕克 巴利与帕克 音译波多加 波多加 或范与喀吾 音译记都 又做番 乃经旗之总称 原为五人在战场上 用以统领军旅 显阳军威之物 佛教则取之以显示佛菩萨降魔之威德 与 状 同为佛菩萨之庄严工具 习师在印度 番集着有各种色彩 造番有降魔 盐寿等种种福德 如赚几百元经卷七部师佛番原位 波多加比丘于过去世为皮婆师佛造常番 得于九十亿节中不堕地狱 畜生 恶鬼等恶道 于天上人中 常有番盖赋因其上 受天之福乐 灌顶经卷十一亿位 造番能或福德 离八难之苦 得生十方诸佛净土 又灌顶经卷十二位 造五色神番 并燃灯不息 能脱离病苦 延续寿命 中国随代时 在佛式之功养具中 番之使用印以十分盛行 其行则以三角形之翻头 连接长方形之撞身 翻头下部及翻身左右垂式翻手 翻身之下部则垂式翻足而成 可依材料 颜色大小 使用场所 用图 图样之不同而分类 种类繁多 概述如下 依以材料种类分 如颈番 零番 卷番 平番 哪一部之素材而命名 其他上有螺番 刺绣番等 金铜番 为薄铜板所制之番 丝番 翻手 翻足为树丝所作 或锤之蚁卷丝 以玛瑙 琉璃 玻璃 水晶等宝玉连坠而成者 称玉番 木制者 称板番 二 以颜色分 有白番 赤番 黄番 青番 浅黄番 非番等单色番 即密教修法用之五色番 后者为青黄赤白黑五色 其色之配置有所特定 盖五色表示五行 分别代表体内之五脏 用此奉佛者 即以支养五脏而延续寿命 故以五色彩番修颜寿之秘术 其他上有八色番 九色番 杂色番等多种 三 依大小分 有大番 小番之称 其大小 寸法均有一定之规准 四 以使用场所分 依所玄建筑物质不同而名称有益 概括言 有金堂番 中堂番 佛殿番 蒋堂番 弥勒堂番 以上总称堂番 诸堂所用之番多用锦番 灵番 四秀番 用于请于法之庭 以者称庭番 多用玉番 丝番 清番 高座番 玄之于导师 讲师之高座 天盖番 则玄之于天盖之四余 依所修法之不同 所玄之番亦有不同 五 以用图分 灌顶番 乃功灌顶之用 续命番 寿命番 为其严守 剑王番 命过番 乃人死之计 为死者积福德 以其于中阴之后的往生净土者 宋藏番 又称四本番 用之于藏列 诗恶鬼番 乃用之于诗恶鬼惠之番 主用之番 六 以所惠图形分 可大别位惠番 种子番 三昧耶行番 状番等四种 惠番乃描绘有佛 菩萨明王 天步者 有如来番 菩萨相番 明王番 不动番 天王番 七大龙神番等多种 种子番 乃书以佛菩萨种子 以代其会相者 三昧耶行番 及佛法番 乃描绘佛菩萨三昧耶行之番 状番 做六角或八角之状行 和状与番 两方之功德 木制之状番 称为木状番 经典中令载有诸种番 如文书师立问 金卷上菩萨界品 所说之龙子番 有布尼陀纳木的家卷五 所说之狮子番 莫杰罗番 龙番 接露图番 牛王番等 杂阿寒金卷二十五 陀罗尼级金卷三卷八 大班涅槃金卷中 金律一箱卷六 释迦普卷五 阿玉王造八万四千塔记 密教法聚变缆 P5981 费三显一 系天台宗所立 为佛陀说法 华经以前之诸经教法 皆属全师化用 乃将一佛成分别为三圣说 至说法华经时 则费舍全教之三圣 开显时教之一成 与费全历时 同意 法华玄一卷七下 大三三 七七三上 华落连成 即御费三显一 参阅 开显 5316 费全历时 5984 P5982 费力 细费与力之并称 费 即舍弃 力 即存力 于天台宗为之费权力时 亦即费甲 权 力真 实 之乙 权义为导入时的前方便 一旦致实则舍弃 不用乃是当然 天台宗论权教与实教之关系 主张自教体而言 权即实 实即权 二者无别 然自引导众生之作用言 主张费权力时 以法华经二十八品论之 于前十四品费舍 而前 权教 存力一圣真实 称为费权力时 细救法而言费力 于后十四品费加耶 使臣之 显究远时臣之本 称为费显本 细救人而言费力 净土宗则主张费难行之诸善 而立一行之念佛一门 解身密经卷二无字性相品 据舍论卷时期 法华玄义卷一上序王 选择本院念佛籍 参阅 开废会 5311 批5982 废佛毁式 为一种废止佛教之运动 指日本明治 1868 1912 为新时 为巩固天皇位守之中央政权 而采取之神佛分离 神道国教化之政策 其牌佛运动极为激烈 曾在各地烧毁佛像 金卷 佛具 斥令森尼还俗等 寺院或废去 或合并 使称废佛毁式 孤不论神佛分离是否正确 其意图乃是基于神道之复古 以实行既正一致 以及王正复古 遂发展为排挤佛教之运动 参阅 法南 3431 神佛分离 4246 P5983 废前教 指佛陀说 涅槃经时 废除以前所制定之部分戒律 如以前比丘许吃三净肉 至涅槃经时 则一切净断之 刑事超卷下二 大四灵 118上 朱律并名于肉味食食 此事废前教 涅槃云 从今日后 不听弟子食肉 观察如子肉响 P5983 废险本 又作废立本 乃天台宗本门三玉之一 法华时众显本之第二 未费加耶使臣之 显九远时臣之本 此乃未破众生尽直 使其身远至而立 一天台宗之说 佛陀于 尔前 即 法华门 时 未言受量九远之义 故众生皆以 佛陀未加耶使臣之心佛 至说法华经受量品时 使说臣佛以无量无边百千万一 那由他阿森止结 犹如花落连臣 令众生加耶使臣之 静止醒悟 永显九远时臣之本佛 又所谓尔前 指佛说法华经以前 法华门 法华门指法华经二十八品中 以方便品为主的前十四品 而以受量品为主的后十四品 则称谓法华本门 法华玄一卷九下 大三三 七九八下 费献本者 依旧说法 习为五着丈重 不得远说本地 但是忠敬臣 经账除激动 虚费道数王臣中之说 皆是方便 直径之心忌断 封敬之教一席 如来常于此娑婆世界 说法教化 异于余处百千万一 那由他阿森止国 倒立众生 即是费一旗之教 显九远之本说 法华玄一世千讲一卷七 天台四交一级柱卷上 参阅 本二门 一千九百六十五 开拳显十 五千三百一十五 莲华三玉 六千一百四十八 批五千九百八十三 废拳弹指 为废舍严拳而指指其理 戏法相综所立 又作废拳辨识 与一拳弹指相对 即废严拳之分别 直辨其时 所谓一真法界非严律所能及 唯有甚至得以名其内政 于大臣其信论 则称之为李延真如 成为十论数计卷九末 大臣法院议林章卷二末 卷六本 参阅 一拳弹指 三千零五十八 批五千九百八十三 废权历时 即废舍法华经 以前之权教 树立法华一臣 又作废三显一 系天台宗所立 天台宗判世佛陀一代之教法 为五十八教 废权历时即为佛陀于说法华 之前四十中随机演说大 小 盾 建诸教 系因众生根性不相容器 故将 一佛臣 分别为三圣 故此时之教法 谨细从仪师社之全门化用 至说法华时 所化之根性融合为仪的永废前四十之三圣全门 会归于一佛臣之真实 此即法华经卷一方便品所谓 大九 一灵上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地观之天台四教一位 废权历时 与 开权历时 或 会三规矣等明目之一同 皆明是法华门之开显 开权历时乃就 教体 而说 废权历时系就 教用 而说 会三规矣则就 行门 而说 各明目所权虽有区别 然明是开显之相 则皆一致 又上纪之法华门一语 执法华经二十八品中之前十四品 又连花三玉中 以花落比玉废权 连成比玉历时 为一臣之时教祭显 则三圣之权教自费 法华玄义卷一序 卷七下 卷九下 法华玄义是千卷一 法华玄义是千讲义卷一 卷七 天台四交一级柱卷上 天台四交一级柱讲述卷上 大宝 参阅 本二门 一千九百六十五 莲华三玉 六千一百四十八 批五千九百八十四 厨子 又作佛刊 豆子 即安置佛像或金卷之器具 成相形 上位屋顶状 下则设须弥坐 前面并有左右对开之门户 有涂漆或贴金箔等多种 古代易用于容纳书籍及文房用具 据广宏明集卷十六载 南朝两简文第十 即有将十尊 武圣安置于一厨 或将大事 如来共葬于一贵之志 于日本 以玉重厨子 局夫人念持佛厨子等位最著名者 又安置于厨中之佛像 即称为厨子佛 和汉三才图绘卷十九 参阅 刊 6910 P5984 除库三门 禅宗公暗明 又作云门除库三门 戏唐代云门宗祖文眼禅师 以除库三门等寻常可见之物 提示人人皆有内在光明之机缘语句 碧言录第八十六则 大四八 二一一中 云门垂雨云 人人尽有光明在 看时不见暗昏昏 作魔身是诸人光明 自带云 除库三门 又云 好事不如无 上瘾之中 除库三门均用以表示日日所见而不以为其者 如人本有光明自信而不自知 云门不得以岁以上计二种寻常之物 未辟喻 提醒学人返照自新 批五千九百八十四 庙 只奉四佛祖 圣贤等神灵之所 又称灵庙 塔庙 祖庙 法院诸灵卷三十七星灶部第三 大五三 五八灵上 西范正英 名为苏独波 此云庙 庙者 茂也 即是灵庙也 法华经方便品 大九 八下 诸佛灭度以 忠略 或有其十庙 沾潭及省水 忠略 若于旷野中 基土成佛庙 乃至同子系 巨沙位佛塔 如是诸人等 皆已成佛道 乃佛灭后 为表示恭敬尊重 而造建塔庙礼拜供养 我国儒家感怀古圣先人之精神 义设庙祭祀 如太庙 侍卫四皇祖之灵 文庙 仙师庙 侍卫四慈孔子 五庙 则祭祀 关羽等五将 灌顶经卷六 惠灵音一卷五十五 玄音音一卷五 诗清庙序间 配文运府所应 参阅 塔 五千四百二十一 批五千九百八十五 妙产心学 止清莫明初以来 主张利用全国妙产 以开办学校之风潮 由于部分知识 分子及政府官员 对佛教缺乏了解 以及土豪 猎身等野心分子 寄于妙产 乃及心学之名 行并吞寺妙之时 遂造成产被毁损强占 僧尼被勒令还俗等破 爱佛教之不良后果 所谓庙产 即止寺庙之一切财产 如寺田 寺屋及附属之法物等 早在清光绪二十四年 一千八百九十八 戊须变法时 极有因教育 废无者 而主张将寺庙 祠堂改为学校者 胡广宗 张之洞所作 劝学篇 奏折 极力主改寺庙 为学 并且使用全国庙产 作为心学经费 其后上后 得宗批准 遂于百日维新期间 及之行妙产心学 开封器之先 维新失败后 慈禧太后 虽下令 进行妙产心学 然寺院所受之威胁未除 各省土豪猎身相律 及心学之名 并四田 地方之军队 警察及各机关团体 占据院之事件 层出不穷 由于当时佛教领导阶层 之素质低落 致使佛教在社会上之地位 遗落千丈 无法维护佛教权益 然佛教与历史文化 自有其悠久关系 于是引起名流 学者之重视 如张太炎于光玉 三十一年发表 告佛子书 一方面唤醒僧 重任清时代 须自办学校迎头赶上 一方面忠告 世人不应对佛教 行此荒谬之举动 更应予以发扬 同时 日本净土真宗相继于上海 南京 杭州 苏州等地设本院寺 日僧水也没小成绩 引诱杭州三十多所 寺庙投向真宗 防御战 巨妙产事件及求日本领事出面保护 遂引起中日交交涉 结果日本真宗取消对我 我寺院之保护 由清政府下令保护佛教 各县市成立僧教育会 笔集自动心学以自保 民国元年 1912 元氏凯班部 管理寺庙条例 三十一条 意欲全国佛教寺产 禁纳入公益事业 同年 祭禅 静安 道兴等在上海 流云 发起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 供拟保护妙产之对策 民国十年修改条例为二十四条 为止 一大致相同 民国十六年 凭预想以打倒迷信为由 在河南境内没收白马寺 少林寺 向国寺 同时驱逐僧尼三十万众 勒令还俗 江浙 两湖等地相继校游 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后 内政部长薛土 必建议改僧四位学校 四年 即颁布 寺庙管理条令 二十一条 炫英太虚 原英 帝贤 王毅廷等人即会反对而废止 令公布 监督寺庙条令 十三条 然并未遏止掠夺妙产之风潮 各省人假借该条令 积极进行没收四产政策 中华佛教总会为因应实事 于民国十八年更名 改组 成立中华佛教会 推举太虚位理事长 民国十九年底 中央大学教授何爽秋再度提出其于十七年所倡议之妙产新学方案 主张 打倒僧法 解散僧众 化波妙产 振兴教育 全国佛教徒乃继十八年 十九年二次代表大会后 召开第三次会议于上海 犹太虚传 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义建书 后 史平习该案 并由国民政府公布维护四产训令 妙产新学风潮乃告一段落 变法为新产生妙产新学 带给佛教无限困扰 亦带给佛教僧徒自觉自救之机 各省县纷纷成立森教育会 以佛教四产新办佛教教育 各地佛教领导人物一生之非 新办学堂不足以保护四产 水野美小在长沙设办森学堂 文西在扬州天宁寺设普通学堂 浙江之济禅 松丰 华山及北平之绝先等皆设立学堂 成为一时新办僧学之领导人物 为初时所设多系国民小学及僧徒小学 如普陀僧众小学之名 我二十年只改制成普陀佛学院 由于各省新办佛学院律 以保护四产为目的 并无一新办教育 故缺乏组织健全 办理完善者 其中仅将苏省僧教育会组织 教建全 办学颇有成绩 文西于光绪三十二年在天宁寺所创立之普通学堂 为近代第一所僧学堂 招收青年僧众如仁山 智光等二十余人 除佛学课程外 并教授因日文经费由正将 扬州各四负担 为朱山长老幼于保护四产之本意及顽固守旧之观念 智文西遭排挤而难以为计 此外 杨仁山于光绪三十三年在精灵课经处以自费成立 指环经社 召集僧俗青年梅光西 欧阳靖吾 秋须明 仁山 太须 智光 观瞳等十余人 教授佛学 汉学 并授以英文 作为静修范 八文之基础 赴次 两江总督端方在普通学堂停办后 令江苏省僧教育会继于宣统元年 1909 在南京开办僧师范学校 入学者之程度较以往提高 聘月侠 地贤等主旗室 入学之僧青年友仁山 太须 观瞳 智光等 上季三所学校开办时间虽不长 然所培育之人才 多成为日后中心佛教之领导人物 海潮因十五周年纪念号 太须大师年谱 上海县叙致 中国佛教近代史 冬初 批5985 思禅 思 乃相互之意 原指禅师与门人相互问答应酬 参究宗旨 后转指以言语 多位可贵而执着于文字之口投禅 大会书卷二十七 大四七 九二八中 便将心意试 既取这度传说底 却去看人 一句来 一句去 为之思禅 又 思 系被他人所意识者 思禅即止传送他人之文句 而无真正见解之禅 实不自知自己未得宗旨 仅细受文字一时而已 禅灵象器间参请门 批5987 广大行 西藏语 西藏语 称 Spyat 即于西藏佛教中对于加行之称呼 广大行 在一般大乘佛教论书中为之 圣生广大 范Gamrodra Gamria Euderia 后世则分离为圣生与广大 并分别用于关语行中 故有圣生观 广大行 二说 由此在演变为中观语于加行 参阅 圣生观 3889 P5987 广大智 佛之智慧广大而不可思量 为罪圣无上之智见 故称佛智慧广大智 大日经卷三 大一八 一八中 其栽真言行 能具广大智 大日经义士卷八 万序三六 三九零下 此广大泛英明皮肤 以真言生普遍一切法界 与空等 无所不至 当知佛心亦然 故云广大智 又八十华言经卷四十九 载有之一切众生心形 知一切佛法 知一切文字辩才 于一切受身处中 具一切智等十种广大智 参阅 十种广大智 495 P5987 广大会 阿弥陀佛 三十七号之一 为十方众生的以往生极乐 皆因弥陀具足广大集会之德 故称弥陀为广大会 此会甚大 自彼佛出会乃至未来 无量无边不可圣计之众生 愿参与此圣大法会 皆是弥陀在座之故 赞阿弥陀记及有 疾首广大会 一语 无量寿经 P5987 广大转 系六种转位之地六 表示大臣即位之用语 为正的敏觉迷雾 对待 入于远转自在的真如之境 为十宗将转一之果 随其所得之位 分位六种 称为六种转位 转一 即转舍下列之所一而正得圣进者 灵间路卷下 万绪148 308下 第六广大转 为大臣位 巨无心宴 通达二空 双断二障 顿正无上菩提 有圣堪能顾 P5987 广中说略 系如来应激说法方式之一 将范围广泛之事 用简略要语做总括之说明 称为广中说略 反之 将简略之事 以范围广泛之言语说明 称为略中说广 即以众生之作为无量无边 如来为应激开导而运用种种不同方法 讲解佛法 据北本涅槃经卷三十三载 所谓广中说略 如为比丘宣讲十二因缘时 为十二因缘即因果 此种说法 乃将广泛之十二法 浓缩为二法 又所谓略中广说 如为比丘宣讲苦即灭道四地 为苦即止无量之诸苦 即即无量之烦恼 灭即无量之解脱 道即无量之方便 此种说法即将简略之四法广为扩充 P5988 广人寺 位于陕西西安 又称喇嘛寺 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 一千七百零五 为西安地区唯一之藏密皇教寺院 寺前有六角斩监玉碑亭 寺境有大殿 藏经殿 蒋经堂等殿与 东西两侧支配殿 厢房 跨院等皆相互对称 每年农历十月二十四 二十五两天 于寺中举行皇教教祖宗喀巴大师 臣道日灯会 皆集聚盛况 习时 西北 康藏地区之喇嘛进京 路过陕西十多住宿于此 P5988 广圆 1926 安徽太和人 俗姓宋 别号竹云 以禅 台湾佛学院研究班毕业 民国四十一年 1952 李律行法师为师 出家于台湾系致弥勒内院 四十三年受巨族借于新竹湿头山原光寺 先后出任中国佛教会理事 中韩佛教关系促进会副主任委员 中日文化交流书道展协赞员及建察员等职 五十年 于台北县树林正开创静律寺 并自认住持 师公书法 善似君子化 由金莫竹 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之书画展览会 评宿易亚好文学 作品散见各报刊杂志 这有中国书法概述 是广源义文集等书 P5988 广源千佛牙摩牙造像 位于四川广源县北四公里处 为四川境内最宏伟之石枯群 枯堪密集 最多处叠至十三层 高达四十公尺 年更约三百公尺 经存堪洞四百多个 造像七千余尊 其中以大佛洞最古 最大 内凿一佛二弟子二菩萨 高四公尺 枯堪始建于南北朝 唐朝时刻凿最盛 五代 宋 元 明等历代叙有增见 其规模之宏大 堪与洛阳龙门时枯匹敌 批五千九百八十八 广六度行 又做六德行 为菩萨应广修六度行 方能大红法义 据臣据光明定义经所在 即一 广师 菩萨怀广大心 深知此身及一切财物皆无我 无常 故能尽失一切而乐磨挂爱 赋能广宏法师 以开化于蒙众身 二 广戒 菩萨坚守诸戒律 以保身 口 一三叶之清净 复展转化他 广宏戒法 三 广忍 菩萨于一切违逆之境皆行忍耐 是恶尽未空无所有 而不生甜慧之心 复展转化他 令受教众生意行忍 四 广经敬 菩萨经敬修持 善调饮食 睡眠 无有待度 且不辞辛劳广说法要以开教于完 令其意经敬无待 五 广义心 菩萨修行禅定时 能一心寂静 离诸散乱 于一切时处 亦能专依其心而魔所动摇 附化众生 令其意心不乱 六 广智慧 菩萨以智慧照了一切 虽处五着之沉静 然道心坚固不失 灭绝三界妄想而正涅槃 附化众生 令其意修智慧 批五千九百八十九 广化寺 一位于北平德圣门大街内 为北平名差之一 寺内有崇祯皇帝赐曹画纯玉笔草书碑 清朝时曾借此四射编书局 殿与吕金重器 均完整无缺 二位于随远邓口以北之大青山 本名不当屠山 上 蒙宇未知 沙尔庆昭 为内蒙四大昭之一 寺内之建筑物宏伟壮丽 与现代化之立体建筑相似 三位于福建不田之凤凰山 又称南山广化寺 始建于南朝成永定二年 五百五十八出明金仙院 随开皇九年 五百八十九 扩建位金仙寺 唐景云二年 七百一十一 因森至宴奉赵进宫奖 四分律 四名林延寺 并由柳公全书贬 北宋太平新国 九百七十六 九百八十三出年 更名广化寺 在宋明两朝十位最盛 现存建筑位清光绪 一千八百七十五 一千九百零八 年间依旧至所重建 规模宏伟 有大雄宝殿 天王殿 法堂 藏金楼 中古楼 蝉房 方丈室 客房 斋堂等 大雄宝殿高约二十公尺 殿前有十金状二座 高三公尺 八角七层 上雕 佛顶尊圣陀罗尼金咒 P5989 广兴 1547 1627 明代灵纪宗僧 上饶 位于江西 人 俗姓诸 亦说姓正 曾犹太平 郊山等地 其后 任灵山住持 记住胡 位于江西 曾至无门 所于杖势 必上 以堪验诸方 记与位 万绪一三八 四七以上 上古流传所 平均至要开 若无开所法 相见不须来 西宗天启七年 世纪 世寿八十一 世称胡 养安广兴 五灯会员续略卷二下 续灯正统卷三十 P5990 广宏明集 樊三十卷 唐代律森道宣 596 667 转于灵德元年 644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二册 道宣著作极多 被誉为梁代律师僧幼之在身 本集语及古经佛道论横四卷同位佛教护法家之要点 梁知红明集 森幼者 系集录东晋至宋其梁知护法集 广红明集则自六朝至唐代 集录一百三十余人之传著 本书虽为红明集之序编 然因体制稍易 故不称序 而称广 记述佛教自转入我国制堂出历朝之心肺 佛道兼之论真及佛教义理之讨论等 每多涉及外点 举凡论说 文书 师父 赵录等资料无所不包 共及有归正 辩获 佛德 法义 僧行 慈祭 戒功 祈福 悔罪 统归等十种 记二九六篇 古来亦于三亿之孤文骗记 信由本书及录 方的传于后世 成为极珍贵之资料 开源是教路卷二十 宋高森传卷十四 P五千九百九十 广牧天 广牧 泛名Fear PKA 巴黎名Fear Packard 英译比六波阿叉 碧露波喝汽叉 皮楼婆叉 皮鲁伯叉 又作恶眼天 丑目天 杂宇竹天 或非好报天 为四天王之一 十二天之一 十六善神之一 诸于须弥山西面半腹 常以静天眼观察 眼福提之众生 乃守护西方之护法善神 又称西方天 司长处罚恶人 令其道心 此天王亦为诸龙之主 据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上所说 大一九四二二上 此西方有大天王 明曰广目 是大龙王 以无量百千诸龙而为眷属 守护西方 关于其形象 诸说不同 据陀罗尼及经卷十一载 毗鲁伯插天王像法 其像身长作一轴 这种种天衣 严是吉令精妙 与身相称 左手身必直 右手持赤索 据药师流离光王 七佛本愿功德念诵 以鬼公养法载 西方广目大天王 其身红色 直锁 守护八佛之西方门 又于密教胎藏界曼图罗中 此尊位列外金刚愿西门之侧 在中国 广目天之造型有多种 如何北居雍关西南壁上所刻着 右手直舌 屈左手按于胸前 左脚踏于恶鬼背上 左侧立有裸体斜式 持金刚处 又于敦煌千佛洞所发现者 为着色卷本 形象为身披中国式格制甲咒 以天一 金具式体 右手持剑 左手支持剑中央 两足踏于夜叉之上 长阿含金卷十九 启士金卷六 四天王品 大放等大吉金卷五十二 班若守护十六扇神形体 青龙四以鬼卷二 会愿应一卷上 批五千九百九十一 广印 一千五百六十六 一千六百三十六 明代灵纪宗森 最理家善 浙江家兴县 人 俗姓周 自闻谷 别号掌十 十三岁 于杭州开园寺出家 曾参礼稀署之遗风及无患等 后从云七诸红寿菩萨界 朝夕请义问道 其后 由五台山 至近山 感叹无悦禅界之不振 乃注于真祭寺以图复兴 父千祝敬祠寺 皆化弟子圣多 崇祯九年世纪 世寿七十一 这有宗门景宇二卷 宇禄四卷 永绝元贤 前千亿卫传塔名 永绝广禄卷十八帧 继文古大师塔名 武登全书卷一二零 批五千九百九十一 广包大议论 请参阅设大臣论 广百论 请参阅广百论本 广百论本 全议卷 又称四百论诵 广百论 圣天 提婆 造 唐代玄藏义 约成书于三世纪请 收于大振藏第三十册 本书有五言之二百计诵组成 内容分八品 即破长品 破我品 破食品 破剑品 破根禁品 破编制品 破有味相品 教界弟子品等 主要在破斥外道 小圣所说诸法时有之妄直 阐明真空无我之理 圣天令者有百论 百字论 百论由纠摩罗什一出 为广百论本之纲要书 百字论由菩提流之一出 为百论之纲要书 本论梵文本称为四百论诵 汉译本应为原文四百诵十六品之后半 乃相对于百论而称广百论 护法就本论作注释成为广百论试论 又于岳称所作梵文中论著 Personapath 即汉译之中论 顺中论 佛性论 班若登论 入大臣论 大臣中观世论 臣时论等 皆引用四百论之说 可知四百论流传之广 大唐西域记卷五 大唐内典路卷五 古今易经图记卷四 P5992 广百论试论 凡十卷 又称大臣广百论试论 广百论 广百论试 护法造 唐代玄奘义 收于大阵奘第三十册 本书系对圣天所造广百论 本之著誓书 内容分八品 各品有记诵二十五首 何谓二百记诵 专为破斥外道 小圣所说诸法时有知迷之 正我 法皆空 开显真空无我之中道义 圣天为中观派大师 护法则为为实派大师 广百论试论之行程 显示出后试一般以中观 与瑜伽两系之教法乃空 有相对之看法 在本质上有欠允荡 本论即证明两系之教法系 相符相成 论中 护法计说中观之真地空 亦说为实之俗地有 故此书乃融合二学派而成 本论之注释书亦有多种 然仅存唐代文贵所传之广百论书 十卷 卷一 大唐内典路卷五 开源是教路卷八 P5992 广定 1939 台湾台北人 俗姓吕 民国五十一年 1962 礼仁达法师出家 一年受巨族介于大爵寺 55年清静甘珠活佛学秘 赋于65年清静丹吉人波切 专修秘法 寿无上大灌顶 金刚法号名 大福藏智慧剑 简称智慧剑 主持佛教出版社 佛教书局 编印佛教大藏经 并堪行印光大师全集 偶艺大师全集 宝敬大师全集等 于佛教文化事业之推动 不遗余力 P5992 广果天 广果 泛名B-Hepfella 巴历名B-Hepfella 英译丙一赫破罗 为鱼破罗 为鱼翻 比一波罗 为阿 幼座果实天 岩氏果实天 蜜果天 大果天 广天 极妙天 为色界十八天之一 位于第四禅天之第三 即浮身天之上 无凡天之下 据长阿含经卷二十亿所在 风灾节之时 世间人修第四禅道 生坏命中后的生广果天 地狱已至变境天之众生 亦来生人间 皆修第四禅道 至生坏命中时 即生广果天 而后起风灾 世界于世坏境 此天为凡圣杂居之处 关于其寿量 据长阿含经卷二十位 寿量有四节 另据历世阿皮谈论卷七则位 寿量有五百大节 其身长 依法院诸灵卷三所在 长达五百油盐 此天之中有一高处 名为无想天 上座布式之为另一天 然说一切有不及 精量布降之 并于广果天中 应同在广果天之故 启示经卷八 启示因本经卷八 菩萨本业经 到横班若金卷三 大班若波罗密多 金卷四零二 P5992 广空 1887 1970 福建近江人 俗姓镇 明照街 好兜了 年二十三 于厦门南普陀寺剃法 二年后 于南安小雪峰寺受巨族解 曾三次朝礼普陀山 后又往九化山及五台山 诗七星净土 以念佛法门为自行化他之准则 曾成是公养红一大师 后住持静江陵旧寺 重修西天寺 并建四众海会塔 闽南诸丛林 无论蒋经 传界 佛妻等 皆犀利相助 民国五十九年世纪 世寿八十四 P5993 广长舌乡 梵语 Prabbitia Hivat 或Prabbitia Tanu Hivat 巴黎语 Pati Jivaya 为佛三十二大人像之一 右座广长轮相 略称长舌相 广长舌 舌相 诸佛之舌广而长 柔软红薄 能负面至法际 如赤铜色 此相具有两种表真 一 与必真实 二 便说无穷 非于人所能超越者 大智度论卷八 大二五 一一五中 若人舌能复比 言无虚妄 何况乃至法纪 我心信佛 必不妄语 又观佛三昧 海经卷三 记载佛之广长舌 相圣祥 为此相细 由十波罗蜜 十善报 所感的 其舌跟下 及舌之两边 有二宝珠 留住甘露 低润舌根 诸天 世人 识得菩萨 皆无此舌香 亦无此味 又诸佛舌上有五话 犹如宝印之文 此味入于印文中 则留住上下 入流力统 诸佛孝时 动其舌根 以此味力之故 舌出五光 五色分明 绕佛七渣 还从顶入 佛出舌时 如莲花叶 上至法迹 便赴佛面 舌下亦有重杂色脉 此味流入脉中 以其位力之故 变成重光 有十四色 一一光上照 无量世界 法华精神力品 大九 五一下 现大神力 出广长舌 上至范世 《阿弥陀经》 大一二三四七中 横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 出广长舌乡 便赴三千大千世界 说成时言 又据中 阿含卷四十一范魔经 增益阿含经卷八 太子瑞印本起经卷上等之记载 除诸佛之外 转伦圣王 一句有此相 中阿含经卷十一 大班若波罗密多经卷五 菩萨的持经卷十 三十二相显要超卷中 P5993 广包众议论 请参阅显阳圣教论 广品立章 请参阅大唐开源 是教广品立章 广律 指内容详悲之律仪 即比丘 比丘尼之生活规矩 佛成道十二年后 弟子中犯过者见多 佛就所应受持之戒律 一一广说 此一一记其事源 详说戒律之律藏 即称为广律 亦称广教 汉译者有五种 即四分律 识颂律 摩赫森指律 五分律 根本说一切有不律 一般包括三部分 一 防范森尼为非作恶之境界 即禁止某些言行之事项 及违犯后所采之处罚规则 并详说各种境界形成之缘有等 此及五篇七句 二 有关修法 行仪及日常生活礼仪之具体规定 此为监督部分 三 附属事项 又仅具其中第一项所说戒律条文者 称为戒本 范P.R.T.M.K. 因一波罗题目差 而与广律相对 律藏五部中 家业为不仅传戒本 广律之传义则缺如 南传佛教则传巴利语之广律 八宗刚要卷上律宗 P.5994 广恰 福建人 曾于马来西亚创建弥陀寺 其后任新加坡龙山寺住持 新加坡佛教会副主席等职 P.5994 广修 七百七十一 八百四十三 天台宗第十一组 一说第十组 世称至行尊者 唐代东阳夏昆 浙江 人 俗姓刘 早年集入盗碎之事 研究天台教官 驻于禅陵寺 日诵法华 唯摩 金光明 梵网珠金 及四分界本位常客 且六十行颤法不屑 至晚年迷堵 每年随自一行三昧 开成五年 八百四十日 僧元载来堂 以台教一问三十科 向诗及门人为捐请义 历五年达士使臣 的传回日本 台周赐使为恒 诉众教门 请诗入郡堂讲 磨喝止观 听者默不心请 慧昌三年于禅陵四世纪 世寿七十三 法腊五十二 藏于经地道场 门人除为捐外 令有梁须 禁文 物外 光韶等 诗世纪数年后 门人凉须开塔火化 得设立千余立 遂重建塔藏之 宋高僧传卷三十 佛祖统计卷八 世门正统卷二 批五千九百九十四 广霞自在无碍门 华言宗星十玄门之第二 此门乃就空间而言 又作诸葬纯杂俱德门 古时玄门所称 广 指意成一法之力 用普遍于一切而无有界限 霞 指意能含设一切而不失其本位 显现差别之相 故霞能荣广 自在无碍 如依耻之境 见千里之影 敬卫霞 千里魏广 又眼卫霞 可见之遥远外境未广 呈现世事无碍之境界 以破众生直六度等法 不能于一念中广霞无碍之仪 华言宗二祖志 演于所转华言一成十玄门中 立诸葬纯杂俱德门卫第六门 细旧师门而言 以诸度皆不含设师门 卫之纯 于师门俱足诸度 则未知杂 此即纯杂互入而不相妨碍 其后华言三祖法藏于华言经探玄记卷一 将诸葬纯杂俱德门改为广辖自在无碍门 其次蓄意由第六位移至第二位 八十华言经十定品 入法戒品 华言玄坛卷六 参阅 十玄门 四百一十六 批五千九百九十四 广右四 位于辽宁辽阳城西门外 俗称百塔四 建于经代 一千一百一十五 一千两百三十四 清太宗天聪九年 一千六百三十五 重修 供奉自来佛一尊 相传为前代乡明网广宁贸义途中 逢一童子求乡明载父广幼寺 至则童子化为一经身佛像 康熙二十一年 一千六百八十二 皇帝至此 遂赐加沙 此寺境遇颇广 门队千山 以圣景闻明 后因敷射铁道 遂成为铁路附属地 经仅存八角十三 岩百塔一座与佛像二尊 批五千九百九十五 广参 为独参之对称 于禅林 众森齐集参堂 一同参问宗师家 研讨宗趣 称为广参 相对于此 学人单独进入师家之事 乘上自己对公案之见解 则称为独参 又宗师家普为众森说法 称为普说 禅林象气尖卷十一锤说门 批五千九百九十五 广教 佛教戒律有广略二教 佛臣道之十二年间 大众清静 无犯过者 故未曾立戒 为说 诸恶末作 等教 至戒弟子之刑法 称为略教 亦作略戒 十二年后 弟子中为法者见多 遂广说戒律 依依指出其过 称为广教 亦作广界 四分律 韩著戒本书行 踪迹卷二 万序六二 一九五上 言广教者 游掠名韩 为小钱乡 虽造诸妃 不畏有犯 故须广张纲目 收涉醉剧 顿根之流 文辩的解 因广说故 名为广教 P5995 广略本尊 指日本日联宗 供奉之本尊行事 该宗之本尊 有木像雕刻之 曼陀罗 及文字凸显之 曼陀罗二种 合称木画本尊 各有广略二行 文字曼陀罗 之本尊 广行及 十戒劝请大曼陀罗 略行则 至妙法 莲华经之经题 木像曼陀罗 之本尊 广行乃就 十戒劝请大曼陀罗 所述各尊 逐一座木刻像 略行以释迦一佛 或释迦佛与上行 无边行 静行 安立行等本化四菩萨 一尊四世 或释迦 多宝二佛与本化四菩萨 二尊四世 得木像等位本尊 广略之别 系应机缘而有形容之书 一 十戒位为一之本门本尊 参阅 本尊 一千九百六十九 批五千九百九十五 广略相入 为广门与略门二者相及相入 广据八万四千佛法 是诸法种种差别相者 为之广门 而显示此差别相之平等理者 为之略门 两门互相融通 则为之相入 如极乐世界之种种 庄严是相与无形相之真如理体 乃成为一体互相容纳者 广据大品般若经卷二十亿载 菩萨与广略修学六波罗密 当之一切法之广略相 往生论注卷下 大四灵八四一中 何故事现广略相入 诸佛菩萨有二众法身 一者法性法身 二者方便法身 由法性法身身方便法身 由方便法身出法性法身 此二法身一而不可分 一而不可同 事故广略相入 统一法明 菩萨若不知广略相入 则不能自立立他 月灯三昧经卷八 往生论 大制度论卷八十二 往生论注记卷五 P5996 广略药 系广略 药之并称 乃全显经论眼目的方法之一 涉及全部者为之广 省略一部分者为之略 摘出重要者为之药 一日本原空在 往生药及略料简 中以广略药三例解释原性之 往生药及 其中 广立即以文章全体之意说明观佛 略立即以念佛为正业 以其他修行为助行而并修 药力则劝修念佛一行 二日本日联宗对经文 修行之说明毅力广略药之别 在经文方面 法华经八卷 全部慰之广 方便品 受量品等慰略 经提慰药 其中仅取药而舍广略 在修行方面 指出经文之广略药三者均需兼顾 法华取药钞 祖书纲药三略卷二 P5996 广圣寺 位于山西照成县或山之南 相传该寺创建于后汉建和 147 149 年间 但无确证 据唐道宣吉神州三宝 赶通路卷上周静州 或山南塔园中卫 其塔属阿玉王塔之一 据唐大历四年 769 赤剑广盛四迭载 五元郡王李光赞奏 请在此阿玉王塔院制一寺 第四号 大历广盛之寺 此为该寺之创始 后经数次重修 至元代以有殿郎斋舍百营 至明代 寺运衰落 塔一清匹 达莲木兹修器 重修之塔 采用琉璃瓦 雕饰颇为奇力 号称第二塔 第一位南京报恩寺琉璃塔 该塔为八角十三层塔 高三十六杖 铺设琉璃瓦 有天龙 象 马 范莎 苏独波等浮雕 塔内安奉同佛 设立小塔等 塔基周绕朗语 元系供奉诸尊 习经为存台座 寺内藏经代 勘客之大藏经 未及珍贵之资料 另有元太宗时之 红法四补课版 及明清所补充者 与藏外之章书类 据本四部远处 在前山路别有广盛夏寺 夏寺附近有霍权 权上有名印王庙 亦称水神庙 正殿建于元人宗延又六年 一千三百一十九 元智元 一千两百六十四 一千两百九十四 初年 广盛四届师道 开签名印王庙于京之四基 并于其旁构建僧舍 明代以来 称为广盛夏寺 南山门安有四天王相 毗卢殿供奉如来相 两必配有诸天相数十尊 正殿供奉三佛像及官地小像等 南必会有诸者 是清之画像 经多包裂 余痕有存 宋藏仪真序幕 平阳府至卷三十三 大清一统至卷九十九 卷一一六 知纳文化史记解说卷八 批五千九百九十六 广博先人 广博 泛名VYSA 为印度六派哲学中费谈多学派 泛VEDINV 知祖拔多罗掩纳 泛BDARIA 知别好 又称皮耶稣先人 婆耶稣先人 皮阿沙先人 VYSA语语本有编者 《整顿者之义》系印度太古时代对述作者或编转者之通称 金泽特以广博先人为废陀经典之编者 因其著作不朽 故又称为常著 范佛特 据印度古传说 广博先人系帕拉夏拉仙 范PARERA 与萨都亚瓦地菲 范佛特 之私生子 因其身于岩木那河 范佑门 一岛中 故取名岛深 范DeVepiona 又以其身色暗黑 故有黑暗 范Ka 之称 后广博欲出家 依国法须经其母同一时刻 遂断出家之念而取二寡妇 另一复兰娜书 范PARERA 记载 广博先人系皮纽天或范天位编转废陀而化现者 并记有二十八位广博先人之事迹 盖于印度二大史诗之一的摩赫婆罗多 及富兰娜书或法论义书 范Darmastra之作者中 皆有法的知署名 与上纪所述之广博先人是否同一人 金则不详 大宝基金卷四十九 法华经文句卷九上 涅槃经义记卷六 大日经书演奥钞卷二十一 J Dowson A Classical Dictionary of Hindu Mythology P5997 广博先如来 范名Viculaqya Tuscata 乃大日如来之以名 以佛生广大玩具法界之事物 故有此称 系武如来中之中央 毗卢哲那佛 据旧八艳口恶鬼陀罗尼金仔 若闻广博先如来之名号 能令诸恶鬼真燕夜火停烧 清凉通达 所受饮食的甘露味 自意充饱 瑜伽及药艳口诗十一 密葬祭本 P5998 广博 广博严禁不退转经 请参阅广博严禁不退转轮经 广博严禁不退转轮经 樊六卷 刘宋至言义 广博严禁经 广博严禁不退转经 不退转法轮经 不退转经 收于大正藏第九册 内容继续文书 施力以神通力与设立福 同道十方世界 供养诸佛 并聚集一切菩萨孩智指缘 请佛转不退之法轮 佛应说罗汉成就五逆 满足五欲 远离正见等之密语 众会经疑 文书乃阐示之 此外 另有菩萨之密语 佛之解释 菩萨之赞记等 又本经与阿维悦至遮经 不退转法轮经等 未同本意义 出三藏记集卷二 大唐内典路卷四 开元市教路卷五 批五千九百九十八 广博严禁经 请参阅广博严禁部退转轮经 广志 北宋森 四名 浙江 人 法名尚贤 广志 广志 为四号 一四名尊者之理学天台教官 闻蒋敬明经 岁顿悟性向之旨 从学祭九 岁居高地 天圣六年 一千零二十八 祭法治之习主持 延庆祀 道化圣行 其时学斗众险禅师一出山来访 识人传为盛世 日本国比瑞山少良等 依其坐下请学三年 后还归日本 大红祈祷 尝着产优志 世经光明悬疫 身族年级是 寿君不祥 佛祖统计卷八 卷十二 续传登陆卷十一 批五千九百九十八 广志全物禅师语录 请参阅笑影大心禅师语录 广青 一千八百九十二 一千九百八十六 福建慧安人 本姓黄 英家平 致敬将李姓家中 为养子 申禀素慧 随母奉佛如素 为酒 归依福建全州 臣天寺瑞芳法师 其后 师曾远游南洋多年 返乡后刻意苦行 历时于寒暑 三十三岁 头李瑞芳法师PT 法名赵敬 自广青 明国二十二年 一千九百三十三 四十二岁 受介于福建 莆田囊山 慈寿禅寺 后岁觉至至全州 成北清源山前修 自是断气五谷 仅十类 师曾于山中入定 历四月 往来农桥 皆以为雾化 成天四方仗转成老和尚 乃邪同红一大师前往勘宴 使之施深入禅定 叹未稀有 民国三十六年来台 初十七指于台北新殿 寒林矿野之间 三十七年 于山壁间开凿石洞 命名广明延 今称广明寺 四十年 以西于台北土城日月洞 先为人之 三度禅定之后 使明闻于世 四十四年至四十九年间 于土城火山新建成天禅寺 火山则称清源山 戏为纪念祖庭而命名者 各地善性前往参礼者 络绎不绝 七十五年二月 于高雄六归庙通四世纪 逝寿九十五 广青老和尚逝略 广青老和尚云水纪 P5998 广龙寺 为日本真言宗别阁本山 位于京都又京区太秦 乃古诗规划日本之秦祖所著之地 在纸乌川上流 属山成国 山号丰岗山 又称丰岗寺 秦宫寺 桂陵寺 三归寺 湘丰寺 隔野寺 推古天皇十一年 六百零三 族长秦和川 圣臣圣德太子寺与佛像 遂造广龙寺 未山成最古之名察 乌宇曾数度遭遇大火 一缕次复建 其中 如本堂 又称上宫王院 供奉圣德太子之等深墓像 堂宇重建于享保五年 一千七百二十 贵宫院 由圣德太子创建 又称奥院 八角堂 封也别宫 供奉如一轮观音及随带之阿弥陀佛像等 讲堂 由秦和圣创建 堂宇系永万元年 一千一百六十五 所重建 至明治为新 朱苑堂多废绝 幸于明治三十三年 一千九百 政府下令修缮 讲堂宇贵宫院列位特别保护建筑物 四中诸佛像 多列位国保 批五千九百九十九 广照 北宋僧 西洛人 明慧觉 若冠时 父为衡阳太守 应急而莫于刃的 师福灵就自衡阳归落 过里周耀山古寺 宛若宿居于此 岁愿此出家 父游方参学 得法于焚羊扇 召禅师 后驻除周郎牙山 大镇灵记宗峰 是称郎牙慧觉 同时 明周雪斗 众显禅师则畅云门之法道 实人称 二甘露门 及京淮南地区 游蒙奇一化 其余世纪与申族年军不祥 世事鸡谷略卷四 续传灯陆卷三 五灯岩筒卷十二 禅宗阵脉卷十二 批五千九百九十九 广兆寺 位于韩国黄海道 海州郡守阳山 三号须弥山 为朝鲜佛教禅门九山 须弥山派之中心 新罗贞胜女王七年 八百九十四 立严来堂 师事洞山梁架之地 子云居道英 孝公王十四年 九百一十一 归国 奉高丽太祖之命 开创本寺 广度四方 九之位 陈须弥山派 朝鲜金石总览上 批六千 广义 一千九百一十五 福建南安人 俗姓李 幼年出家 民国二十年 一千九百三十一 于泉州开园寺寿具足解 曾求学于闽南佛学院 随士会全法师七年 放喝交加 深得其职 幼清静太虚 弘义等诸师 后赴南洋弘法 于新加坡创办华严经社 幼宾宾城中林中学 新加坡南洋大学等 唱祖佛学会 设寿青年学子 P六千 广文 一千一百八十九 一千两百六十三 南宋森 禅宗南越门下 第十八市 福州 福建 侯关县人 俗姓林 浩衍兮 十八岁 随光孝寺至龙和尚剃度 后从静山这温如眼修学 由赵州喜化 得悟 少定元年 一千两百二十八 出于庆元府 浙江 静慈寺宏法 附著于同府之香山 至渡寺 万寿寺 纯幼五年 一千两百四十五 赤柱雪斗兹圣寺 其后立柱阿玉王山广丽寺 林安之静慈寺等 保佑二年 一千两百五十四 筑林影寺 四号佛至禅师 景定四年世纪 世寿七十五 法腊五十八 这有衍兮和尚语录二卷 续传灯录卷三十五 五灯全书卷五十三 黑豆集卷一 P六千 广庆寺 位于广东清远东北 本名非来寺 于宋代改为精明 地处崇山峻岭之间 门前有道书十九幅地方 附近有龟园洞 金之岩 宁碧湾 金锁泽 吊礼潭 狮子石等名胜 P六千 广会声文 又做广会声文 只愿离烦恼障与解脱障 获得定 会自在之阿罗汉 如舍利福 目尖连等 瑜伽师的论卷六十五 大三灵 六六三上 若皮舍那行菩萨未得自在 即有广会声文成等 若诸有学 若阿罗汉成为十论数计卷七本 大四三四八以上 十十的菩萨 广会声文 独觉义得 P六千 广登陆 樊三十卷 又称天圣广登陆 禅宗广登陆 收于万续藏第一三五册 北宋仁宗 一千零二十二 一千零六十三 在位之时 驸马都为李尊续传 于天圣七年 一千零二十九 编程 仁宗皇帝并未致序 此书载自释迦牟尼佛 摩赫加叶以下二十七祖籍 中国禅宗各祖师等三三六人之机缘语句集略传 编者末后 其小传及有关之机缘语句 亦收录于本书第十八卷之末 佛祖统计卷四十五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七 世世姬古略卷四 P六千 广于 一千九百二十福建惠安人 俗姓郭 别号赵友 年十八 于厦门京基亭寺出家 年二十二 于福州古山永泉寺寺寿聚俱足解 曾就学于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政院 后任京基亭寺住持 1950年至马来西亚后 接掌宾成庙相邻寺监院之职 随即展开木画工作 大新土木 扩建四语 1963年 与热心人士共同创办佛教义学 提供清寒子弟免费求学之机会 其后 又开办会全幼稚园 以纪念庙相邻寺之开山会全法师 师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慈善主任之职 义秉乐善好师之热忱 不断赞助有关佛教红法事业 P6000 广迹大师语录 请参阅新画存讲禅师语录 广迹四 一位于安徽吾湖之者山西南路 始建于唐甘宁年间 894 897 北宋大中降服年间 1008 10016 改为精明 清乾隆 1736 1795 嘉庆年间 1796 1820 均曾修起 咸丰年间 1851 1861 毁于冰火 光绪 1875 1908 十重建 殿与一山而建 继分三重 层层高出 是传寺内藏有精印 价值连城 席时香火鼎盛 樊朝九化山者 必先于此静香 故有 小九华 之称 寺后者塔归魔宏大 者塔秦兰 魏无胡八景之一 二位于北平市 初创于宋末 森且驻之归依弟子 刘望云于故宅建立西流村寺 原代改称报恩宏祭寺 太祖十六年 1221 万松行秀入主本寺 十九年 行秀应耶律储才之寝 于寺中者 从荣禄 弟子林全从伦记住于此 后遭冰火 寺与敬会 明景太年间 1450 1456 喜云朴会于故旨的佛像 石规 石柱等 岁于天顺年间 1457 1464 附建 赐俄 宏祠广迹 万历十一年 1583 恒名姓美玉张守忠 张元善重修 清顺至十三年 1656 氏祖姓祠 建立戒坛 后改为律院 以红律法 明国二十一年 1932 元月父遭火灾 焚烧殆尽 寺中所藏名本大藏经 一焚烈 24年吴佩福等人重建 恢复旧关 四宇占地二十五亩 坐北朝南 主要建筑有山门 天王殿 大雄宝殿 观音殿 藏经阁 舍利阁等 西路院内有三层白玉石 铸臣之戒坛 乃清顺至皇帝 姓此时所建 兴旭高森传卷九 卷二十九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八 卷四十五 卷五十三 赤建宏祠 广纪律院兴致 日下旧文考卷五十一 旧都文物略 三位于山西舞台县城内 俗称西寺 创建于元代志镇年间 一千三百四十一 一千三百七十 明清十层局部修器 殿前有八角形石状 高四公尺 坐上漏有石狮 撞身雕有佛像 顶部腹以宝盖 P六千零一 广式量论本颂 请参阅式量论 弹指 犯于阿卡之意义 即拇指与食指之指头 强力摩擦 但出声音 或以拇指与中指压副食指 副以食指向外积弹 于印度 弹指有四亿 一 表示前进欢喜 据法华经卷六神力品载 诸佛之请 看身与弹指身 普传至十方 大地皆其六种震动 二 表示警告 据新义华言经卷七十九载 善才童子至弥勒菩萨之楼阁前 弹指出身 门及开启令其入内 三 表示许诺 据增益阿含经卷二十八载 有二龙王请世尊准许彼等位 优婆塞 世尊弹指允之 四 时间单位 弹指所需之即短暂时间 称为一弹指或一弹指请 关于一弹指时间之长短 诸说不一 如大制度论卷八十三位 一弹指有六十年 据舍论卷十二 大二九 六二上 如状式一级弹指请六十五刹那 如是名为一刹那量 现经一般常用语 一弹指 即源自佛教经典 菩萨处胎经卷二 官无量寿经华盐经碳玄记卷十八 祖庭试院卷三 参阅 一弹指七十八 刹那 三千七百三十一 批六千零二 但偏稀小 天台宗于所立 五十 中用以表示第三 方等时 特质之用于 全称但偏稀小碳大包园 此语出自高丽天台宗大学者 帝观所及录之 天台四交仪 译书中 随代天台大师 至义之法华经玄义 译书则有 稀小淡篇 探大包园 之语 又 淡 淡赤之义 篇 指画法四交中 之前三教 藏 通 别 天台宗认为此三教之教法 尤为应激之全教 而非圆融之旧禁教法 故谓之偏 稀 稀错之义 小 指小臣教 及藏教 或指与浅宰狭隘之思想教说 探 称探之义 大 指大臣教 或持正不偏 深广圆融之思想教说 包 包美之义 圆 指圆教 即画法四交中之第四教 盖天台宗将佛陀一代之教说 叛位五十八教 五十 系 指将佛陀一生所说之教法 旧后世杰及而成之经典布置而分为五个说法时期 即画岩石 鹿苑石 方等石 班若石 法华涅槃石 八教 即画一四教与画法四教 前者只将佛陀化导众生之一则鬼是分为遁教 见教 秘密教 不定教等四大类 后者则只将佛陀化一众生之方法分为藏教 通教 别教 原教等四大类 天台宗既以五十八教为其教叛总说 认为每一十教均各有特色及精神指趣 且将五十教与八教兼之关系赋予配当作法与进一步之禅论 于五十教中 天台宗认为方等石之教法特典集在于 但偏稀小 碳大包元 一级但赤藏 通 别等三教之偏浅 不究竟 而包每元教生广元荣之妙义 或稀错小成教 藏教 之偏执 而称碳通 别 元等之大成教 此即所谓 方等之淡喝 盖针对所化之机 即二圣人 而言 此一做法 但偏稀小 旨在倒其尺小木大 趋向上成 又于诸本方等不知经中 天台宗认为以为魔经最能凸显此 但偏稀小 叛大包元 之特质 如今西湛然于所者法华玄义士千卷十九位 为魔经之菩萨品集数 但偏 之巨献 弟子品集为 西小 之巨献 观众生品集为 叹大 之巨献 又经中对文书菩萨集为魔居士之称叹集是 包元 之巨献 四交一级柱卷上 四交一级柱半字弹卷一批六千零二 影 其意有三 一 遮日光而深之薄暗色 细时二显色之一 巨舍论卷一大二九 二下 帐光明深 于中于色可见 明影 二 比喻因缘所深之事物 为影自实体深而无实性 故有此欲 唯摩金方辩平 大一四五三九中 视身如影 从夜原献 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 二七三上 知法如殿 影 就近菩萨道 又经刚经为一切有谓法 如梦 幻 跑 影 三 比喻物之不相离 诸经论长江苦乐 善恶等夜应与果报之相应相应 互不相离 欲之如 影之随行 如法 聚经卷上 大四 五六二上 福乐自追 如影随行 菩萨处胎经卷七 P六千零三 影像 指佛菩萨之应现 右座影像 影像 诸佛菩萨为辅助佛陀教化而自在视现 如影之随行 如想之应身 以随机济度众生 影 即有本体一时映现之以 法华文句卷二下 P六千零三 影像 重 右座影响 重 影像 重 细四重之一 诸佛菩萨为辅佐如来之教化 引其原集之果 视现于听法重中 即所谓释迦法王如行 身 诸菩萨如影 想 例如文书 普贤等 诸菩萨等皆是 法华文句卷二下 大三四 二六下 古王诸佛 法身菩萨 影其原集 匡辅法王 如众星绕月 虽无畏作而有巨异 此名影像重 法华文句记卷二下 大三四 一九零中 四世影响重者 燃化主行生必滋半以影响 方令发起急动释碎 如响之应生 影之随行 批六千零三 影堂 指安至宗祖或高僧 影像之堂 与 幼称祖堂 祖殿 大师堂 开山堂 乃我国国习日数名 奉此先人 一项之所 后佛教界此二字传 只安置祖师 一项之殿堂 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五载 在长安设有唐代 善导大师之影堂 于日本 供奉诸佛 菩萨 诸神 祖师 先得之相 即称为影宫 真言宗之法会 亦称隐功 P六千零四 隐略互显 略作隐略 于说明二种有关之事件时 此方所略之事由他方显发 他方所略之事由此方说明 如是相互补充成完全之说明方式 称为隐略互显 例如维摩经地子品中有 断烦恼 入涅槃 一句 在 断烦恼 之次省略 的菩提 在 入涅槃 之前省略 离生死 即与与烦恼相对之菩提 与涅槃相对之生死 以隐略互显之方式说明之 成为十论卷六 据舍论光际卷移成为十论数际卷六末 P6104 影像 意语 本质 相对 比喻立明 以表现心中所现之相分 外界事物映现于心之影像 与相分连称为影像相分 参阅 本质 1975 二指祖师先得肖像之雕塑或画像 又作影 真影 血影 据高森法显传载 纳结成南方有十世博山 由该处赋往西南行 有佛之流影 印度人多为佛 菩萨素会 而少有为出家人素会者 然于中国及日本 为祖师先得素会之风颇盛 于其身前所雕会者则为 寿相 此外 禅宗有所谓之 顶相 即半身相 P6104 彻夜作禅 指整夜不眠而作禅 日本禅铃于皆心会时 常从黄昏至一尘中夜作禅不眠 于10月5日达摩祭 12月7日成道会之前夜 12月9日二组断闭会等 为报恩而举行接心会 森堂清归卷三年分行法四地 参阅 接心 4580 P6104 测定 1814 1891 日本净土宗僧 九流米人 俗性提示 又豪随联社顺域 松翁 古西 古金堂 其优道人 受学于江户增上寺 明治七年 1874 继任之恩怨第75室 改宗规 力学至 教化大众 雅好诗文 书画 音乐 古经提拔 并好搜集古血经等 这有教排斥辟血管剑路 古经唐诗文超 松翁自传等 P6104 彻底 于禅林中 特指大悟 右座彻底 彻底大悟 景德传登陆卷 二十五天台的韶章 大五一 四一陵上 诸上座金城沙 结不说 亦未曾欠少半句 应需彻底会去使得 淮安国语卷武 大八一 五五六下 不知何日何时地 撞着真正大鸡带用宗师 被义喝彻底去 声音懊恼 我没闻之 不觉失笑 此皆表示 透彻佛祖大道之指 此彻底乃源自 三寿渡河之辟域 据幽婆塞 借金卷一载 有兔 马 相向三寿 巨渡横河之水 兔不至底 浮水而过 马或至底或不至底 而相向则进底 横河水域十二因缘 身闻渡时 游如比兔 圆绝渡时 游如比马 如来渡时 游如相向 故彻底即 只能把一切烦恼习气根源 传光路卷上 摩拿罗尊者 大剑禅师 小清规 普照国师 法语卷上 P60005 彻物 一味通彻觉物 生命之真底 又作物彻 禅灵宝迅顺珠卷一万续一一三 二二六下 为求大彻 若大彻物的人 则神智调和 气息田径 容貌恭敬 色相端庄 二一千七百四十一 一千八百一十 清代灵纪宗森 河北风润人 俗姓马 明记省 自撤雾 参月 记省 五千九百四十七 P60005 撤翁和尚宇路 樊尔卷 日本灵纪宗森 撤翁一亨 一千两百九十五 一千三百六十九 传 禅心边 日本宽文九年 一千六百六十九 众刊 又作撤翁国诗语录 撤翁录 临山录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一册 上卷吉录 安仰四语录 大德四语录 下卷吉录 德禅四诗众法语 佛祖赞 小佛诗 下火 深作语 诗中垂诗问答代语 堪辩 济诵 诵古等 卷墨复录 撤翁和尚形状一篇 P60005 撤翁国诗语录 请参月撤翁和尚语录 撤翁录 请参月撤翁和尚语录 撤翁录 撤翁录 1219 1309 日本曹洞宗森 月前 辅景县 人 俗姓藤元 又作撤翁录架 慧称录剑 13岁出家 学于比瑞山 曾参议道元 便访剑人 东福 寿福 剑长等诸寺 一渡人永平寺监寺 镇元元年 1259 吉南宋 开庆元年 渡海来宋 立游天同山 晋山寺 四年后返日 携回若干加兰 法剧之徒录 后人永平寺 第三代住持 令又开创 嘉赫 石川县 大城寺 延庆二年世纪 世寿 九十一 曹洞列组航业绩 延宝船登陆卷七 批六千零五 撤岗 1626 清初灵济 宗森 四川内江人 俗姓李 浩佛渊 二十三岁 李童子牛山之杖 雪通罪出家 顺治十一年 1654 随通罪审进 双跪破山海明 十三年 受命李叶遥风之费 尹通荣 其后通荣受福岩寺之寝 师乃拜头 勺西到枫墓之门下 后再归返通罪门下 魏九 受命在李通荣 受聚足戒 并参业三塔龙渊四之二隐行密 康熙九年 1670 铸西内江古字山诸古院 其后立铸四川成都昭爵院 洛家山朝阴院 诸古院 四川天池山班若院等 猝年与世受军不祥 谨知康熙三十二年时 诗人在世 十年六十八 已有佛渊刚禅诗与路十二卷行事 佛渊刚禅诗与路卷五 附路字述行咒 五登全书卷八十七 批六千零五 德 由行正道而得之意 引身为利益 幸福等意 功德 福德 道德等则为一般之成语 德指以德正道而无师 道指以德 德 而急于他人 佛果之功德 分为智德 菩提 即完成智 与断德 涅槃 即完全绝灭烦恼 二种 或智 断 恩 一愿力救度众生 三德 佛菩萨之德 信分为卑德 利他 与智德 自立 又与身具有之真实本性 称为信德 反之 依后天修行而得之德 称为修德 信德与修德 即合称二德 大涅槃则具有法身 般若 解脱等三德 古代印度六派哲学之一的圣论学派 历时具义之第二位德具义 存在的属性之范畴 亦为二十四德之一 数论学派一座三德之说 参阅 三德 六百六十八 批六千零六 德山三世心不可得 禅宗公暗明 又作婆子点心 戏唐代德山宣建禅师 与一脉有禀婆子间之机缘语句 德山虽精通金刚经 然局又于文字一理之研究 经婆子点破 方知自己执迷之过 据碧言录第四则所在 德山经揪律藏 通达金刚经 文知南方盛行禅风 畅言 吉星是佛 岁丹金刚经书超欲网破之 图中 寓意婆子卖油 丙 德山放下书超欲时点心 婆子却问词何经典 德山答言 金刚经书超 婆子文言 亦欲考量德山 岁未若能回答所问 即不失由 若未能答 则令请前往他处觅食 随即问德山 大四八 一四三下 金刚经云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上座欲点那个心 德山未知雨色 于金刚经中 过去心不可得 等于之上文有 诸心皆未非心 之雨 婆子略去上文 而截取下文 以问 德山未及究竟 却未文字所付 故作答不得 又于禅院蒙求卷下 亦想载此则公案 P606 德山寺 位于台湾南投竹山镇 创建契经已二百余年 为台湾著名古沙之一 民国二十一年 一千九百三十二 玄清 达超二师同任 助持 树经修筑 扩建 五十一年 新宫重建 五十三年 落成 殿与宏伟庄严 四敬优雅 四中设有大词 讲堂及吉乐塔 讲顾总统经国先身于六十一至六十五年间之行政院院长任期内曾三度力领本寺参访 P606 德山宣建七百八十二八百六十五唐代禅僧 建南四川人俗姓周 法名宣建 年少出家 二十岁受巨族界 于大小陈珠金冠通旨去 因长奖金刚班若金 十人每称谓周金刚 常文圣章于南方之禅法 畅言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与所学不相类 岁欲与彼等辩难 突袭其说 乃邪道音之金刚经书超出属 首至李扬参业龙谈性禅师 问答之间 豁然顿悟 岁焚金刚经书超 成为清源第五世 以法系之意 常以棒打胃胶 而有 德山棒 之称欲 系一严格修行者 师助李扬三十年 遭唐五宗 八百四十一 八百四十六 在位 废教 避难于独福山之时事 大宗 八百四十七 八百五十九 初 应武林 湖南 太守薛亭望坚寝 史居德山 大镇宗峰 魏魏一大丛林 其道风俊演 棒打天下那子 宇为山 洞山 灵迹之道风相对质 贤通六年十二月三日 呼告诸门徒曰 大五一 三一八上 门空追响 老汝心神 梦觉绝非 竟有何事 言弃安坐而化 是寿八十四 森腊六十五 是世见性大师 门人众多 如盐头全窝 雪峰一存 锐龙会宫 泉州瓦关 双流玉池等 宋高森船卷十二 景德船登陆卷十五 祖堂集卷五 武登会员卷七 批六千零七 德山棒 与 林济赫 齐名 唐代德山宣建禅师 常以棒打 未接引学人之法 形成特殊之家风 是称德山棒 武登会员卷七 万序一三八 一一六上 道德也三十棒 道不德也三十棒 景德船登陆卷十五 大五一 三一八上 师寻常玉森到参 多以主杖打 林济文之 前侍者来参 教令 德山若打乳 但皆取主杖 当兄义主 侍者道 方礼拜 师乃打 侍者皆得主杖与义主 师归方杖 忠略 师上唐曰 问己有过 不问又乖 有森初礼拜 师便打 森曰 某甲时礼拜 为什么便打 师曰 呆如开口 刊作什么 德山对棒打之举 未做任何解释 若由诸相关之公案推断 在 以新传新 不立文字 宗旨下 不得开口言说 只能以棒打点醒学人 其目的有二 一 截断学人之心识活动 另比在极具间不假思索 得于当下见性 二 不许学人直接说出物竞 以免触犯自信不可说之忌讳 另有为棒打或未测试学人灵机之反应而设 必言录第一至第四则 正周灵纪会照禅师与录 批六千零七 得王观音 三十三观音之一 相当于法华经卷七谱门品之 大九五七上 应以梵王身的度者 极限梵王身而未说法 知观音化身 盖梵王乃色界之主 其德书胜 故称德王 是所流通之相 为夫作严上 左手安置于其前 右手持杨柳 P六千零八 德玉 一千六百二十八 一千七百零一 明末清初灵纪宗森 西蜀果州 四川 迎山人 俗姓王 好胜可 明末乱起 十师十五岁 玉老森主师常念观音圣 好而得脱险 二十七岁头辽阳禅师 出家 后至红雅 四川 八面山城江河上处受巨族界 随便参南北珠民宿 及参见破山海明 的受印记儿四其法 师出驻随杨之家瑞寺 清康熙七年 一千六百六十八 返属 至于晨 重庆 应是数学旅之 请驻于华岩洞 创建华岩寺 说法洪化三十余年 康熙四十年 世纪 世寿七十四 有圣可禅师 与陆十卷 禅林宝训顺诸四卷形式 正元略极卷五 增定佛祖道隐卷二 虚云 批六千零八 得身童子 得身 范明 R 圣哈 乃善才童子所参五十三善之事之地五十一位 与有得童女同住于妙异华门城 二人以正的菩萨解脱 以静至观诸世间接幻住 系由因缘所生之故 乃至一切菩萨众未辩 辽福所施未接幻住 系由愿与智所设成之故 六十华严经卷五十七 华严经行愿品书卷三 华严经书卷五十五 参月 五十三参 一千零四十八 批六千零八 得用 宋代灵纪宗阳其派僧 乌州 浙江经华县 人 俗姓代 出于智者四世经的度 先后参业长卢重信 宝宁园基 佛眼清远等诸诗 高安善物自如灵天宁寺 千至云居三十 诗随试之 并似其法 常与佛果 佛剑 佛眼等会下之诸诗 往来 身遇圣隆 后居于闽中之济山 立主东禅 西禅二四及天宁寺 双灵四 西禅高安座下任 尖四之之之时 见众一方 禅灵尖以 用大碗 欲称之 身足年不祥 加太普登陆卷二十 武登会圆卷二十 批六千零九 德田 指佛及阿罗汉等正果者 佛 阿罗汉等皆具足诸圣功德 对比等形供养则能生诸福德 犹如耕种田地而得偿养万物 故比欲为德田 据舍论光纪卷十八 参月 福田 五千八百五十二 批六千零九 德利 清代僧 自贺渠 又自君直 好希持 初以修禅的物 后转持净土法门 精勤修持 无有懈怠 住持无的之仪贤寺 寺重景仰 法化大行 又善诗化 公草书 书是名为藕花园 这有藕花园诗 生族年级 籍贯皆不详 清化家诗使人卷下 批六千零九 德光 一范名 Guei Prepa 英译取拿拿婆 北印度伐多国人 据大唐西域记卷四末底 布罗国挑载 诗英杰而鸿敏 博物强诗 诸于中印度莫底 布罗国之森迦兰 出席大臣 为穷其玄傲 因懒疲婆沙论 心生倾献 乃舍大臣而学小臣 后造论数十部 以破大臣 又致俗书数十余部 是先进西哲之典论 诗于佛经研究 虽久 却疑情未除 其实有提婆西纳 天君罗汉 常往来于度十多天 都绿天 诗意愿见弥勒 此事请义决疑 遂与罗汉同志天工业弥勒 然景形长一而不礼拜 罗汉言 大五一八九一下 此事菩萨次少佛位 何乃自高 感不致敬 方欲授业 如何不屈 德光对曰 尊者此言成为指会 然我拒戒别除 出家弟子 此事菩萨受天福乐 非出家之旅 而欲作礼 恐非所宜 因此往来三返 不得请宜 后施欲众求敬礼 然因我慢心中不可得 后入山林修发通定 又因我慢畏除 不得正道果 据多罗纳他 范Kirantiha 印度佛教使在 师身于莫吐罗国之婆罗门家 出家受巨族界后 投逝清门下学大小城 住于阿古拉普利寺 范Augra Puri 持戒清静 与护法论师等同位十大论师之一 与安慧 成那位同时期之人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寺西方学法条位 德光鸿传绿藏 右西藏藏经中所存诗之著作 署名Jshetoms Cadiot Parsamra BAidol BAjson Pachen Pobran Zislok Dbonson Payang Tanodi 圣根本说一切有不大 持绿婆罗门阿舍里尊者德光 与多罗纳他所传相合 另据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二载 玄奘于莫底部罗国 633 从师之地自密多斯那学辩真论 随发智论等 十密多斯那九十岁 依此推之师之初是年代应于六世纪时 剧传者有辩真论等百余部 然未被汉译 仅于西藏藏经中存有诗之作品七部 剧社论光纪卷二十三 翻译名义纪卷二 T Waters on Yuan Kuang Fo 2 121 1203 南宋灵纪宗大会派森 临江 江西 新玉仁 俗姓鹏 字号东安 为南越门下第十六世 21岁依同郡东山光化寺之族安吉洛法 受聚族界 后师徒相邪入明 祝福周西禅寺 为九餐夜大会宗搞于阿玉王寺 丙教器物后 为寒障之事者数年 甘道三年 1167 铸铜郡天宁寺 石纳紫云吉 孝宗清养齐高峰 纯熙三年 1176 赤铸杭州林寅寺 吕照入宫中称对阳旨 刘宿中观堂 帝特赐号 佛照禅师 后奏进宗门直指一篇 加泰三年世纪 世寿八十三 戒腊七十 赤士 普惠宗爵大禅师 这有佛照禅师奏对路一卷 佛照光和尚语要一卷 门人有这翁如眼 北居俭等 古尊宿语路卷四十八 宗门统要续集卷二十二 武登会员卷二十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 批六千零九 德行 范语歌 德乃所成之善 行乃能成之道 有二义 一 只功德与行法 金刚真论 大三二 一七一中 是故戒行赴修德业 名婆罗门 乃至守托修于德行 臣婆罗门 二 只具足功德之行法 即修三学 六度者 人王经卷上 大八 八二五上 有十一七贤居士德行巨足 批六千零一时 德宗 一千六百二十一 一千六百八十四 清代曹洞宗僧 林林 广西 人 俗姓蒋 自禁庭 十三岁 听永州 湖南 大定安无学之教 二十七岁出家 便参天德 西连 罗汉诸山 至天园 拜夜一山且捉 后月一山卧中 至福之雨露 极为惊叹 三十三岁 参礼一山 三十五岁 丙福 三十七岁 四法 康熙元年 一千六百六十二 住清香 广西 南园洪盛寺 其后立住寿佛安 李山盛明寺 星龙眼 宜山柱盛寺 千佛灵 备夜灵等十五处 康熙二十三年世纪 世寿六十四 这有静庭宗禅师与陆二卷行事 陈允公卫传塔明 批六千零一时 德念 一千九百三十七 越南人 俗姓胡 九岁入天主教神学院 十四岁逃出校门 改入佛学院 归一南越佛学院 印光寺 并留四钻研佛学达十六年 后入佛教万行大学 修碧大学课程 1969年留学我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1972年获硕士学位 随即入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深造 1978年 以中国文学与越南理朝文学之研究 获得我国国家博士学位 历任越南平阳中学监督 新式菩提中学校长 嘉定省佛教会会长 越南全国佛教学院总秘书长 越南佛教讲师团讲师 美国洛杉矶东方大学佛学研究所所长 及国际佛学院院长 其著作散见于百科 安乐 相产等越南佛教刊物 及美国越南佛教月刊 法国庆音乐刊等国内外佛教刊物 P6010 德明1683 1762 清代曹洞宗森 扎川 浙江 常兴人 俗姓英 浩白光 年21 参业野山客归和尚 赴参业十股 得其印记 其后 至汉阳建归原寺 乾隆二十七年世纪 世寿七十九 法腊四十二 这有语录二卷 增定佛祖道颖卷三 虚云 P6011 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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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 宋代曹洞宗森 又作得名 杭州 浙江 阎官人 俗姓故 法号淡堂 初遂同宪原爵寺文会首张禅诗 绍兴十八年 一千一百四十八 参业进山之真歇清了 一日 忽闻目处通竹节之身 豁然大悟 是称竹统和尚 但堂竹统 真歇一筑亭重先显孝四十 诗随世之 直至真歇世纪 绍兴二十三年 住持重先寺 两度奉照入慈宁殿 为慈宁太后讲说心药 蒙赐法医 首张告老归饮时 诗意随归 后再住重先寺 甘道三年世纪 申年与世受不详 已有诞堂主统与录 补旭高森传卷九 珍歇节外录重先珍歇了禅师塔明 P6011 德灵 为日俱时代台湾佛教文化界知名之士 早岁出家 曾赴日本居则大学留学 从学于日本佛教学者呼滑鼓快天 返台后 经常传闻真编当时佛教知缺失 能诗能闻 中日文皆能传述 除一度主编南营佛教之外 经常弘法于全省各地 并曾筹组台湾佛教青年会 早年曾任台南白河大仙严 大仙寺 父寺 并开创台中佛教会馆 后还俗 以居士申去世 申足年不祥 P6011 德宏 一千零七十一 一千一百二十八 宋代灵纪宗黄龙派僧 瑞州 江西高安 人 俗姓裕 或魏彭 于 自绝犯 浩祭英尊者 年十九 誓经于东京天王寺而得度 出名慧弘 能通为识论奥义 并博懒子 使其书 书一过目必生不忘 若比万言了摩亭斯 而以诗名轰动精华 后难返 参业甄敬客文而得法 崇宁 一千一百零二 一千一百零六 年中 诗住持林川北禅院 后千金林清梁寺 魏九 魏森控以冒及善棒 污陷入狱 陈相张商英 太魏郭天明等魏之奏免 准更得洪之名 并赐子一 正和元年 一千一百一十一 请 张 郭或遣外者 有吉之者 污指师与二人交通 赵夺加沙 八佩周 三年使得归 同年冬 赴居之余并周遇 余年或是 遂契森浮入九封洞山 以文章字余 其后 江赴湘西 途经南昌 赴魏道士污陷下遇 性遇设的免 遂入居南台明白安 靖康元年 一千一百二十六 蒙次再度替法 恢复慧宏九明 建延二年寄于同安 世寿五十八 住树即封 如陵间路二卷 禅陵森宝传三十卷 高森传十二卷 至正传十卷 至陵十卷 冷斋液化十卷 天除静鸾一卷 石门文字禅三十卷 法华和论七卷 冷言尊鼎义十卷 金刚法原论一卷等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 加太普登陆卷七 旭传登陆卷二十二 石门文字禅卷二十四 寂英字序 批六千零一十一 德峰一千六百二十二 明末清初灵纪宗森 上阳人俗姓故 十八岁国世巨辩 岁蒙出家之志 先后参礼福田寺之屈妃 定申二师出家 后至金泽禅堂 四名禅院龙华寺等处休学 赴参业百痴行元禅师 永历四年 一千六百五十 于卢西建安闭关 三年后 参业南祥 江苏 白鹤寺之恒和尚 赴于魏唐闭关三年 初里七贞寺之淳朴 后四百痴行元之法 至顺至十五年 一千六百五十八 一筑五湖之班若寺 赚有德封禅师班若宇陆六卷 济年宇士寿军不祥 批六千零一十二 德格印经院 魏川康地区大规模印经中心之一 魏于西康德格县更庆寺内 魏德格吐司雀吉登巴则人于清雍镇七年 一千七百二十九 创建 于拉萨之布达拉宫印经院 日喀则印经院 并称为三大印经院 院内藏有宗教 历史 文学 艺术 医学 天文 立算等藏文典籍之书版二十余万块 所印书籍流传很广 行销至印度 尼泊尔 日本 东南亚 乃至西欧等地区 雍镇八年 德格版西藏大藏经问世 孝字经系 客宫秀美 建称于世 于奈唐版 北京版 拉萨版其名 又印经院所在地区在清光绪 一千八百七十五 一千九百零八 末年以前 隶属西藏四部之一的康部 故向为西藏文化种地 P-601-12 德真 一千八百九十二 台湾台中人 俗姓许 出生于乌丰顶措林家旺族 民国二十四年 一千九百三十五 赴福州古山参访 二十六年 任台中务丰临山寺主持 四十七年 创设林山学院 四十九年 诗与德清尼师 重建林山寺 先后完成大殿 林山塔 摘堂等堂语 P-601-13 德基 一千六百三十四 一千七百 清出律森 魏律宗千华派第三组 修宁 安徽 仁 俗姓林 自定安 早岁信佛 不敬酒肉 常闻老僧 读金刚经 英蒙出世之意 吉父末 帝常 乃下姑苏访无中有道之士 依苏周保林寺之竹怀出家 后就保华山龙昌寺之独体受巨族界 专研朱布律凡十五年 于独体入季后 受其一 继位保华山第三世 规约炎枕 欲重宽炎交际 劳作以身先知 四方僧俗云集 规模日宏 清康熙十三年 一千六百七十四 江南旱灾之际 郑州布族 师乃帅重托于宜珍 淮阳等地 康熙三十九年于念佛生中世纪 世寿六十七 弟子三十八名中 真义记主保华山 这座有皮尼观要十六卷 结魔会室十四卷 比丘借本会宜十二卷 宝华山至十二卷 其中皮尼观要于乾隆二年入葬 大昭庆律四至卷八 兴旭高森船卷二十九 皮六千零一十三 德卿一千五百四十六 一千六百二十三 明代森 京陵全交 安徽 人 俗姓菜 自成印 浩憨山 年十一级怀出家之志 一年头 鲍恩寺西陵永宁送席经教 兼修儒学 博通内外黄老之学 十九岁网页七霞山云谷法会 独中风广路 乃绝至参禅 遂反报恩寺落法 从无极明信寿俱足界 听华言玄谭 樱目清凉成官之为人 乃自自成印 嘉靖四十四年 一千五百六十五 在参法会 得受念佛公案 隆庆五年 一千五百七十一 以后游历珠方 流连金城珠蒋寺 又参叶蓉 孝颜二师 万历元年 一千五百七十三 由五台山 建憨山齐秀 乃取之为好 九年 与福登同寝经中 大德五百众 于五台山修无遮会 太后并遣十位皇储祈福 后驻东海劳山 山东劳山 身旺甚高 万历十四年 神宗以大藏经十五步 班于天下明山 太后特赐劳山一步 并建海映寺 请施住持 二十三年 以私修妙语之罪被污入狱 流放雷州 广东 二十八年 伊南韶道住之寝 止住曹西 一年重开祖庭 选僧受戒 利益学 养沙迷 设立库司清规 大阵祖峰 四十二年 太后崩祖 恩赵许海森福 立游明山圣祭 说法洪化 四十四年 在庐山武汝峰 创建法云禅寺 访会远之法 专心修持敬业 天启二年 一千六百二十二 附印韶阳太守张公之请 载入曹西 三年十月世纪 适寿七十八 世号 洪爵禅师 后人为师利塔于南华寺天子岗 适称寒山大师 宇珠洪、珍可、智序并称明末寺大高僧 其思想融合禅与华言 倡导禅无别 三教归一之说 弟子有福善、通炯等 著述甚多 有华言刚要八十卷 冷言经通义十卷 法华经通义七卷 其信论直解 圆诀经直解 兆论略注各二卷 为时论解 净土惠语、中庸直指、春秋佐世心法、老字道德经柱、观老庄影响论等 令有门人会编织憨山梦游集五十五卷、憨山羽路二十卷 净土圣贤路卷五、高僧摘要卷三、正元略集卷八、旭姬谷略卷三、旭登存卷十二、批六千零一十三 德复、一千六百二十七、一千六百九十、明末清初灵纪宗森 蜀南、四川、梅州人、俗姓公 好奇白、是称奇白德复 幼年之时、听闻《金刚经》而至于出家 崇祯七年、一千六百三十四、参礼古渝之慈行替法、十年八岁 顺至四年、一千六百四十七、随师蒋经、寓意禅师而感悟、遂至峨眉山 后奇师入祭、扶桑三年、复出行脚 至冠邑、四川、住持玉泉寺三十余年、大振宗峰 康熙十九年、一千六百八十、以一方宗师之身、附头崇宁、成都、扶昌寺藏雪通醉之座下 至藏雪迁至昭爵寺、诗使词归玉泉寺 后寺法于藏雪 康熙二十九年世纪、世寿六十四 以有玉泉旗白赴禅师语录三卷 五登全书卷八十七、批六千零一十四 德普、一千零二十五、一千零九十一 宋代灵纪宗黄龙派僧、周、四川、人、俗姓蒲 诗世赴勒山之境禅师、十八岁受聚足解 后初蜀中、至荆州、湖北、寓意禅僧、文禅宗教外别传之旨 岁于西宁元年、一千零六十八、参业黄龙惠南、病四其法 西宁八年、住持慧云院 其后千祖籍州河山、市称河山德普 元幼六年世纪、市寿六十七、法腊四十九 诗于世纪之前、以玉知记齐 并告知诸弟子、弟子乃玉位祭祀、祭夷中了、诗乃千华 传为禅陵美坛、称之为德普玉寺 禅陵森宝传卷二十九 旭传登陵陵卷十六、禅院蒙囚卷中、批六千零一十四 德然 一千三百八十八、明初灵纪宗森 松江府、江苏、华庭人、俗姓张 昊惠,又从无用贵禅师替法出家、便寇诸方后,于千岩元常会下得法 后尊十乌清拱之玄迹,归返华亭,驻世郭慧之阳,名为松颖 驻三年,四写书写华严经,有意赶,居民为建宝坊 千言千话后,继京华,浙江,甚受四知习 红武二十一年世纪,世寿不详 后仍为师立塔于松颖 这有松颖为衍河上与陆三卷形式 武登全书卷五十八,补续高森传卷二十五,批六千零一十五 得意,一千两百三十一,元代灵纪宗阳齐派森 高安,江西,仁,俗姓如 浩蒙山,是称古云比丘 曾参叶苏州城天寺孤禅如银,进山须堂至于等师 后依福州古山之晚山正宁修学,并为其法寺 出于松江,江苏,殿山弘法 至元二十七年,一千两百九十,在编六祖谈经,且至立流布,一般集称此为,得意本 此外,另有佛祖三经绪,蒙山和尚六道普说等著作 曾旭船登陆卷四,旭登存卷五,五登岩筒卷二十二,批六千零一十五 德元禅寺,位于台湾家义竹其乡 义敏和尚创立于清乾隆五年,一千七百四十 初称清华山观音亭,民国二年,一千九百一十三 改称清华山德元禅寺 五十二年,为绝法师任住持,发新重建大雄宝殿及疗房,历时三年始成 四,茂威娥,庄严宏威 四,中复社清华山德元禅学院,培植禅宗人才,发扬宗风 P6015 德兆,一千九百二十,一千九百八十四,台湾台中线人,俗姓张 别号维宗 日本花园大学毕业 民国二十五年,一千九百三十六,于龙泉寺一龙道法师出家 四十年,于德森法师创建善光寺 四十四年,于台中宝爵寺受剧足解 历任台中善光寺开山助持,善光杂志社社长兼发行人,台中宪佛教知会常务理事,理事等 这有关于百丈怀海禅师的思想,石牛图讲话,信心明讲要,正道歌略解,禅灵聚集浅世等 P6015 德号,指诸佛功德圆满之名号 德号,指诸佛功德圆满之名号 此名号乃万德所归,如,难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 称赞净土经有,不可思议功德名号,一语 至后世,有人于其名外令社,表德号,道号,多以自充当之,如言是家训所言,名以正体,自以表德,P6016 德森,1929,台湾台中宪人,俗姓王 别号为止 日本花园大学毕业 民国35年,1946,伊龙泉四龙道法师出家 40年,协助德赵法师创建善光寺 44年,于台中宝爵寺寺受巨族解 现任台中宪善光寺主持,善光杂志主编兼发行人,台中宪佛教知会理事 这有善光读本 P6016 德韶,891,972,宋戴森 魏法眼宗第二族 触州龙泉,浙江龙泉,人,一说静云,浙江静云,人,俗姓陈 十五岁出家,十八岁受巨族解 常遍访明师五十四人,后卫陵川法眼闻一之法四,附入天台山访至以之遗迹,止住白沙四 后受吴越望前红涕迎至杭州,尊卫国师 十天台山之罗西一纪凯探天台教集之善逸,文高丽存有天台教集,与师共一之,师乃其前红替遣时带回 后千天台班若四,并兴建道常述十所 宋太祖开宝五年入祭,释寿八十二 弟子有永明岩寿,长寿彭宴,大宁可洪等百余人 这有传登陆 宋高僧传卷十三,禅陵僧宝传卷七,连登会要卷二十七,批六千零一十六 德齐,日本第一位僧人,乃日本男子出家之滥伤 俗名安布多虚纳,司马达等之子 用明天皇二年,五百八十七,天皇换窗,江崩,诗上奏愿为天皇出家,见四安至杖六佛像,修道以祈福 至崇峰天皇三年,五百九十,方一齐世言出家,仁称德齐法师 后创南渊版田寺,安至杖六佛像及邪士菩萨,为天皇祈求名福 身足年不祥 日本书记卷二十一,批六千零一十六 德会,泛民哥奥摩地 英译俱拿末地,取纳末地,求纳摩地 南印度人 身于西元五世纪后半至六世纪前半 乃安会之师,为时十大论师之一 又时敏达,学通三藏,理穷四地,又擅长定门 其实摩接陀国有数论外道摩踏婆,范恩帕巴,学通内外,论及幽为,受国王崇敬,赤丰十一二臣 师欲错其锐,浅门人士义,将于三年后论破之 吉约其至,乃于王前对论,至第六日摩踏婆慈穷,遂吐血而死 师乃请王以外道之风意见迦兰,王公养圣笃 其后师曾铸纳烂陀寺,亚裕高级一时 又与监惠共有止于伐辣皮国之阿哲罗迦兰,于其中者诸论,现存随乡论一卷,中论书即为十三十诵士等 关于中论书,据多罗纳他,范皮兰THA,之印度佛教使在,师魏德光,范固埃普派,之弟子,从安慧学习,造中论书,以摧破清辩,范贝维亚,及其弟子三罗都多,范森普派,之说 令据成为十论卷一本为安慧为师之门人 又西藏藏经中,师之著作有缘起初分分别说论书,范普派太阿,Semadpidida,Viphargie,Nirda,K,与解说如理论书,范菲Yp,Yatik,二部,君著解释清之论 大唐西域记卷八,卷九,卷十一,历代三宝记卷九,南海记归内法传卷四,翻译名义级卷二,印度哲学研究卷五,日益称有据舍论书,P6016 德润四,位于三国时代建康,京南京,一代 吴国赤巫五年,242,上书令看则喜舍其宅改建,并以其字,德润,立位四名,可谓江南古沙之一 P6017 德辉,元带灵纪宗森 右座德辉 好东阳 明宗天历二年,1329,掌礼百丈四,文宗至顺元年,1330,重建法堂 顺宗至元元年,1335,奉斥众及百丈清规,二年及颁布于天下丛林 四号,广汇禅师 身足年及及冠军不祥 增及续传登陆卷四之目录,列出大会宗稿下五代汇集元西之法四十名 其中有东陵东阳德辉禅师之名,然为载其传记 东海一欧集卷三,上东阳和尚书,普世级,佛祖宗派图,赤修百丈清规左西卷一元带白画碑集录,P6017 德荣,为民国初年活跃于台湾佛教界之台及僧人 俗姓审 身足年不祥 日本统治台湾期间,日本曹洞宗之势力在台盛斥 光绪三十四年,1908,师随日本曹洞宗禅师大元玄至东渡日本留学,为台僧留日之第一人 返台之后,于民国五年,1916,于本元、善会等人共同设立台湾佛教青年会,佛教中学龄,并促使自此中学龄毕业之青年僧侣留学日本,故台僧留日之人数日渐增多,对于当时台湾佛教形成日本化之倾向不无影响 后任基隆林全寺主持 中国佛教发展史中策,中村园,批6017 德宝,1512,1581,明代灵纪宗森 京台,北平,人,俗姓吴 好孝言,是称孝言德宝禅师 又年孤苦 年二十,听讲华言大书 二十二岁,李广慧四支大忌为师,替法受据足解 立参善之士三十余人,赴网参龙泉寺吴文明聪禅师 一日提兰于水边洗菜,因菜经堕于水中,竹水环转捉不着,忽有醒悟,病得明聪应可 后游江汉而入中南山,立柱高作,牛首,圆通等诛杀 万历五年,1577,结眼于燕京,北平,柳巷,九年世纪,世寿七十 五灯慧原序略卷八,南宋元明禅林森宝传卷十四,序灯存卷十,批6018 庆安宫,位于台湾基隆 清家庆二十年,1815,由地方人士发起筹建 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新修建,香火日盛 民国前一年,1911,成立董事会,二次重建,后又毁于二次世界大战 民国五十二年,由成汉州发起第三次重修扩建,历时七年于,殿内雕梁画洞,复立堂皇,殿中监供佛神 前任主持位文印法师,六十四年文印入祭后,由杜普真居士主持四物契金 P6018 庆中铁壁基禅诗语录,请参阅铁壁基禅诗语录 庆朝九百六十三,一千零一十七,北宋森 前唐,浙江,仁,俗姓胡 字子文 幼年初家于开画院,十三岁于慧姬开元寺寿具足解 二十一岁李叶奉先寺元清,学天台教法,凡十七年 元清世纪后,乃记其讲席 景德元年,一千零四,千至梵天寺,宣讲法华,旨观等,各百于辩,大阳宗风 初元清,弘敏等福其施物恩之光明玄义发挥记,作南词二十条,四明之礼则传是南福宗记以赤之 景德三年十月,诗与智元共转辩额,以支持物恩之说 十二月,之礼更作问以反截之 如此与之礼往复五次,历十七年,相互问难,此即是称之天台宗山家,山外之正,诗及山外之代表者 其借行清苦,深思明辩,是所罕见 天喜元年世纪,是寿五十五 波祖统计卷十,是门正统卷五,贤居边卷十五,批六千零一十八 庆喜,一听闻佛法,得到喜悦,称为庆喜 侠义味,欢喜,知对称 即念佛者具有信心,决定此事即可助于,正定据,知不退位,因此充满喜悦,称为庆喜 参阅,欢喜,六千八百九十八,二范明嫩的 英译阿南,阿南陀 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于大班若经等处,多用庆喜之名,而少用阿南之名 参阅,阿南,三千六百九十四,批六千零一十九 庆诸,八百零七,八百八十八,唐代森 为禅宗清元行司之法系第四世 庐陵新干,江西,人,俗姓陈 十三岁随从少鸾出家 二十三岁至松山寿巨族戒,学戒律 后专至于禅,投为山林幼门下,并领米投植,为众福牢,惊情不屑 四至谈周云言参业道无和尚,原至,言下契机,从此动物 遂混俗于长沙,人莫能识 后以曹洞宗祖洞山梁架浅森访巡,师时露面,遂柱时双山 其后道无将世纪,以师为敌寺,乃清至十双山仿之 待道无世纪,禅旅云及十双山达五百众,师必知不得,由是陈系与学旅寇及问达 师指于十双山二十年间,学众有长座布卧,亦若诸物者,世人称之,十双枯目众 唐熙宗文师之道遇,浅时机赐子一,师故此不受 光旗四年世纪,世寿八十二,法辣五十九 赤士,普惠大师 宋高僧传卷十二,景德传登陆卷十五,五灯会员卷五,较别传卷十四,禅宗正脉卷五,批六千零一十九 会,一范与Purge,巴利与Purge,因一般若 只推理,判断是理之精神作用 新所知名 据设七十五法之一,为十百法之一 会,通于善,不善,无计三性 恶会中,作用强者,称恶剑,为五剑之一 善会又作正剑,正会 依据舍论之说,会系与任何种心皆有相连属之作用 为大地法之一,然为十宗会会为别境五心所之一 此外,会与智位相对之通明,达于有畏之智相称,智,达于无畏之空里则称,会 据舍论卷二十六一言,会有,有漏会,与,无漏会,两种 前者与烦恼法有密切不可脱离且相互影响之关系,属于,智,知性智,后者又称圣会 由文法而来智慧,称作文慧,由思考而来智慧,称作思慧,由修行而来智慧,称作修慧,以上三者合称文思修三慧 三慧加上与身具来之,生的慧,合称四慧 依菩萨因落本叶经卷上说,菩萨之阶段可分六种智慧,积文,思,修三慧与,无相慧,以正悟空无自信,照济慧,以中道之慧,观照见中道之理,济照慧,济照不二,定慧平等 以上六者依次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诀,妙诀等六位配合 此外,天台宗亦有列会之说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二,卷一四二,聚舍论卷一,卷四,聚舍论光纪卷一,卷四,成为十论数纪卷五,二犯语阿贵巴 八粒语阿贵巴 慧与界,定二者系佛教之重要德目,合称,三学 又就五根,五力之中,而有慧根,慧力之称 以上之慧属侠义之解释,广义之慧,则指范语之Proach,一般应一座班若 参阅,三学,六百八十三,班若,四千三百零一,批六千零一十九 慧三,一千九百零一,一千九百八十六,北平人,原籍山东,俗姓霍 法号思源 安徽佛教学校毕业 年十七,李滋圣清池和尚出家 年十九于浙江慈禧五磊山林山寺,一地贤和尚受据足解 常清禁地贤,原音,常兴,应祠,慈州,太虚,能海,渡厄等诛诗,深究大小二圣诛经典,多所彻物 其后住持北京重寿寺,宝禅寺等 民国三十七年,一千九百四十八,来台,智力弘法,接引群姬 四十四年于台北县树林镇创建福慧寺,并自认住持,五十二年退居,将寺物交由地子静得主持 台省各寺院船届,师多次担任三师 福慧寺占地三千余平,四十五年五月大殿完成,师亲自开光,后续有增建,于七十年落成,并传在家菩萨界 五十八年成立财团法人,师任董事长 七十三年,将董事长之职交由静得继任,住持则由清英担任 师于七十五年世纪,释寿八十六 静得法师,台湾台北县人,民国十四年生,年三十二理会三法师PT 四十六年于屏东东山寺寿巨族界,其后集协助其师开山建四 P六千零二十 慧才,九百九十八,一千零八十三,北宋净土宗森 永家乐清,浙江,人,俗姓王 自坛远 大中祥福元年,一千零八,一百赫山之一方和尚出家,十三岁受巨族解 自恨姓时昏顿,长池大悲咒,愿学通祖道,一日,夜梦泛森脱袈裟 大雨批,或然开悟,前后所闻了然洞小 复餐夜慈云,日夜扶晴布袋 至凭,一千零六十四,一千零六十七,初年,受杭州太守审购之引请,驻法会保隔二十年,并蒙受太位如公奏赐,广辞,知好 不久退居雷锋塔下,诵大悲咒与弥陀名号 原封元年,一千零七十八,为道俗千人寿大戒,至结魔石,感官音像之顶放光,竟此四首一禅师特为作戒光纪 原封六年世纪,世寿八十六 世门正统卷三,佛祖统计卷十二,世世击古略卷四,批六千零二十 慧幻,万法皆如幻化,如来之圣智,亦俗幻化,称为慧幻 幻世人贤经,大一二,三二中,一切人民及其所有皆如幻化,诸作比丘亦如幻化,如我之身一世慧幻,批六千零二十一 慧文,北齐森 又作慧文 渤海,山东,人,俗性高 年寿不详 活动时间约在东卫孝敬帝天平二年,五百三十五,至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五百五十七,间 又岁入道,聪明绝伦,苦学深思,至于成年 一日,月大智度论智卷二十七,恍然大悟,正得,一心三智,知妙止 又读中论智四地品之计,大三灵,三三中,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而顿悟空有不二中道之一 遂成龙树之教而见宗风 游化何怀,剧图千百人,圣洪大臣 后以新观传授南越慧思禅师,慧思授法后,弘化南方,开天台教法宣说之机,然门人多在北方,故传授亦少 天台宗之徒奉为第二祖,或未出祖,是称北其尊者 世门正统卷一,佛祖统计卷六,天台九祖传,佛祖通载卷九,六学僧传卷三,批六千零二十一 慧方,一六百二十九,六百九十五,唐代森 牛头宗第三祖 润州,江苏,严林仁,俗姓璞 于开善寺出家,受巨族借后,深言经论 后入牛头山,礼业至言禅师,咨询密要,至言关其根器堪认正法,遂是以心应,师或然领悟 于牛头山参器,于十年不出零首,四方学者皆云及来访 后遇行随机立悟,而以正法传父法持禅师,独自归隐茅山 午后天策万岁元年世纪,世寿六十七,法腊四十 景德传登陆卷四,二宋代灵纪宗森 湖南潭州人,俗姓许 申族年不祥 参学于文书新道,并四其法 后驻潭州楚安寺 其余世纪不祥 加泰普登陆卷十九,武登会圆卷二十,三,一千零七十三,一千一百二十九,宋代灵纪宗黄龙派僧 江西陵江人,俗姓公 浩超宗 少依禅居四,十七岁世金的度 参学于死心悟心,并四其法 宣和年间,一千一百一十九,一千一百二十五,于龙庆寺开堂 建言三年世纪,世寿五十七 已有超宗会方禅师与陆一卷 联灯会药卷十六,加泰普登陆卷十,武登会圆卷十八,批六千零二十一 慧日,一范语JNA,Divided Cara 以日光比喻佛之智慧普照众生,能破无名生死痴案 与,慧光,慧照,等同意 法华经卷七普门品,大九,五八上,无构清净光,会日破诸案,能浮灾烽火,普明照世间 无量寿经卷下,华严经探玄记卷二,二,六百八十,七百四十八,唐代净土宗僧 东来,山东,仁,俗信心 又见从印度归来之意境,深受其影响,遂逝由印度 于中宗寺圣十九年,七百零二,沉传经昆仑,经康道尔群岛,佛寺,经苏门达腊,诗子舟,经斯里兰卡,等,三年始达印度 乃礼业圣迹,寻求梵文经典,参访善之事,历时十三年 诗读尹孤真,远设雪岭湖乡,背经艰苦,遂深艳此娑婆世界,乃寻求有乐无苦,素身佛国之法,便问印度之三藏学者,皆赞净土 为九,至北印度建陀罗国,王城东北有一山,山有观音像,诗以鼎礼圣像,断时必命其请,终至第七日至夜感观音县紫金色像,为其磨顶开释 诗便由七十余国,樊历十八年,于开元七年,七百一十九,始归长安,呈现佛像与经典,玄宗遂赐,慈敏三藏,知好 诗情修念佛法门,弘扬净土教义 这有往生净土集三卷,班周三昧赞等 天宝七年于洛阳网集四入祭,释寿六十九 诱诗之净土思想有其独特之处,故有将其净土学说同净土大师会远和善导两流并列,称为慈敏流 诗高僧传卷二十九,佛祖统计卷四十,三,一千两百七十一,一千三百四十,元代曹洞宗僧 明周定海,浙江,仁,俗姓沈 昊冬明 又极致干清爽,九岁入凤化大同四位同事 十三岁落法,十七岁受聚足解 后参访植翁得举而弃悟,岁润世乡 为九,立游天童,灵影,万寿,蒋山等地 后又至姑苏长成天寺藏药,为九东归明堂之白云寺开教 并祭祀植翁之法,居植六年,得封贝及四方 元至大二年,一千三百零九,日本延庆二年,应日森之请赴日,于禅兴寺传解 一年千元爵寺,铸七年,大阳草洞宗峰 时曾创建百云眼 后以幕府之命,立柱建长,万寿,东圣,受福诛杀,接引众人三十年如一日 日本立应三年,吉原至元六年,于白云眼世纪,是寿六十九,法腊五十三 是称东明慧日 这有宗门无尽登论,其法流称东明流,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 严宝传登陆卷四,日本高森传卷二十六,日本洞上连登陆卷一,批六千零二十二 惠日道场,位于江苏扬州 隋文帝开皇,五百八十一,六百,末年,竟王阳广所立天下四道场之一 家祥大师及藏曾被召入本寺,宣说三论之宗旨 批六千零二十三 惠日论,请参阅能显中边惠日论 惠日讲堂,位于台湾台北市 应顺导师创建于民国四十九年,一千九百六十,为台湾著名佛教弘法道场之一 寺内讲堂宽广,可容四百余人听讲,两侧有疗房时数间 并建有正文图书馆大楼,收藏经典及各种佛教书籍 导师自任住持三年即告退隐,由印海、真华二法师轮流住持,带有建树 六十五年由如虚法师接任住持,七十年后行法师进任住持,现任住持为秦虚法师 惠日讲堂除定其讲经外,并设有正文出版社,出版流通各种佛教书籍 批六千零二十三 慧可,四百八十七,五百九十三,我国禅宗二祖 南北朝之僧 河南洛阳人,俗姓姬 出名神光 又坐僧可 又时于洛阳龙门香山依宝靖出家,于永牧四寿巨族解 早年周游听讲,参禅冥想,惊言孔老之学与旋理 北魏正光元年,五百二十,参业达摩祖师于松山少林寺,从学六年 巨景德传登陆卷三载,师访达摩时,中叶立于雪中,至天明人不许入室,师乃以刀自断左臂,表求道之至臣,遂面叶而大悟,达摩乃赋予大法,并传一 然旭高僧传卷十六载,师之手臂,细遭贼所着断 达摩西归后,师于北齐天宝三年,五百五十二,受法与弟子森灿,其后父和南夜都演说人家经义,凡三十余年,韬光会击,仍莫能识 后于管城匡就似圣阳宗峰,学者云集,赋予沙门辩和论道,辩和不能胜,兴邦于一载敌仲坎,仲坎或其邪说,家已迫害,师乃于开皇十三年,一说十二年,世纪,世寿一零七 第四,正宗普爵大师,大祖禅师,知诗号 保陵传卷八,祖堂集卷二,传法正宗集卷六,续传灯陆卷一,宗门统要续集卷二,佛祖统统集卷三十,五灯会员卷一,参阅,断臂,六千五百六十六,批六千零二十三 惠布,五百一十八,五百八十七,南朝陈戴森 广陵,江苏江都,人,俗姓好 二十一岁出家,初从阳都建出四穷法师学成识论,后从设山只观四森全听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三论,均能动达选址,故时人称其为得益部,思宣部 常乐作禅,世不讲话,端作如墓 后北游访业都会可禅师,又游学齐国,写张书六驼,写海江南 返阳都厚,世侯景作乱,虽受困恶,而弘继之夜部位稍减 智德年终,五百八十三,五百八十六,迎请公禅师,建立设山七辖寺,明文远池,臣主诸王并受归戒,奉之如佛 真明元年,绝古不识而济,誓寿七十 法院诸林卷八十二位誓寿七十余 旭高森传卷七,世侍击谷略卷二,批六千零二十四 慧永,三百三十二,四百一十四,靖戴森 河内,河南,仁,俗姓潘 十二岁出家,诗世竹坛县,后与慧远供同学于道安坐下 素语慧远供其欲赴罗浮山,然慧远为道安所留,师乃于东静太原,三百七十六,三百九十六,初年先出发,致寻阳时,为郡人逃犯所留而居庐山西陵寺,为久慧远一来,即至,入住东陵经舍,遂有中焉之志 又令利毛逝于领上,坐禅思修持致用,致其逝者常闻异乡,应好,相骨 与异虎同居逝中,仁智则驱令上山,仁去后,还赴驯服 诗丹好经典,善于讲说,严长含笑,与不伤悟,疏实不依,力行精苦,愿生西方 一息十年并为,仁持戒不屑,临终前自脸一合掌,是仲云,佛来,言毕,怡然而济,是寿八十三 道俗在山,贤文一乡,七日始止 唐玄宗追世,绝迹大师,知好 梁高森传卷六,连设高贤传,佛祖统计卷二十六,卷二十七,批六千零二十四 慧生,亦南朝梁戴森 生足年,极冠军不祥 本著香州,后入龙光寺,医名公学,经言说一切有不知论书,如皮坛等 行持高操,谈吐清幽,擅长草,立书法 一身淡薄,人皆轻浮其得 于天间,五百零二,五百一十九,初年入祭 二北魏僧,又座会僧,年寿不祥 祝崇利寺 北魏孝明帝神归元年,五百一十八,一说西平元年,或正光二年,奉胡太后之命,与宋云等自洛阳出十夕玉求经 京京之青海,新疆,越岭,立游乌场,兼陀罗等地,约于正光二年,五百二十一,一说三年,或四年,归国,的范本经论一七零部 这有时西域记忆卷,又座会僧行记,记载其西域建文,习经一部传,然洛阳嘉兰记卷五祥引其文 历代三宝记卷三,广宏明记卷二,释迦方志卷下,佛祖统记卷三十八,魏书士老志,批六千零二十四 慧立,六百一十五,唐代森 天水,甘肃秦州西南,人,原祖英官千至新平,陕西兵州,故意为兵国公留人,俗姓赵 本名子立,高宗赤明慧立,又称慧立 生儿聪明,有气俗之志,征官三年,六百二十九,十五岁,出家于兵州招人寺 博考如是,是任大慈恩寺藩经大德,四补西明寺都为纳,后受太原寺主 以师博学妙辩,执辞正色,高宗平照入大内,与道士对论,圣何地址 师见上依奉欲屡才,妄造是英明图柱三卷,排斥诸师之正义,乃至书则之,屡才从此消身逆机 又仰赞玄藏三藏之行仪,遂未知修传,即大慈恩寺三藏传五卷,然师因恐修补不全,以其诸美,遂藏之地教不与人观 至灵命中,使命门徒决出 此书后流离分散,午后垂拱四年,六百八十八,乃由沙门宴从搜购,排列,补肖,兼树续成,经流传之三藏法师传十卷及依此修正而成 祭年,世寿皆不祥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开元寺教路卷九,宋高僧传卷十七,六学僧传卷十六,批六千零二十五 慧修,五百四十八,唐初森 盈州,河北,人,俗姓乐 十六岁寓一沙门,听其讲述三世轮回之苦,雅慧素怀,蒙出家之念,岁依序律师出家 初旧学业兜,辩访灵域等诸师,颇有体悟 傅网伯海从明艳听诚实论,从志念学小论 更入关从谈谦,到尼席学社大臣论,从法力等律师受四分律,皆能探隐动名,贯荣诸宗 随末,返湘州,居云门寺,逢寇乱,湘州军名气臣陶颖,为师律徒二十余人入城守护,到俗一之而信免于南 贞观九年,六百三十五,地平照入京,师已及故辞不久 十九年,驻湘州辞润寺,仍爽见如前,十年已九十八 后不知所终 旭高森传卷十五,批六千零二十五 慧光,一之般若,妙智慧,之光 与,慧日,慧照,同意 无量寿经卷下,大一二,二七四上,慧光明镜,超于日月 参月,慧日,六千零二十二,二,四百六十八,五百三十七,北魏森 魏帝论宗南道派出祖 是称光统律师 定州掌卢,河北,仍,俗姓阳 年十三随父至洛阳,从佛陀善多出家,十人称之圣沙弥 出席律部,不久受据足解 四年后讲摩赫森旨 北魏永平元年,五百零八,勒纳摩提,菩提流之各一出十的经论 诗通两意,字月范本,悟其刚领,对孝一同,何谓一本,的论宗穗英之兴起 幼传四分律书,四分律因诗之诊是弘扬,乃得光大 附作华言,涅槃,维摩,十一,第十等经之著书 北魏莫,于洛阳任国僧兜 后奉赵入业,改任国统,故有光统律师之称 施力至真净,坚存戒业,举止安详 灵命忠实,天宫献瑞,世纪于夜城大厥寺,世寿七十 这有玄宗论,大臣义律章,仁王七戒,遗教经书,华言经书十卷,十的论书等十数种 旭高僧传卷二十一,华言经传记卷二,律院僧宝传卷三,佛祖统计卷二十八,三宋代云门宗僧 浙江前唐人,俗姓夏侯,卫慧林怀生之法寺 驻于林安,浙江,世称林隐慧光禅师 其余世纪不详 旭传灯陆卷二十四,五灯慧圆卷十六,四宋代灵记宗阳其派僧 建宁,福建,仁,浩慧眼,申足年不详 约与大慧宗稿之法寺慧眼迷光同时 戏乌巨道横,一千零八十九,一千一百五十一,之法寺,住持江西归封山 转有慧眼光禅师与药一卷 联灯慧药卷十八,加泰浦灯陆卷二十,五灯慧圆卷二十,续传灯陆卷三十三,五灯岩筒卷二十,批六千零二十五 慧光大园禅师与路,请参阅延山拔队和尚与路 慧光四,位于云南昆明南门外 与位于东方之长乐寺,东寺,相对,故称为西寺 二寺皆为唐真元,七百八十五,八百零四,初年弄洞节度使王昨天所见 寺内有白塔,与东寺之塔相对峙 清康熙六年,一千六百六十七,一度重修,外观壮丽 据南昭也使卷上大蒙国风又条载,本寺之塔高八十尺,于明洪志十二年,一千四百九十九,东,曾因地震而崩坏 洪志十七年太监流场重建之 明末,司马赴公言请信玉为四主,时信玉以净土法门教化大众 康熙六年巡抚原茂公再次重建 咸丰六年,一千八百五十六,玉冰火,契金仅存一砖塔 此砖塔系四角十三层之塔,各层各面中央皆设有拱坎,于坎之左右则复设有小塔 右东寺之塔及大理之三塔,其形式皆类四本寺之塔,为云南独特之塔形 大清一统治卷三六九,顶世纪卷三,云南通治卷十三,昆明县治卷四,古今图书及臣直方点第一四六四,世界建筑及臣之那建筑上,一东中泰,P6026 会印,已幼座致印 印,有决定不变之意 魏如来之智慧与诸法石相弃合而不变,故称慧印 参阅,致印,五千零一十七,二,一千六百八十九,一千七百六十四,日本曹洞宗森 极冠不祥 昊子月,自称三光老人 又年初家,诗世家贺大臣寺之灯照玄,后卫成田隆渊寺木田春翁之法寺,亦说卫月风快云之法寺 诗曾于江户吉祥寺沾潭陵大说文字禅,又创建西光寺,西光苑,阳光寺等,大阳宗风 博学达石,著作颇多,有参同气不能语,宝镜三昧不能语,金刚茶化,五味显爵味正语等 宇面山,天桂并称为曹洞宗中心之高森 明和元年世纪,世寿七十六 净古禅林丛坛,日本禅宗石药,批六千零二十六 慧英,以五百三十九,六百二十七,随唐时代僧 吴俊海言人,俗姓于,或未姓干 十二岁出家,随世开善寺之慧息 从阳都见出四穷法师学成时论 父从中山之慧小,至冠学调新观法 既从常干四至辩学三论 因其德高学博,故识人尽好位之人 随代仁寿三年,六百零三,任禅定四知识上座 圣洪三论,并作著书 唐代武德元年,六百一十八 被举为十大德之一,人称,菩萨介师 征观元年,于经师大庄严四世纪,逝寿八十九 有弟子法人 旭高僧传卷十三,二唐代僧 武臣,山东,仁,俗姓章 初学于贤法师,众人推举其为之四,燃影顿入四川求学 唐代兴,返回荆州,祝开圣寺 后入山节茅屋独居,秦修禅定,持诵法华经 师生促年不祥,为之贞观十九年,六百四十五,之后世纪,世寿七十五 旭高僧传卷二十七,批六千零二十七 慧英寺,位于浙江杭州西湖西南岸之赤山腹附近 后唐天成二年,九百二十七,五月五宿王前流所创,时称慧英禅院 北宋靖水靖园曾入住本寺,高丽森一天意至此从靖园学华言 神宗时,一千零六十七,一千零八十五,赤改慧英教院,并建碑纪念 一天归国后,以清纸经书靖一华言经三百部供养靖园,智友,高丽四,之称 靖园于元幼三年,一千零八十八,入祭,于四之西北,新建一塔,以为供养 南宋甘道,一千一百六十五,一千一百七十三,年间,元臣义合著于此, 传华言念佛三昧无尽登一卷,提倡华言元荣念佛法门 后元臣千至平江能仁寺,另有怀祥,亦敬两禅师入住寺内 李宗之时,一千两百二十五,一千两百六十四,义安法师改禅愿为讲堂 元致镇,一千三百四十一,一千三百六十七,末年,英玉冰火,建筑物十之八九烧毁 明朝正德,一千五百零六,一千五百二十一,年间,征税过重,僧图散离,唐宇荒废,华言格之以旨意不明 刘四之森乃立志恢复,言请万松会灵入寺,讲说华言经,图众云集,几达数千,遂昭至地方观增悟 后又请的万松之高族义安如通,悟玄,吴济明慧等三师入寺 实如通自地下诀课有宋代义安明之御书碑,而悟三身之缘,乃重建天王殿,大雄殿,轮葬阁,庙印殿,钟楼,禅堂等 明慧成席灵纪综二十七传之一,于万历六年,一千五百七十八,重修慧英讲四并立碑纪,其图跃印在新华严经阁,诱惑南宋宁宗玉书之匾额 清乾隆二十二年,一千七百五十七,高宗南巡至此,四明,法云寺 至清末逐渐衰微 慧英高丽四至,李柱,知纳文化史记寺,长盘大定,观野真,批六千零二十七 慧英高丽四至,凡十二卷 明代李柱传 收于中国佛寺史智会堪第一集 慧英禅寺室位于浙江杭州,后唐天成二年,九百二十七,十建,称慧英禅院 宋代有静水静园住持本寺,住世华严诸经义,凡数十种,时高丽国王之子森一天,致本寺问道于静园,执弟子李 一天受教一年返国,以清纸经书静一华严经三百部,并经格之肺赴负共伯以供养静园法师,俗岁称愿为高丽四 静园即本寺华严教之十足 本寺面临玉岑山山,故全称为玉岑山慧英高丽华严教寺,简称慧英高丽四,或景称慧英四 明天起,一千六百二十一,一千六百二十七,年间,李柱应四僧执水之寝,编转四至,分位十门,原始,景物,祖德,坛纳,公语,碑记,传至,杂文,提咏,法寺 P6028 慧安,以五百八十二,七百零九,唐代森 荆州之江,湖北,人,俗姓魏 又称老安,道安,大安 魏禅宗五祖宏忍十大弟子之一 其貌端雅,不染俗臣,修学法门,无不该管 随大业,六百零五,六百一十六,年中,汇集庶民,开通济渠,机票相望,施以启德之石救济病困 唐征官,六百二十七,六百四十九,年中,于黄梅山参业五祖,岁得兴旨 五后圣立二年,六百九十九,某夜,风雨交加,施谓松山神寿菩萨戒 中宗神龙二年,七百零六,第四子一,尊以施礼,沿入宫中,供养三载 景龙三年,慈归松岳少林寺,是年三月八日,庇护衍生而入祭,市寿一二八 宋高森船卷十八,景德船登陆卷四,连灯会要卷三,五灯会圆卷二,二,一千两百二十五,一千两百七十七,日本灵纪宗森 伯摩人,浩东岩,又称慧安,初登书写山岩学台教十余年 郑家园年,一千两百五十七,至太宰府,参业敬念禅师,乃归头禅门,而得兴应 红长二年,一千两百六十二,至剑长寺,参业从宋至日之物眼浦宁,而受顶象 剑至三年世纪,世寿五十三 赤世,红绝禅师 严宝船登陆卷十四,本朝高森船卷二十一,批六千零二十八 会年,一千九百一十八,台湾台南世人,俗姓林 十九岁父及日本,公研佛学,二十五岁学成返台 民国五十年,一千九百六十一,归一贤顿法师座下,月二年,一支出家,五十五年于灵祭寺受据足解 六十三年进任台北板桥接云寺副主持,自接任后,锐意整顿,四语焕然一新 六十四年于该寺举办在家菩萨界会 历任台北市佛教分会监事,台北县佛教知会理事,板桥一言经舍主持等职 诗带人诚恳,乐善好诗,曾荣因好人好事代表 批六千零二十九 会字,四百三十四,四百九十,南朝森 冀州,河北,人,俗姓颖 又出家,依法签受学 十八岁,博通经论,长讲说成十论及中论 百论,十二门论,每张讲席,则倒俗奔赴 至藏,僧明,法云等君曾从其授业 晚年成继道场四会观之说,立三教五十支教判 为江南三家之一 其永明八年讲百论,致破成品石,忽而从化,世寿五十七 梁高森传卷八,法华经玄一卷石上,世世六铁卷石,批六千零二十九 会亨,宋代净土宗森 身足年,及冠军不祥 自清照 初从元照律师演习戒律,后驻杭州武林严寿四,专修净土凡六十年 逢人则劝念佛,时有胡英与诗结方外之交 一日胡英病毒,诗英秦慧事,驻其念佛往生 后诗见宝格安置三圣像,参礼者络绎不绝 佛祖统计卷二十八,往生集卷一,净土圣贤路卷四,批六千零二十九 会军,南朝末年三论宗森 身足年不祥 又称军正,会军森正 这有大臣四论悬议十二卷 由此书可窥知诗初学臣十论,皮坛,涉大臣论 即从新皇寺法朗专学中论,百论,十二门论 于南朝臣代太监六年,五百七十四,五月 将法朗讲说内容记录于所者之书中 因书中提及陈代,随代年间,吉藏,会决,会冲等人之世纪 故考据师晚年活跃于长安 批六千零二十九 慧晨,随代净土宗森 又作慧晨 身足年不祥 李扬,湖南,仁,俗姓段 初授业于十柱四,以法华经,静明经,圣天王经等为日课 授具足戒后,由于建业,言习成十论,十年不绰 后闻南乐会思禅师之道话,遂网依之,彻夜作禅,又习方等,观音,法华,班周三昧,修持三年而得众生语言三昧 后于荆州之江创建禅会寺,宋弥陀经,修西方观,达三十六年,常作不卧 一日,自知时至,为众蒋涅盘经,是至以大师自欲全寺来,与师共谈玄理,两九入定世纪,是寿七十三 佛祖统纪卷九,旭高僧传卷十六,世门正统卷一,往生纪卷一,批六千零二十九 会产,一千三百七十二,一千四百四十一,明代灵纪宗森 胡广,胡北,人,俗姓王 十四岁于丹阳庙觉四一战然出家,后往山资寇松颖,一日出定,抬头观松,略有所悟,不久转往苏州,江苏,邓卫山夜见果林,香檀盛契,赴餐一宝藏朴池,聚成所悟,宝藏赤之,师乃八份忘寝时,至第二夜莫然彻悟 永乐六年,一千四百零八,住持杭州东明寺,大洪法画,社官三十余年未曾下山,到俗宿那甄区坐下 英宗正统六年世纪,世寿七十 叙世世纪古略卷三,武登全书卷五十九,批六千零三十 慧剑,梵语MMS,JMA 指智慧之见解,或指佛之智慧 即以深妙之智慧,达观诸法之实践 无量寿经卷上,大一二,二六六下,自以慧剑问微言乎 忠略,当之如来正觉,其智难量,多所导遇,会见无碍,无能恶觉 P六千零三十 慧命,一范与UMAT,巴利与USMAT 亦为巨兽命,又作巨兽,乃对有得比丘之尊称 摩赫森指律卷十三,大二二,三三二下,佛助舍未尘时,会命罗罗道 参阅,巨兽,三千零七十九,二指法身以智慧为生命 如色身必赖饮食常养,而法身必赖智慧已常养 若智慧之命邀伤,则法身之体王师 天台四交仪,大四六,七七五下,末代顿根,于佛法中起断灭剑 邀伤会命,王师法身 法华文具卷九下,金刚经书记柯惠卷二,长水,禅院清规卷七王森,三,五百三十一,五百六十八,南北朝森 太原静阳,山西,人,俗姓郭 十五岁出家 专修方等,朴贤等颤法 后由何阳先成山,祝善光寺 复写有游学,参里斯,秒二师,方静区所致 北周天河,五百六十六,五百七十一,初年,返先成山,弘阳所学 于天河三年世纪,世寿三十八 这有大品一章,荣兴论等 佛祖统计卷二十八,旭高僧传卷十七,卷二十一,世门正统卷三,批六千零三十 会订,一千九百二十九,台湾高雄人,俗姓刘 别号会照 日本东京立镇大学硕士 民国三十一年,一千九百四十二,一高雄美农镇朝元寺信刑法师出家 四十一年,于大仙寺寿巨族界,同年进任朝元寺住持 师宅新慈悲,热心公益,六十四年号资百余万,新建美农双溪大桥,以立地方 于六十七年当选全国好人好事代表 批六千零三十一 会中,一六百八十二,七百六十九,唐代牛头宗森 润州,江苏,上元人,俗姓王 二十三岁时,授业于庄岩寺,随是精灵牛头山六世至威之左右,并四其法 后辞至威,行脚诸方,后居指言作四 平素生活,锦衣一纳,朴实锦言 曾应请住庄岩旧四,一时四方学吕云集会下,四法者多达三,四十人 大力四年六月世纪,世寿八十七 又是门正统卷八江同时代之南洋会中禅师与诗之记载混同一人 宋高森传卷十九,景德传灯陆卷四,五灯会圆卷二,而 七百七十五,唐代森 浙江诸记人,俗姓冉 自幼学佛,出席戒律,常通经论 文六祖慧能大师之名,即于领寇业,获其心印 继而由朱明山,金武岭,罗浮,四明,天目,而入南洋白崖山党子谷,白草谷,静坐长阳,四十余年族不出山,而学者就知,横于百千 开元年终,玄宗清齐道玉,迎赴金师,赤注龙兴寺 为久逢安史之乱,师乃顿归 宿宗上元二年,七百六十一,在赵赴金,铸千福四溪禅院,宫卿树参寇求法,不舍昼夜 带宗继位,有礼有家,千筑光宅寺 师伯通古训,朴琼金律,虽受玄宗,宿宗,带宗三朝礼玉,然天性淡薄,自乐天真 长目南乐会司大师之遗风,乃奏请于横跃武当山见太一言昌寺,又与党子古创立相言长寿寺,各请藏经一步以震山 大历八年,七百七十三,又奏请渡天下明山之森,取通于金律禅三者之森 后归南阳,于大历十年在党子古世纪,年寿当在八十以上 世号,大正禅师,是称南阳会中,南阳国师 有关师之著名公案有国师三幻,无情说法,无逢塔等,另有九十七种原乡,由侍者丹元所传 幼师与行司,怀让,神会,玄爵等四人并称为六祖门下之五大宗将,与神会同于北方弘阳六祖之禅风,而批评当时于南方,江西,产阳, 平常心事道,芝麻祖道一,并对南方禅者不重视经典而随意说法之作风于以驳斥,故于平日特别重视经律论与教学之言习 宋高森传卷九,景德传登陆卷五,传法正宗纪卷七,禅宗正脉卷二,三,八百一十七,八百八十二,唐代森 泉州,福建,仙游人,俗姓陈,属南越怀让之法系,又称至忠,九岁,亦说十五岁,十一归阳无乐出家,后在湘州,湖北,龙兴寺受巨族解,师曾参游诸方,后参业庐林之草安法义,并四其法。 在归归阳山时,市值会昌法难,受破还俗而逃难。 中和二年世纪,市寿六十六,皇位之传碑名,门下位之建东塔,与其师归阳无乐之西塔相望。 此外,师之法系传承,在景德传登陆,祖唐吉等诸禅吉中,各有一说。 景德传登陆卷八,卷二十三,祖唐吉卷十五,禅陵森宝传卷十,五灯会员卷十四,逝世一年陆卷五,批六千零三十一。 慧明,义乃智慧光明之义。 又作慧灯明,慧灯。 为智慧能破除迷惘,譬如灯火之驱除黑暗。 于经典中,慧明,义义,或止佛之智慧,或止比丘之智慧。 如大萨哲尼甘子所说经卷二,义成品,大九,三二四上,一切诸如来,说于智慧力,犹如下中日,亦如世间灯,能结烦恼海,照除无明暗。 中略,生死黑暗中,慧明能度比。 法华经卷四受学无学人济品,大九,三零中,世尊慧登明,我闻受济阴,经欢喜充满,如甘露见惯,心意华言经卷七十二,大一零,三九二中,慧登破诸案,中略,普渡群生迷有余,此慧登者之解脱, 即指佛智慧而言。 长寒卷之五种德经,大一,九六下,云和卫慧,佛言,若比丘以三昧心清静无慧,柔软掉浮,住不动处,乃至德三明,除去无明,生于慧明,灭于暗明,生大法光,出漏尽至,此即针对比丘智慧而言。 长阿寒卷十三阿摩咒经,二唐爱森,又作慧明,生族年不祥。 鄱阳,江西,仁,俗姓臣,魏臣轩帝之孙,曾受四品将军之绝,隶属诸位,故有将军之号。 幼年于永康寺出家,于高宗之室,头黄梅山五祖红忍,初无证悟,后闻大剑慧能得五祖一,乃涅脊椎,而于大于领慧之,陈六祖慧能之开释,遂了彻物本源,故改明道明,并拜六祖坐下三年。 其后居于圆州蒙山,巨图席禅,大宣慧能之旨。 历代法宝纪,曹熙大师别传,敦煌本六祖谈经,祖唐级卷二,宋高森传卷八,景德传登陆卷四,传法正宗纪卷六,三五代法衍宗森。 前唐人,俗姓讲,幼年出家,出席经教,长儿牧禅,立访明,月诸遵俗。 后于临川参业法衍文艺禅师,为九四祈法,遂隐于银水,浙江,大梅山。 时禅学虽甚,然多不服于古德一范,师欲诊而导之,乃迁于天台,说法响众,四方之宿屈之。 前唐中义王文齐道风,特言内殿语之论道,深得玄旨,两度命师驻西兹崇愿,杭州报恩怨。 于后州市宗显德年间,954、959,世纪,世寿七十余。 宋高僧传卷二十三,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五,武登会员卷十四,一千三百一十八,一千三百八十六,明代灵纪宗阳齐派僧。 台州,浙江,黄炎人,俗姓夏,亦说俗姓像。 好姓缘,别好幻影。 出家于宝官寺,后至近山参业元首行端,并四其法。 洪武五年,一千三百七十二,奉太祖之兆,于中山大宣宗法。 洪武十一年,住持杭州零四。 洪武十九年,施盟禅寿屋,有司未及机令,施及自投官府,当场宣法说计而泰然入计。 世寿六十九。 武登会员旭略卷四,南宋元明森宝传卷十一,增及旭传登陆卷四,旭世世姬古略卷二,五,一千八百五十九,一千九百三十, 清末明初森,福建厅周人,俗姓温。 法号元兆。 九岁于福建古山出家。 十九岁受巨族介于天台山国清寺,其后参学于护、杭之间。 三十二岁,开奖法华经与法语寺。 此后奖经法元盛盛,多奖于普陀山,天同寺,灵影寺三处。 诗善于说法,布置文具,而居处清俭,风格高超,一身立主参禅。 其法元之广,涉化之身,身或实贤尊养,为民国初年护航尊宿之一。 曾任杭州灵影寺住持十一年于。 民国十九年,世纪于灵影寺,世寿七十一,森腊六十三。 以有惠名法师开示录一书。 六,一千三百三十七,一千四百一十一,日本草洞宗森。 像摩,神奈川县,遭古人,俗姓藤原。 好了眼。 又由连仓建长寺,从建长寺之不闻气闻的度,乃便立诸方,先后参业永世寺之通幻祭灵,总持四之鹅山勺朔等禅灵尊宿,而于鹅山处或燃气雾,其后寺通幻之法。 立住总宁寺,总持寺,永世寺,龙泉寺等明察。 应勇元年,一千三百九十四,于向摩创建大雄山最臣寺。 晚年节安于大雄山下,应勇十八年世纪,世寿七十五。 四法者有少阳一元,大阳明宗,大纲明宗,吴吉慧彻等大德。 这有天同小参超点破,诸越二代鹅山和尚行使等。 洞上连灯陆卷三,严宝传灯陆卷八,本朝高僧传卷三十八,批六千零三十二。 会独门,智慧如独,即以独之损人,欲指以有漏,无漏之智慧来断除烦恼,称为会独。 盖菩萨之造论,为众生开启会门,学者医之研究,必能达大物之境界,犹如由伤口注入少量毒药,瞬间毒气便满全身,此毒气乃由独门而深入者,故以独门之作用比喻会门,即称为会独门。 据社论卷卷三十,大二九,一五九中,于此方于已略说,未开智者会独门。 据社论光纪卷三十,批六千零三十三。 慧照,六百五十一,七百一十四,唐代法乡宗森。 滋州滋川,山东滋川,人,姓氏不详。 又称滋州大师。 扫姬景慧,十五岁出家,如法修身不为戒律,识人以,找蛇离,称之。 初从玄葬寿瘦学,后转一窥姬席学为时,能深入唐奥,得其真传。 窥姬世纪后,原策者为时论书反驳窥窥之说,诗乃转成为时论了意登破斥其说,以显法相知实义。 曾先后参与异境,菩提流至之一场,并认正义,多所勘证。 幼者有能显中编绘日论四卷,英明入正理论一转要一卷,论述法相较义,使该宗达于最盛时期,令者有金光明最盛王经书六卷,法华玄赞一绝一卷,英明入正理论一断一卷等。 与盔基,智州合称为为十三卒。 开元二年世纪,世寿六十四。 宋高僧传卷四,开元世教路卷九,六学僧传卷二十三,玄奘三藏师资传从书卷下,批六千零三十四。 惠空,一千六百四十四,一千七百二十一,日本真宗大古派第一式讲师。 靖江国野州郡人,俗姓川纳边。 浩光远房,秀光堂。 十八岁登比瑞山,研究天台教理三年。 后归乡里,岳自宗之章书。 魏九,入京都随缘至学宗臣。 严保八年,一千六百八十,受门徒之请,住京都西福寺,开席讲说,听众颇多。 正德五年,一千七百一十五,任讲师职,集地仪式讲师。 想保六年世纪,世寿七十八。 这有无量寿经开义六卷,阿弥陀经义药四卷,法式赞丛林义卷,观念法门丛林义卷,班周赞丛林义卷等。 批六千零三十四。 慧永,五百一十五,五百八十三,南朝梁,陈时代森。 又称法永。 乔国龙抗,安徽怀远龙抗籍,人,俗姓桓。 其兄义出家,法号慧聪。 师又从阳兜林义四之则法师出家。 父从敬仲四之风律师受巨族戒,学识颂律。 继旧龙光四之僧措,剑园四之法宠,习学成识论。 三十岁开习宣扬成识论。 太平二年,五百五十七,梁王,师注射山止观寺,从森全授业。 陈代天家五年,五百六十四,受文帝之请,于太极殿讲说,称寓一时,驻大禅众四达十八年。 所造之讲堂称为班若堂。 宣讲华严经,涅槃经,方等经,大吉经,大品班若经,大制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数十遍。 于智德元年世纪,世寿六十九。 旭高森传卷七,批六千零三十四。 惠南,一千零二,一千零六十九,宋代禅僧。 灵纪宗黄龙派之祖。 姓周玉山,江西上饶,人,俗姓张。 扫西如叶,博通经史。 十一岁从定水苑至鸾出家,十九岁受聚足解。 遍参七贤臣氏,云峰文月,石双楚园等诸宿,结蒙气许。 后于同安苑开堂说法,四众归区。 为九一至归宗寺,因堂雨突遭火灾,全寺敬毁, 遂蒙冤作欲,立者百端求戏,而诗宜然饮酒。 久而后赦,乃退居黄埔,于西上筑基翠安, 四方皆种而至,受请至黄龙山崇恩苑, 大镇宗峰,遍及湖南、湖北、江西、敏月等地, 此一系统乃未成黄龙派, 日本灵纪宗之祖荣熙及元出此一流派。 诗美以公案广度四众, 市中常设,佛守旅角生元, 三转语以堪宴学人, 三十余年先有气其指者, 试称,黄龙三观。 诗驻黄龙时,法习鼎盛, 直追马祖,百丈。 于宋西宁二年入祭,试寿六十八。 试称黄龙惠南, 徽宗大观四年,一千一百一时, 追士,普爵禅师。 已有黄龙南禅师语录, 语药,书齿吉等各一卷行事。 门下之会唐祖星, 宝峰克文, 乐坛红英等皆持名禅林。 旭传登陆卷七, 禅宗正脉卷十七, 武登岩筒卷十七, 士士姬古略卷四, 批六千零三十四。 慧威,六百三十四, 七百一十三, 唐代森。 天台宗第七祖, 义说六祖。 又称慧威。 乌州东阳, 浙江, 人, 俗姓流。 又年出家, 受聚足解。 后礼叶静云之智威演习天台之学, 顿悟三观之法, 识人遂矣, 小威, 忽知。 初居京师天宫四时, 士人称为天宫尊者。 后归东阳, 山居觉人士, 而登门求道之士人不觉于途。 高宗时, 与智威同位朝散代府四大师。 于开元元年世纪, 士寿八十。 左西尊者玄朗为其四法弟子。 后吴岳望赤赐, 全真尊者, 知世好。 宋高僧传卷六, 佛祖统计卷七, 卷三十九, 批六千零三十五。 惠思, 五百一十五, 五百七十七, 南北朝时代之高僧。 五经, 河南上菜, 人, 俗姓礼。 士称南粤尊者, 斯大和尚, 斯禅师。 为我国天台宗第二代族师, 一说三祖。 自幼归佛乐法, 心爱法华经, 曾持经入种中读诵, 独必深受感动, 对精涕器, 炫梦普贤菩萨摩顶而去, 由此, 顶上碎龙其肉计。 年十五出家, 后参业和南会文禅师, 得受观心之法, 曾因凯探须受法碎, 放身已毕, 碎豁然大悟, 生得法华三昧。 乃最早主张佛法之衰违及末法时期者, 故确立对阿弥陀佛与弥勒佛之信仰, 注重禅法之践行, 亦注重义理之推究。 北齐天堡五年, 五百五十四, 师至光舟, 不分远近, 为众演说, 长达十四年之久。 其间声闻远播, 学徒日盛, 及其德望或傍南是非者盛多。 又师于河南南部之大苏山传法语至义, 至义为师之众门帝中最为杰出者。 陈代光大二年, 五百六十八, 驶入湖南横山, 南岳, 悟三身行道之, 蒋炎一圣, 居止十年, 岁有, 南岳尊者, 之称。 备受宣帝礼遇, 尊称, 大禅师, 顾思大和尚, 又称思禅师, 盖基于此。 太监九年, 艳然而化, 世寿六十三。 著作多半由门徒笔记整理而成, 如法华经安乐行一一卷, 诸法无证三昧法门二卷, 大臣止观法门四卷, 四十二字门二卷, 受菩萨界一一卷等。 自传者有南岳思大禅师立世院闻一卷。 旭高僧传卷十七, 弘赞法华传卷四, 佛祖统计卷六,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七,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一, 批六千零三十五。 会持三百三十七, 四百一十二, 东静森, 燕门楼帆, 山西县, 人, 俗姓甲, 为庐山会远之地。 少聪明, 能通经史, 有文才, 年十八与兄同一指道安出家。 便学三藏, 并集外典。 后与兄贡入庐山。 因故曾至今师建康, 南京, 驻东安寺, 颇见重于敬卫军狼牙王司马巡。 十森加罗插扇宋寺阿涵, 王乃请初中阿涵, 令师特为孝文详定。 后海山, 讲说法华经, 阿皮谈论。 静隆安三年, 三百九十九, 闻八属有额眉之圣, 异欲观瞻, 遂西行至成都, 指龙渊经舍, 大红佛法, 目其得者, 皆望风推幅。 有身堂者, 号, 登龙门。 一夕八年世纪, 世寿七十六, 临终时一命弟子曰, 大五灵, 三六二上, 经言, 戒如平地, 众善游身。 乳行, 柱, 坐, 卧, 以其井栽。 梁高森传卷六, 世事击骨略卷一, 世事通剑卷三, 佛祖统计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批六千零三十六。 慧流, 因智慧能喜鹊众生烦恼之构染, 而以流水为辟欲, 故称慧流。 又智慧如干露水, 能滋养众生成长菩提心, 周遍一切众生无有止境, 如泉水之初, 魔所间断, 故称慧流。 咸鱼精卷二, 大四, 三六零下, 佛日初初, 慧流照润, 批六千零三十六。 慧聚, 以慧智慧能照破无名之案, 使众生之小道徒之显难, 而以登具慧欲, 故称慧聚。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一, 大一二, 四九零上, 如于佛性游慧明了, 我有慧聚能慧照明。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二, 二高丽道封山法眼宗之国师。 唐末五代十之森, 身足年不祥。 来我国跟随法眼文艺修行而得悟, 后高丽国主浅世来请, 遂回故地。 以后我国法眼宗虽见衰微, 而高丽法眼宗却兴盛一时, 皆会具影响所致。 景德传灯陆卷二十五, 五灯盐筒卷十, 三系民国五十年, 一千九百六十一, 十一月由周宣德, 詹力五所创办之佛教阅堪。 创堪宗旨为, 研究佛如学术, 发扬中华文化, 进化社会人心, 接引海内外学佛青年。 堪行地区广吉亚, 欧、澳、美等诸大洲。 现任发行人, 主编分别由刘胜卿、 陈家珍担任。 P6037 会约,452、535, 南朝梁戴森。 东阳乌商,四川, 人,俗姓楼。 自得宿。 十二岁及遍礼塔庙, 前究经典。 刘宋太史四年, 468、17岁, 于东山寺出家。 诗室慧敬。 其诗室继后, 未尽心丧之礼, 乃妻指山颜, 松竹未识。 后应其中书郎周瑜之寝, 住持中山草堂寺, 朝贵也贤如竹渊, 王简等, 皆策席家里, 亦交请开法, 使蒋敬明, 圣满, 法华, 大品般若诸经。 所居之处, 灵异旅见。 梁武帝曾从诗寿菩萨界。 大同园年八月, 劝众, 勤修念会, 勿起乱想, 严必合掌入计, 试寿八十四。 赤葬鱼至宫塔之佐, 赠号, 智者。 旭高森传卷六, 批六千零三十七。 慧院, 六百七十三, 七百四十三, 唐代森。 经兆, 陕西, 人。 诗是华言宗三祖法藏, 深究华言, 为同门之上首。 曾继续法藏, 未完成之著作华言经之略书, 而传续华言经略书, 刊定继十五卷。 虽述法藏之说, 然时参己见而易于其诗, 之后, 清凉国诗成观作大书超百卷逐一破斥会愿之思想, 遂被逐出列祖之统。 诗对新义华言经以论理之观点理解, 并以为诗等立场批评之, 故颇受现代人之重视。 其学说与华言宗之传统说法最大分歧处及其叛教说, 将法藏之小、始、终、顿、缘之、五教、 说废除、令利弥真义直、真义分半、真义分满、真聚分门等、四教, 将佛教教义概括在四教之中。 幼至眼, 法藏两代相成之时玄缘起说, 智慧愿时, 亦改作十种德相和十种业用两种。 令这有心义华言音义二卷, 即心义大方广佛华言经音义之略称, 是称慧愿音义。 华言经书卷二, 宋高僧传卷六, 六学僧传卷二十三, 真元心定是教目录卷十四, P6037。 慧愿音义, 凡二卷。 唐代慧愿传。 本书就心义大方广佛华言经八十卷中之南自家以注音示义。 为心义大方广佛华言经音义之略称。 又作心义华言经音义, 华言经音义, 一切经音义。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四册慧灵音义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三。 慧愿为贤首大师法藏之弟子, 深究华言宗义, 故有音义之作, 此书附有华言经中泛语之正义及略解, 其中, 为说明义语之字音, 字译, 引用之书目甚多, 除内典外, 上采用较外典籍, 如论语, 孟子, 义经, 上书, 老字等, 即诸家之著本, 历来各类型音义词书, 反百余种, 为研究考证, 训谷, 身运等学者所侵奉之书。 后会灵传一切经音义, 义采取其法。 诵高僧传卷六, 真元新定世教目录卷十四, 诸宗章书录卷一, 参阅, 新义大放广佛华言经音义, 五千四百七十一, 批六千零三十八。 慧晨, 五百五十五, 六百三十, 随唐时代僧, 徐州鹏臣, 江苏同山, 人, 俗姓刘。 十二岁, 从书祖志强出家, 志强曾仁广陵大森镇。 十六岁, 于阳都庄严四厅至讲成识论, 并受据足解。 后受随代禁王阳广之请, 入驻江都会日道场。 大业六年, 六百一时, 入东都四方馆, 任大讲主。 于东都圣宏讲学。 唐代武德初年, 祝圣光寺。 武德八年, 六百二十五, 高祖行侍殿之礼, 规定道, 如, 佛之顺位, 师岁于道士李仲卿, 攀诞奏等展开佛, 道论战。 于征观四年世纪, 适寿七十六。 旭高森船卷二十四, 批六千零三十八。 惠哲, 以五百三十九, 五百九十七, 随代森。 襄阳, 湖北, 人, 俗姓赵。 十度红朗, 操业清远。 先后从森镇穹宫, 新皇道朗学习, 识人呼卫, 向王哲。 后驻望楚山光浮禅房下之龙泉寺, 以弘法为物。 开皇十七年世纪, 适寿五十九。 旭高森船卷九, 适寿六铁卷十, 二, 一千九百四十八, 台湾苗栗铜锣人, 俗姓李。 新竹女中毕业后就读于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第二届, 后又进入辅仁大学深造。 毕业后历任台北至光商执教师, 教务主任。 民国七十一年, 一千九百八十二, 出任该校校长。 批六千零三十八。 汇丰, 一千九百二十, 一千九百七十三, 河北阮县人。 法名人校。 民国二十七年, 一千九百三十八, 李庆一法师出家, 四年于哈尔滨吉乐寺 谭虚大师座下授具足解。 曾于班若四级战山寺等佛学院任教术宰。 民国三十七年来台, 驻西基隆月眉山林全四级新竹湿头山源光寺。 四十一年浊西台南, 常赴各大寺院主持佛经讲座。 四十三年, 在台南创建湛燃经社。 四十八年春, 于高雄大港山东路新建法华经社, 演观经修三年于。 毕生红法华众, 受律传戒, 得御圣龙。 六十二年十二月世纪, 释寿五十四。 湛燃经社位于台南中义路, 原为明宅市之鸿法道场, 民国五十六年拆建位宫殿市三楼四宇, 并更名为湛燃寺。 P六千零三十八。 会晤, 九百一十六、九百七十四, 五代曹洞宗森。 静安、福建、 人、俗姓和。 好充序。 自幼即不如婚姓, 适至出家。 遂登古山一神燕国师替度, 得法授祭。 年二十四, 于洪州封城为众开眼, 时称, 小长老。 后州显得年间, 九百五十四、 九百五十九, 师应世宗之请住持光幕寺, 后天于庐山开仙寺, 年居。 于精灵静德寺, 具图说法, 文明侠尔。 送开宝七年, 一说八年, 世纪, 世寿五十九。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一, 增定佛祖道尹卷三, 虚云, P六千零三十九。 慧根, 梵语Prach, Indria, 巴黎语Poindria, 为二十二根之一, 五根之一。 观达真理, 称为慧, 智慧具有照破一切, 生出善法之能力, 可成就一切功德, 以至成道, 故称慧根。 大乘一张卷四, 大四四, 五五五下, 严信根者, 于静决定, 明知为信, 信能生道, 故名信根。 忠略, 严慧根者, 于法官达, 目之为慧, 根痛前世。 杂阿含经卷二十六, 据舍论卷二, 参阅, 五根, 一千一百三十七, P六千零三十九。 慧舍, 一北朝北未森, 将周, 山西, 仁, 俗信阳, 身足年不祥, 又出家, 日诵数千言。 曾驻麦基山时事, 甘肃天水东南, 这百法论超。 富智蜀, 以法驱沙树氏妖猴, 四众清净。 后还弃于中条山竹林经舍, 这有为摩搜为济略科, 班若新经超, 无常经真解, 四分律科等数十种, 然经多以散失不传。 晚年归降周, 世纪前, 主界门人可三分齐驱, 一头水, 一植锅外, 一随微镜, 雾塔雾名, 以为佛界, 即焚化后, 或设立百余利, 舌不坏, 色如黄金。 二, 七百四十一, 八百二十二, 唐代牛头宗僧, 惠姬人, 俗姓谢, 为东敬谢安之后代, 师但博明利, 不为戒律。 大力, 七百六十六, 七百七十九, 初年, 于精灵庄严四域牛头山中禅师, 岁师是之, 并得心指。 其后五十年中, 大洋牛头宗峰, 问道者云集。 长庆二年世纪, 适寿八十二。 宋高森船卷二十九, 批六千零三十九。 慧海, 一遇指智慧生广如海。 英明入镇理论书序, 大四四, 九一中, 亦慧海于深中, 耸一山于奥府。 二, 五百四十一, 六百零九, 随代森。 清和五成人, 俗姓张。 幼籍出家, 诗事业都广国四窘法师, 寿涅盘, 伦家等经, 会变过人, 众所轻浮。 后又从青州大业寺到游寿摩喝眼, 皮坛等。 北州大象二年, 五百八十, 创立安乐寺, 修净土观法。 时有其周森道全基来无量受佛之画像, 犹事理颤苦修, 发愿往生。 随大业五年世纪, 世寿六十九。 续高森传卷十二, 往生即卷一, 三, 五百五十, 六百零六, 随代森。 鱼香, 山西, 人, 俗姓张。 少依谈言出家, 十八岁即能讲说涅槃经。 受巨族戒后, 转好禅记, 隐居福独山。 北州灭北齐时, 诗隐顿入城, 随心, 陈安公主为师建立竞法四于都义, 诗于此部作讲说, 享誉一时。 大业二年世纪, 诗寿五十七。 续高森传卷十一, 四唐代森。 建州, 福建, 人, 俗姓诸。 申族年不祥。 诗称大诸和尚, 大诸慧海。 一月周, 浙江绍兴, 大云四道治法师出家, 初学经教集有所悟。 后游诸方, 参业马祖道一, 马祖约, 大五一, 二四六下, 自家宝藏不顾, 抛家散走做什么, 诗于言下自食本性, 遂是马祖六载。 转有顿物入道要门一卷。 被窃成马祖, 祖赞曰, 岳洲有大诸, 原名光透, 自在无遮障, 此即大诸和尚明之由来。 悟道之后, 归返岳洲产阳产止。 祖唐吉卷十四, 景德传灯陆卷六, 连灯会要卷五,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四, 五, 一千六百二十六, 明末清初灵济宗森。 厄州, 湖北, 富川永全人, 俗姓谢, 自睡见。 又称沙翁, 御守, 御人。 二十岁, 投其春, 湖北, 报恩四体荣出家, 父从静山沸影通荣受聚足解。 先后参寇玉林通秀, 万如通为, 牧尘道吻, 独观行径。 三十三岁, 陈寺独观之法。 其后, 立住荆州铁佛寺, 天王寺, 扬州的藏寺, 俄州黄龙寺, 汉阳七贤寺, 嘉兴广惠寺。 已有天王水建海和上六会路十卷, 五会路六卷, 天王水建海和上住荆宿与路三卷。 六会路父玉守自传, 天王沙翁和上济略, 金宿路父玉人自传, 五会路父天王和上行路, 批六千零四十。 慧能, 六百三十八, 七百一十三, 唐代森, 又座慧能。 我国禅宗第六祖, 号六祖大师, 大剑禅师。 祖籍范阳, 河北, 俗姓卢, 生于南海星星, 广东。 据六祖法宝坛经行有品载, 其父枣王, 家平, 长彩星及水以奉寡母。 一日复星至世, 文刻读诵金刚经, 星及开悟, 十五祖红忍住其周黄梅之东禅院, 法门甚甚。 师乃前往拜也。 五祖试问其所来及欲求何物, 师达约, 大四八, 三四八上, 弟子是领南星周百姓, 远来礼师, 唯求作佛, 不求余物, 五祖未, 辱是领南人, 又是列, 一作各, 聊, 若未堪作佛, 慧能对约, 人虽有南北, 佛性本无南北, 列, 一作各, 聊身与和尚不同, 佛性有何差别, 五祖经义其秉性非, 非凡, 岁时入对房冲米, 历八月, 一日, 五祖令众人各述一记已传一授法, 上座神秀岁于碧郎书记曰, 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事, 勿使惹尘埃, 诗文之, 为此记未见本性, 岁请一同子带于碧监一书一记曰,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五祖文之, 时其为真能传大法者, 乃夜照师入世, 前受依法, 并且其连夜难归, 隐于四会, 怀疾之间。 一凤元年, 六百七十六, 至南海, 玉印宗法师于法姓寺, 岁一之出家, 受据足解。 一年, 移住于韶阳曹西宝陵寺, 弘阳, 直指人心, 见信成佛, 知顿悟法门。 与神秀于北方所唱之见悟法门相对, 史称,南顿北见, 南能北秀。 其弟子法海将其教说会编成书, 明,六祖法宝谈经, 盛行于世, 为后来禅宗之宗经。 后应赐使为巨之请, 于大范寺树立法状, 为九归曹西, 红布大法, 道俗归崇。 神龙元年, 七百零五, 中宗派遣内侍薛简兆师至经师, 师称及故辞魏王, 帝乃赐摩纳加沙吉律等物, 并赐改保零四位, 中兴四。 三年, 更赐, 法权四, 鹅。 师又曾舍宅为国恩寺, 先天元年, 七百一十二, 命门人于寺内建立报恩塔。 一年七月, 归返国恩寺, 八月世纪, 世寿七十六。 师肉身不坏, 弃惊人存, 归庭曹西。 献宗十四号, 大剑禅师。 宋太宗太平心国年终, 九百七十六, 九百八十三, 家世, 真宗禅师, 后尤仁宗十号, 普爵禅师, 神宗赐, 原名禅师, 之世号。 一路有六祖坛经一卷, 金刚金口诀等。 其中六祖坛经出有法海及录师之语药, 后人多所劫略, 未能见祖义之全貌, 原代得意乃探求诸方, 得其全文。 至元二十八年, 一千两百九十一, 宗宝重新教队三种译本, 正其而误, 详其劫略, 增补弟子之请义基元而语应行, 经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 师之四法弟子四十余人中, 以合则神会, 南阳会中, 勇家玄爵, 清元行司, 南越怀让等罪者, 开后世灵纪, 曹洞等五加七宗之禅。 佛祖统纪卷二十九, 宋高僧传卷八, 景德传登陆卷五, 武登会员卷一世世纪古略卷三, 传法正宗纪卷六, 批六千零四十。 会基, 四百一十二, 四百九十六, 南朝僧。 前唐, 浙江, 仁, 俗姓吕。 幼时依止阳都只还四会议, 十五岁出家, 研习群经, 经苦力行, 后从西域森加拔摩碳纠缠绿。 年二十寿巨族戒后, 即四方游历访施, 身严法华, 思义, 维摩, 金刚, 班若, 圣满等经。 东归前唐后, 便历三无, 浙江一带, 宣讲经教。 刘宋太宗曾浅使迎请, 师却称极不行。 然其德则被米三无, 御池海内, 赤任森阵。 其见五三年世纪, 世寿八十五。 这有法华义书三卷, 问训义序三十三科, 注意教经。 梁高僧传卷八, 佛祖统计卷三十六, 法华义书卷二, 吉藏, 批六千零四十二。 慧祭八百四十九百一十六, 唐末五代禅僧, 与为山林又同位为养宗之祖, 又称养山慧祭养山禅师, 韶州怀化, 广东广州, 人, 俗姓也。 自幼欲出家, 父母不许, 后段两旨以明治, 十年时期, 乃伊南华四通禅师替度, 未受巨族借及四出游方, 出餐业单元应征, 既勿选址, 既扣访为山林又, 岁登堂奥, 的传奇新印。 后更往江陵寿界, 深探绿藏, 又参访岩头全, 不久又回维山, 直逝林又前后十五年, 后祭祀维山之法, 迁居江西养山, 学徒聚集, 圣观一方, 是称养山会祭。 一日, 有伊范森来东土, 为大四九八四陵上, 特来东土李文书, 却遇小世家, 后岁有, 养山小世家, 之好。 师资相成, 别开一派, 即为养宗。 师平时常以首饰起物学人, 称为养山门峰。 后千江西观音院, 后梁真明二年赴千韶州东平山, 同年世纪, 世寿七十七。 一说唐中和二初, 八百八十三, 或大顺二年, 八百九十一, 世纪。 世号, 至通禅师。 宋高僧传卷十二, 景德传登陆卷十一, 传法正宗纪卷七, 五登会员卷九, 佛祖历带通载卷十七, 世事基古略卷三, 祖庭试院卷七, 批六千零四十二。 慧朗, 一六百六十二, 七百二十五, 唐代僧。 为南山律宗道宣法系第四事。 新定岁安, 浙江, 人。 为出家前即信奉佛教, 常不辞劳粹, 四出求法。 二十二岁, 逢南宗顿教禅僧之指示, 乃往天台山, 图中寓一老僧, 为其开释新药, 施或燃物本源, 遂七零也参修, 经数年, 始归故意, 寄居会安寺。 景隆年间, 七百零七, 七百零九, 鼎呼涌现神光, 迎照数十里, 众皆其之, 请登法席, 演说法药。 开元四年, 七百一十六, 施乃一光周到暗剔度, 并受巨足解。 施九姬敬夜, 曾有山岭震洞, 大规成祥之灵记, 四方学禅观者, 皆云集于此。 开元十三年, 是寄于龙兴寺, 是寿六十四。 宋高僧传卷八, 二堂末五代僧。 申足年不祥。 为雪峰一存之法系, 常庆慧伦之法寺。 为同门中之翘楚, 通称为, 朗上座。 闭言鹿第四十八则, 大四八, 一八三下, 朗上座吃雀昭犯了, 曾驻福州, 福建, 报祠院。 景德传灯鹿卷二十一, 武登慧圆卷八, 批六千零四十三。 慧敬, 五百七十八, 唐代森。 真定, 河北, 人, 俗姓房。 十四岁出家, 研习大制度论及其余经部。 为九, 从至念习学杂阿皮弹心论, 大皮婆沙论等。 博通经论, 有辩才, 能诗文。 贞观二年, 六百二十八, 诗参语一经, 受大庄言论, 众传书, 乌三十卷。 由世名声大洋, 房玄陵等称诗为东方菩萨。 贞观十年, 于经诗祭国四开讲席, 王公式夫云集。 十三年, 太宗集诸幻成集三教学士于宏文殿, 请诗开讲法华经, 诗有道士蔡晃, 好论独高, 帝乃下令浅于抗论, 诗遂斩无碍辩才, 大错道门之锐。 佛法能胜于堂, 慧敬之功不可没。 后任普光寺住持, 常以妙音导士群生。 十九年, 玄藏从西域返唐, 赤诗参语一经, 诗已并未复, 十年六十八。 其后, 世纪不详。 这有于蓝盆经书, 弥勒成佛经书, 杂心论书, 巨舍论书, 诗英华, 金刚班若经著书, 人王班若出药赞等十余种。 旭高森传卷三, 佛祖统计卷三十九, 批六千零四十三。 慧求, 疑四百三十一, 五百零四, 南朝留宋时代森。 福丰郡, 陕西京阳, 人, 俗姓马。 十六岁出家, 从学于荆州竹林寺之道心。 寄入香州陆山寺专修禅道。 赋语同学会度入京师资访经典。 后往彭尘, 从森渊学陈时论。 大明六年, 四百六十二, 归返荆州讲说义学。 南朝齐代中兴元年, 五百零一, 任荆州僧主。 南朝梁代天间三年世纪, 世寿七十四。 梁高僧传卷八, 二。 九百一十三, 唐末五代僧。 泉州莆田, 福建莆田, 人, 姓氏不详。 又称中塔和尚。 于归山出家, 为玄沙师辈之法寺。 师辈世纪后, 继之主持福州沃龙山安国院。 于五代后良甘化三年世纪。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一, P六千零四十三。 惠里, 靖戴森。 西印度人。 生族年不祥。 于贤河, 三百二十六, 三百三十四, 初年来中国, 初驻杭州时, 见其地山严秀丽, 遂见灵鹫, 灵影二沙。 诗长燕座于盐中, 故事人称其处为李公盐。 世事鸡谷略卷寺, 浙江通至, P六千零四十四。 惠角, 四百九十七, 五百五十四, 南朝梁戴森。 上渝, 浙江, 人, 姓氏不详。 祝惠鸡, 浙江绍兴, 嘉祥寺。 学通内外, 薄揪金律。 春夏二季以红法为物, 秋冬则前新著述。 以宝畅所传之名僧传有杜传之师, 乃搜罗诸鹿, 广寻故老, 于梁天间十八年, 五百一十九, 这高僧传十四卷, 是称梁高僧传, 为我国第一部有戏统之僧传。 所创僧传体力, 为后世所依。 承盛二年, 五百五十三, 碧侯景之乱, 西至盆城, 江西九江。 四年二月入祭, 世寿五十八。 令这有饭网经书, 涅槃义书十卷等。 梁高僧传卷十四, 续高僧传卷六, 历代三宝伎卷十一, 批六千零四十四。 慧眼, 范语Purch, CAKS。 指智慧之眼。 唯二圣所正之眼。 唯三眼之一, 五眼之一。 勒之诸法平等, 信空之智慧, 故称慧眼。 因其照见诸法真相, 故能度众生至彼岸。 大智度论卷三十三, 大二五, 三零五下, 为十相顾求慧眼, 得慧眼, 不见众生, 静灭一亿相, 舍离诸者, 不受一切法, 智慧自内灭, 是明慧眼。 唯魔经卷中, 六十华严经卷一无量寿经卷下, 思义经卷三, 大臣一章卷二十, 参阅, 三眼, 六百一十六, 五眼, 一千一百五十一, 批六千零四十四。 会通, 一静末, 南朝时代僧, 身足年不祥。 观中人, 住长安太后寺, 书时持咒, 持送增一阿涵。 从梁州, 甘肃, 会少禅师受禅法。 后于禅定中见阿弥陀佛来迎, 初告同学, 安然而化。 往生即卷一, 二南朝流宋僧。 佩国, 江苏, 人, 俗姓流。 住至臣寺, 与豪贵名士徐湛之, 袁灿等交由。 并深受孝五帝之礼众。 诗者有大品般若经, 圣蛮经, 杂阿皮谈心论等之著书, 即博仪夏论, 显政论, 法性论, 遥相纪等。 余申明年终, 477、479, 世纪, 世寿六十三, 六学僧传作年六十二。 梁高僧传卷七, 三流宋, 南齐时代僧。 流宋元家年终, 424、 453, 驻寿春, 安徽寿县。 依时与俗仁童, 能预言将来, 美多灵验。 自称正散其, 然众莫能时。 后至江陵, 更多一行。 于南齐永元元年, 499, 世纪, 然传位后父友仁见之。 梁高僧传卷十, 四, 1431、 1501, 明代僧。 建宁正和, 福建正和, 仁, 俗姓少。 自大禅。 为天界中禅师之法四。 成化九年, 1473, 至燕京弘法。 中观黄高为师建四安住, 上奏赐明, 正法。 后还驻军风。 于弘至十四年世纪, 世寿七十一。 武登会员序略卷七, 批六千零四十四。 慧至, 唐代僧。 其父为印度婆罗门种, 于初始汉的图中生慧至。 少儿精情, 有初俗之志, 奉赤出家。 通达汉汉之语, 当地婆赫罗, 提云若纳, 宝思维等一经时, 师皆奉赵正义。 则天武后常寿二年, 六百九十三, 于东都佛受祭祀翻译赞观世音菩萨送一卷, 后不知所终。 宋高僧传卷二, 六学僧传卷二, 批六千零四十五。 慧至, 随代僧。 盈州, 河北, 人。 身足年不祥。 出游学业都, 听讲涅槃经, 贯通经义, 美能言论, 见解独到而态度从容温婉, 甚为同习诸贤探养。 北周王石, 奔赴南方。 至随是定天下, 中原安泰, 师住于光明寺。 仁寿年间, 六百零一, 六百零四, 奉赤遣诵设立至荆州大兴国四龙前道场及吉州发蒙寺, 于此二寺均是县瑞乡, 师乃顶礼描绘之。 后世寄于其住处。 旭高森船卷石, 适适六铁卷石, 批六千零四十五。 慧然, 义堂代灵纪宗森。 申足年, 及贯皆不祥。 驻郑州, 河北, 三圣院, 事称三圣慧然。 德灵纪一玄之指, 其后便立诸方, 曾至阳山, 又参德山宣建, 雪峰一存诸诗。 受一玄副主, 编辑郑州灵纪会照禅诗与陆一卷。 景德传灵陆卷石二, 连灯会要卷石, 五灯会员卷石一, 二, 一千六百九十三, 一千七百六十四, 日本真宗大古派第二世讲师。 和全海东山专称寺第八世主持。 慧名义荣, 自海东, 浩华藏安。 十九岁游京都, 二十一岁入慧空讲师之门, 深究宗臣。 三十七岁任讲师, 及第二世讲师。 于宝利十四年世纪, 世寿七十二。 四号, 全律师, 四号, 湘延院。 门下有慧号, 慧玲, 随慧等。 这有安乐集圈姓义一卷, 义美起请文养姓义略一卷, 净土真宗学归一卷等数十本。 P六千零四十五。 慧玲, 亦南朝流宋森。 秦县, 陕西, 人, 俗姓流。 道渊之弟子。 学通内外, 游善老庄, 好于校排斜, 长于著作。 卢江王义真剑之于文帝, 圣的宠信, 实语议论机密, 有黑衣宰相之称。 索这白黑论, 君善论, 批评当时般若本无之说, 以为, 大五二, 一八上, 折毫空束, 无伤垂英之貌, 堆财虚空, 无损轮换之美, 抨击宗教虚构, 以为, 大五二, 一八中, 孝神光无尽寸之名, 燕灵便无欠戒之时。 忠略, 诸若此类, 皆为于事不服。 认为佛教用净土, 地狱之说又引威吓民众, 揭露寺院僧侣追求豪华, 结党淫私, 主张废鬼神之说, 做修立谦善之事。 诗之批判佛教, 为众所厌弃。 然由于文帝之庇护, 得免被逐出僧团, 后处罪折配交周。 红明集卷寺, 梁高僧传卷七道渊传, 二, 七百三十七, 八百二十, 唐代西明四僧。 西域书勒国人, 俗姓陪。 诗世不空三藏, 内持密藏, 外揪儒学, 精通声明与训谷之学。 引用自灵, 自统, 生类, 三仓, 切运, 玉篇, 诸经, 杂史, 并参合佛意, 详查是非, 转成一切精英一百卷, 事称惠灵英译。 据宋高僧传卷五载, 其成书年代为真元四年, 七百八十八, 至元和五年, 八百一十, 历时二十余年。 元和十五年世纪于长安西明寺, 世寿八十四。 所者之一切精英译于大中五年, 八百五十一, 奏请入葬。 此外并者有心及预像以轨异卷, 建立曼陀罗及简则的法异卷等书。 一切精英译序, 六学僧传卷十四, 参阅, 一切精英译, 十八, 三, 一千七百一十五, 一千七百八十九, 日本真宗大古派第三世讲师。 一世国范南郡西红寺住持。 自曝玉, 又做怀玉, 子玉, 浩归陵, 亦称佛成房, 佛成房。 九岁出家, 出明慧空。 后头京都慧然门下寿宗学, 言解惊情, 喊能匹笔。 保利五年, 一千七百五十五, 任你讲。 明和二年, 一千七百六十五, 生四讲。 年五十一任第三世讲师。 宽镇年五月世纪, 世寿七十五。 世号, 李刚苑。 这有大无量寿金冠宗纪八卷, 净土论著一号超十卷, 往生要吉录九卷等书。 P六千零四十五。 慧号, 一千七百八十四, 日本真宗大古派之四讲。 大振刑寺主持, 又称述法安。 保利五年, 一千七百五十五, 下人辽司, 七年秋任你讲, 明和三年, 一千七百六十六, 任四讲。 天明四年世纪, 世寿不详。 P六千零四十六。 慧超, 一四百七十五, 五百二十六, 南北朝梁戴森。 太渊, 山西, 人, 俗姓王。 勇家之乱, 欲居襄阳, 又吉荣止安详, 进退何度。 七岁一潭西四慧景出家, 四年, 从森重禅师席定业, 十二岁又从他森学三玄。 后随智秀听经论, 赴随之入经义, 著于零根寺。 并从法常寿巨族戒, 宋戒不迎二日, 听律未满两遍, 即能识文之义, 勒达其欠密之指。 智秀世纪后, 赴一至藏问学, 游世明正经义。 五帝赤认为, 寿光殿学士, 又赤令与森家婆罗共义阿玉王金。 后旅应请出京洪化, 学者称永不绝。 普通七年入计, 逝寿五十二。 旭高森传卷六, 逝世要揽卷下, 而五百二十六, 南北朝梁戴森。 赵俊阳平, 山东, 仁, 俗姓连。 出生之戏, 神光照世, 幼儿俭尽寡欲。 八岁出家, 从林兹建安寺会通问学, 后广听诸方之讲习, 博通内外群经, 尽其生意。 未酒, 游化江南, 驻于南寺, 参访众师, 该通涅盘, 无量寿等经。 师内修戒得, 外岛群伦, 所化之处常显灵异。 此外, 师又擅长草栗, 占卜, 星象等诸数。 梁初, 受森镇之职, 天坚, 五百零二, 五百一十九, 年终, 五帝从之受戒法。 普通七年五月世纪, 世寿不详。 旭高森传卷六, 三, 五百四十六, 六百二十二, 随末堂出森。 丹阳健康, 江苏江宁, 人, 俗姓审。 初以诵法华为悟, 后从慧思禅师学天台三观一臣之法, 与智者, 命功等同修慧业, 久之, 再入嵩山前修。 后卫随太子杨永礼仲, 遂居定水寺, 又宜住物贞, 禅定等沙, 其后立祠海山。 唐朝兴后, 更名重当时。 武德五年世纪, 世寿七十七。 弟子尊其遗嘱, 漏海依悦而颜色不变, 地遣人往世, 诗之遗体人端拱如生。 旭高森船卷二十九, 四堂代新罗森。 年二十来堂。 开元七年, 七百一十九, 金刚至等来中土, 会超乃就近诗试之。 后航南海, 由印度, 变探圣宗, 开元十五年, 使归安息。 二十一年, 七百三十三, 正式入金刚至之室, 从学八年, 开元二十八年, 金刚至于长安建福四义大臣于家 金刚姓海曼书是立千碧千大教王金时, 师任, 比寿, 之职。 大历八年, 七百七十三, 随不空再次受法, 一年二月上, 贺玉女谈其语表, 六月被选为持宋僧七人之一。 见中元年, 七百八十, 携其所义经典至五台山甘元菩提寺, 并做一切如来大教王金于家秘密金刚三摩第三秘圣教法门, 数其秘义。 在唐五十四年, 后不知所终, 这有慧超网五天竹国传三卷, 然该书九亿散议, 至近代史于敦煌石窟发现其节路本。 大辩证广至三藏和尚表至极卷五, 慧灵音一卷一零零, 大日本佛教全书卷一一三由方传从书, P6046, 慧超网五天竹国传三卷, 新罗慧超传, 记载慧超从中国金海陆到达印度, 于开元十五年, 七百二十七, 归国, 其间便访三十余国圣祭之旅行祭, 原本以散议, 为慧灵一切经音译卷一零零载有此事, 由此书所载之音试而知其经过。 近年法国人薄熙和P Pelliot, 自敦煌石窟中, 发现本书之节路本, 提名为周立五天竹行成, 而将之与慧灵音译所载之音试对照, 皆依依吻合, 燃前后军有部分缺落, 罗正欲鉴定其为三卷本之略本。 日人藤田丰八者有慧超往五天竹国传间是一卷, 细参着法险, 宋云, 玄藏之旅游记, 及历代之正使家以考证监著而成。 大日本佛教全书卷一一三游方传从书, P六千零四十七。 慧静, 以四百零一, 四百八十五, 南齐僧。 吴兴, 浙江吴兴, 人, 俗姓瑶, 少骁永任侠。 年四十十项道, 入京师高座四卫僧, 书十素一, 礼宋法华经, 造经百部。 永明三年世纪, 世寿八十五。 二, 五百六十, 六百四十五, 唐代森。 上党, 安徽吴湖, 人, 俗姓报。 曾驻范靖寺, 前新律部, 闭关苦言, 后一乡周红律师学四分律, 凡时数年。 又一会赞续其顾业, 待会赞应赵入京, 失岁至基山隐居。 征观十九年世纪, 世寿八十六。 三, 一千三百五十五, 一千四百三十六, 明代森。 或周灵时, 山西, 人, 俗姓诵。 自七言, 浩子翁。 又吉里大云四建公落法。 洪武, 一千三百六十八, 一千三百九十八, 初年, 依便两股风法师学华言宗旨, 庞吉为时, 百法等论。 后美登讲习, 则善能剖析优为, 一解兴容, 为众所轻浮, 岁有法主之称。 永乐年间, 一千四百零三, 一千四百二十四, 成祖赵至南京, 问冷言大义, 赤赐子一, 并命驻持天界四, 选郡秀僧从学之。 后又赤修三藏法术, 并随地迁北京, 驻海映寺。 师曾率领天下僧众, 修普渡大斋, 并演说三句境界, 以利益悠险友情, 曾感应翻干放异光。 红西元年, 一千四百二十五, 淘汰教职, 为师读音家讲。 四年, 宣宗赤赐皮卢关, 金摩纳。 正统元年世纪, 适寿八十二, 僧腊七十三。 补续高僧传卷四, 显首传登陆卷上, 皮六千零四十七。 会开, 一千一百八十三, 一千两百六十, 宋代灵纪宗阳齐派僧。 杭州, 浙江, 前唐人, 俗姓梁。 自无门, 是称无门会开。 幼年入道, 广习经论, 年长, 于南风十世独居禅司, 积年六载, 忽有醒悟, 乃出礼业诸山遵述, 得法于江苏万寿四月灵师观禅师座下。 家定十一年, 一千两百一十八, 开法于安吉报国寺, 四千龙新天宁寺, 黄龙翠岩寺, 苏州开元寺, 灵岩寺, 正江郊山寺, 金陵宝寗寺等沙。 少定二年, 一千两百二十九, 为皇帝铸寿而编撰无门关一卷, 该书系经选诸禅路之著名公案四十八则, 令家平唱与宋儿臣。 李宗纯又六年, 一千两百四十六, 奉旨入杭州护国人王寺。 晚年居于西湖边, 李宗曾照致选得殿说法, 为宫中其语的感应, 遂赤赐金兰衣, 即佛眼禅师, 知好。 诗行枯神朗, 干法蓬松, 长者必够之衣, 众人奉其为开辞道之先锋。 景定元年入计, 试寿七十八。 其无门关一书, 弃惊人盛行于事。 续传灯录卷三十五, 增集续传灯录卷二, 五灯盐筒卷二十二, 五灯全书卷五十三, 批六千零四十八。 慧云, 亦指智慧之云。 比喻如来之智慧, 犹如大云遮覆一切众生烦恼障。 法华经药草玉品, 大九, 依九夏, 慧云寒润, 电光晃耀。 二, 六百五十五, 唐代森, 世称造四祖师。 胡湘仁, 俗姓瑶。 十岁即有出臣之志, 初从南越出祖会思严经。 受巨族借弊, 霸气讲科, 专营服饰, 利由经营, 将这, 所至皆劝人舍财新寺, 前后共臣二十余所。 言和元年, 七百一十二, 实施驻于建国寺, 行部尚书王志因为采访时, 宣斥凡寺愿无名额者必毁废, 施乃于弥勒向前契类焚香, 后赶佛向放光而免此难, 建国寺亦赤改为, 向国寺。 先天, 七百一十二, 七百一十三, 年中世纪, 年寿不详。 宋高森传卷二十六, 批六千零四十八。 慧琴, 一千三百二十, 一千三百七十六, 高丽禅僧。 岭南宁海村人, 俗姓芽。 圆明元慧, 浩懒翁, 是称懒翁慧琴。 所居之士, 称为江月轩。 二十岁, 从功德山庙祭安之了然出家, 后至扬州, 京基道, 天保山桂岩寺燕座, 今修四年而获开悟。 原至正八年, 一千三百四十八, 来华, 至燕京, 河北, 法源寺参访西天森指空, 十年, 或未十一年, 南游, 于杭州敬慈寺寺参业平山处林, 得其应可。 后游历捕陀洛山, 玉王山, 明州, 雾州福龙山, 松江等地。 十五年, 奉赤柱大都广记禅寺, 开唐说法。 施于高丽功敏王七年, 吉原至正十八年, 归国, 在辽阳, 平壤, 东海等地随机说法。 一年, 奉王命于三殿普说教法, 赤柱神光寺。 后宜驻金刚山镇阳安, 清平寺, 桂岩寺等处。 功敏王二十年, 寿封位, 王师, 并赤柱东方第一道场松广寺。 新王二年, 是寄于离心神乐寺, 是寿五十七。 赤士, 禅诀, 知好。 法寺有无绝自超, 国师治全, 高丰法藏等三十三人, 并有揽翁和尚与陆一卷传世。 大兴四世纪碑, 三圣山三目四世纪, 以上朝鲜四沙史料所收, 朝鲜金石总揽上, 高历史卷一三三, 朝鲜佛教通史中, 朝鲜禅教史, 批六千零四十九。 慧凯, 五百一十八, 五百六十八, 南朝陈戴森, 俗姓曹, 集贯不详。 陈天嘉四年, 五百六十三, 于广州至指寺, 礼请真第三藏翻译设大臣论及世论, 自认比授之职, 为九幼注一句舍论, 并作两论之书。 而后颇受真帝之气时, 当真帝翻译大臣起信论及律二十二名了论时, 师皆认比授之职。 光大二年, 于智慧四讲说句舍论, 未必而计, 是受五十一。 这有设大臣论书八卷, 巨舍论书五十三卷。 或未慧楷又作智楷, 孔系而悟。 又古来有以大臣起信论序, 大臣起信论书及大臣起信论一心二门大义为智楷所者, 然皆非其真乱。 设大臣论是序, 阿皮达摩巨舍士论序, 序高森传卷遗珠宗教藏总录卷三, 批六千零四十九。 慧辉, 疑四百四十二, 五百一十四, 南朝良代比丘尼。 青州, 江苏东海, 人, 俗姓洛。 姓田诞, 常读涅槃经, 法华经。 十八岁出家, 祝经师安乐寺, 随从兵法师, 济法师, 柔法师, 四法师听闻涅槃经, 陈识论等。 伯通一学, 欲文侠尔。 于天间十三年世纪, 世寿七十三。 二唐代森, 生族年不祥, 祝长安息明寺, 魏元辉之弟子。 采集元辉所哲之巨舍论宋书, 并加以注释, 做成巨舍论宋书一超六卷。 该书与顿陵之巨舍论宋书记二十九卷堪称为双笔。 三、一千零九十七, 一千一百八十三, 宋代曹洞宗森, 慧姬, 浙江, 上于人, 俗姓张, 幼年依尘照道宁替法。 二十岁参业长卢寺之真些清了, 济学于天同山之弘至正觉, 并四其法。 立注补陀寺, 万寿寺, 吉祥寺, 雪斗寺。 于孝宗淳熙三年, 一千一百七十六, 奉斥主持林安静慈寺。 七年, 退归雪斗寺。 于淳熙十年世纪, 世寿八十七, 法腊七十五。 四号, 自得禅师。 已有灵影进词自得禅师与鹿六卷。 加泰普登鹿卷十三, 五登会圆卷十四, 连登会药卷二十九, 批六千零四十九。 会, 五百一十五, 五百八十九, 南朝陈戴森。 一新阳县, 江苏一新, 人, 俗姓周。 从竹林寺之许法师出家, 受聚足解。 后从静仲寺之风法师学识宋律, 及龙光寺之森辍学诚实论。 并由方参访众师, 习学, 皮坛, 八肩度。 复归龙光寺, 从大森都书法师经研诚实论。 永定三年, 五百五十九, 于百玛寺宣讲涅槃经, 陈时论。 天家二年, 五百六十一, 于湘公寺讲说。 太监寺年, 五百七十二, 宣帝赤于东安寺讲说。 至德元年, 五百八十三, 受赵任经义大森兜, 四年转任大森政。 随开黄九年, 是寄于徐方之中寺, 是寿七十五。 旭高森传卷九, 批六千零五十。 慧夜, 只由智慧所引发之行为, 乃达于空里而为之诸善事。 唯摩经菩萨品, 大一四, 五四三下, 知一切法, 不取不舍, 入一厢门, 起于慧夜, 批六千零五十。 慧游, 南朝刘宋僧。 身族年不祥, 江左仁。 幼年出家, 驻江陵新寺, 受巨族借后, 专习律学。 附从卑摩摩罗叉律师, 范芬猫Ka, 学识宋律, 继而讲说宣扬, 陕西律师莫不敬重。 这有识宋一书八卷。 梁高森传卷十一, 批六千零五十。 慧伦, 以五百七十六, 六百四十, 唐初森。 西龙人, 俗姓申徒。 八岁从 潭西四旦律师出家。 十六岁受教于 荆州茅山明法师。 于隋代末年归襄阳, 赴隋安州号法师 入四川洪化。 以能得奥旨, 故人称, 得义伦。 极致号法师遭诬陷, 师义被拘入狱。 于欲中卫囚图讲说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等三论, 达五遍。 后获设, 于号法师共反安州。 其后还相周紫金寺开启讲说。 于贞观十四年世纪, 事寿六十五。 龙兴通论一书载贞观二十年世纪。 旭高森传卷十四, 二, 八百五十四, 九百三十二, 唐末五代森。 杭州, 浙江, 阎官人, 宋高森传作海阎人, 俗姓孙, 人称孙公。 十三岁于苏州通玄寺出家寿巨族界, 立参陵云至秦, 雪峰一存, 玄沙师辈等师。 曾依止雪峰一存三十年, 后为其法寺。 唐代天佑三年, 九百零六, 驻于泉州, 福建, 昭庆院。 后驻福州, 福建, 长庆院, 顾佑称, 长庆慧伦。 于后堂长兴三年世纪, 世寿七十九, 僧辣六十。 号, 超绝大师。 宋高森传卷十三, 景德传登陆卷十八,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七, 批六千零五十。 慧经, 一千五百四十八, 一千六百一十八, 明代曹洞宗森。 辅周崇仁, 江西崇仁, 仁, 俗姓陪, 自无名。 素有出家之志, 至岭山从运空长中, 一千五百一十四, 一千五百八十八, 修法三年, 的省后, 引顿于封三年, 一日, 应移时, 时间不可举, 极力推之, 乃豁然大物, 继承长中, 盛得气时。 然以体躯衰弱, 耕作宋独, 二十七岁使出家受巨族戒, 而后二十四年未出封。 明万历二十六年, 一千五百九十八, 应相义之请住持宝方寺, 自事作物, 经数年殿与一新。 后南游参访云七诸红, 又李叶松山少林寺出祖达摩之塔, 往京师拜叶达官, 入五台山参礼瑞丰。 回宝方寺后, 以博山园来为首作开堂说法, 大红草洞宗峰, 参道者颇多。 万历三十六年, 应请一致新陈寿昌寺, 仍不费劳务, 常以祭送法与应答参禅者。 四十六年正月世纪, 世寿七十一。 法寺有博山原来, 会台原境, 剑如原密, 永绝原贤等。 其中原贤边有吴明慧经禅师与陆四卷, 并转行业绩。 憨山德清转有塔明。 禅于外籍卷二十四, 世剑基古略续籍卷三, 五灯岩筒卷十六, 高森摘药卷二, 补蓄高森传卷十六, 禅林森宝传卷十四, 批六千零五十一。 会解脱, 范语Pach, Famity, 巴黎语Pach, Famity。 只仅由无漏之智慧力断除烦恼障, 而得解脱之阿罗汉。 乃, 具解脱, 之对称。 卫阿罗汉之一, 七圣之一, 九无学之一。 所谓具解脱, 指的灭禁定, 由慧, 定之力, 断除烦恼, 解脱二障而得解脱之阿罗汉, 而会解脱则细卫得灭禁定, 仅以慧之力, 断除烦恼障而得解脱之阿罗汉。 二者有无异之不同, 一, 旧观而言, 会人修信念处, 具人修共念处。 二, 旧行而言, 会人修行正道断或, 具人则正住兼修。 三, 旧所依法而言, 会人不习是禅, 直愿真理, 具人兼修是禅, 是禅分为有漏根本四禅, 无漏禅, 灭禁定等三种, 其中, 无漏禅又有观, 炼, 熏, 修等四种, 会人实际上亦修观禅。 四, 旧神变而言, 会人有十四种神变, 具人有十八种神变。 五, 旧三明八解脱而言, 会人虽有一明, 二明, 然不具三明, 其八解脱亦不全具, 巨人则三明八解脱皆具。 又从禅法之用一言, 会解脱称为坏法, 以其不好适用之功德, 修不禁观乃至白骨相观时, 尚执着其白骨或观白骨烧灰之想。 据解脱称为不坏法, 因其好适用之功德, 由白骨眉间, 观想放清, 黄、赤、白、地、水、火、风八色光明, 以此修炼而得神通。 中阿涵卷二十九请请经, 沙门二十一经, 卷三十行玉经, 卷五十一阿世贝经, 长阿涵卷十大元方便经, 卷十九世纪经, 大皮婆沙论卷一零一, 巨舍论卷二十五, 陈石论卷以法华经玄义卷四, 天台四交以及驻卷中, 批六千零五十一。 慧巡, 以三百七十五, 四百五十八, 南朝流宋僧, 六学僧船卷十一座慧巡, 赵骏, 河北赵县, 人, 俗姓赵, 幼年出家, 由学长安, 从旧摩罗时受学, 经研经论, 由经通时宋律, 摩赫森指律, 并述作章书, 永初, 四百二十, 四百二十二, 年终, 至广陵大开律席, 原家, 四百二十四, 四百五十三, 年终, 驻京师到厂寺, 后受会官之请, 移驻常乐寺, 大明二年世纪, 世寿八十四, 六学僧传位 世寿八十, 梁高森传卷十一, 二, 一千一百一十九, 一千一百七十九, 宋代森, 永家人, 俗姓陈, 自谋道, 浩月堂, 八岁即出家于祖应苑, 听法华熟辩, 即能陈颂, 参业南湖陈兆, 寄学于南湖元辩, 常于山海间为鬼神讲说为摩羯经, 屡感神印, 于南湖宣扬大法, 御文侠尔, 丞相为义礼敬之, 于纯熙六年世纪, 世寿六十一, 佛祖统计卷十七, 批六千零五十二, 会祠寺, 位于台湾台南善化镇, 为高雄佛光山寺派下之分院, 圆明善化念佛会, 此会成立于民国六十二年, 一千九百七十三, 出无故定集会场所, 吕幻会址, 六十六年, 玉慧联友联名公请星云大师为导师, 更名为佛光山善化念佛会, 在大师领导下, 信徒增大信心, 捐资构地, 筹建道场, 六十八年七月大师亲网主持破土典礼, 定名会慈寺, 由慈家法师首任主持, 七十年初其功臣完成, 七十二年伊恒法师继任主持, 现任主持为一帝法师, 全寺占地六百余平, 附设幼稚园, 托儿所, 儿童音乐, 舞蹈, 绘画等班, 法务方面有定期念佛共修会, 佛学讲座, 佛学研习会等, 接引一般知识青年, 才艺方面有书法班, 插花班, 素食烹饪班等, 农历每月十四, 三十日有延伸普佛法会, 初一, 十五日则有为信徒起见之消灾祈福法会等, 批六千零五十二, 慧号, 五百四十七, 六百三十三, 唐初森, 安禄, 湖北, 人, 幼年出家, 从茅山明法师学三论, 善于讲说, 三十岁级登法座, 随代大业, 六百零五, 六百一十六, 年间, 赴成都弘法, 化仲之时, 智法严厉, 而昭怨度, 唐代武德, 六百一十八, 六百二十六, 年间, 曾遭诬陷, 后至金门不化, 引顿于西山之南, 钻研, 中关, 达五年之久, 复归安周方等四, 继续讲说, 申誉一章, 诗出家七十余年间, 日景一时, 于征观七年世纪, 世寿八十七, 续高森传卷十三, 批六千零五十二, 慧满, 一堂代森, 身足年不祥, 河南营阳人, 俗姓张, 曾投森纳门下参禅, 征观十六年, 六百四十二, 任洛州, 河南, 慧善寺住持, 其后, 千住香州, 河南, 龙画寺, 与诗森纳共传, 四卷伦家经, 年七十余作画于洛阳, 续高森传卷十六森可章, 景德传登陆卷三, 而, 一千两百零六, 南宋曹洞宗森, 浩雪岩, 世人多称雪岩会满, 雪岩满, 初参访普照宝, 四里叶太原府, 山西, 王山亭, 得悟之后, 任王山住持, 其后, 签住此周大明寺, 宁宗开启二年世纪, 世寿不扬, 五灯会员序略卷一, 序灯正统卷三十五, 增定佛祖道尹卷三, 虚云, 批六千零五十三, 慧誕, 唐初森, 身足年不祥, 雍州, 陕西长安, 人, 从学于谈言, 经言涅槃经及社大成论, 驻长安言新寺, 开启讲说, 仁寿六百零一, 六百零四, 年终奉斥于杭州天竹寺建塔, 驻临隐山, 后反言新寺, 讲授义学, 征观, 六百二十七, 六百四十九, 初年世纪, 世寿七十余, 旭高森船卷二十六, 批六千零五十三, 慧远, 一, 三百三十四, 四百一十六, 东靖森, 我国净土宗出祖, 庐山白连社创始者, 燕门楼梵, 山西郭县, 人, 俗姓甲, 十三岁, 游学许昌, 洛阳, 博通六经, 老庄之学, 二十一岁, 协帝慧持于太行恒山, 河北区阳西北, 听道安讲班若经, 颇永悟, 感叹, 如道九流汤, 岁与帝巨侯道安坐下, 替杜出家, 诗经于班若信空之学, 年二十四集登讲席, 诗影庄子一书以说明佛教知识相议, 诗获者小然领解, 自试, 道安乃其部位俗书之义。 于东静太原六年, 三百八十一, 南下庐山, 驻东陵寺传法, 弟子慎重。 诗智力于经典之研究, 长凯探江东之地, 经典未备, 禅法不闻, 绿藏残缺, 岁令弟子法径, 法令等, 远循众经已传议之。 美逢西域三藏, 哲肯测资法。 太原十六年, 迎请继兵沙门森家提婆异出, 阿皮谈心论, 三法度论等。 文究摩罗时观中, 集谴弟子道申, 会观, 道温, 谭义等赴长安师师之, 学龙树系之空观大臣, 又常以书信, 与罗时往返研讨议理。 谭魔流之来华时, 师曾遣弟子谭雍参语义出诗诵律。 又自长安迎请佛陀拔陀罗至卢山义出达摩多罗禅音。 与宣扬大臣班若学之同时, 亦提倡小臣阐述之诀。 对改革中国佛教问题, 更有其深远之见地, 有关子依问题这种问答, 义经续文等, 经皆残存。 原兴元年, 四百零二, 师与刘怡明等百余同道创立白连社, 专以净土念佛为修行法门, 共其往生西方净土, 三十余年未曾出山。 原兴二年, 环玄下令沙太沙门, 令沙门禁定王者, 师乃者沙门不禁王者论, 产论出家众对王权并无屈服之必要, 针对当时王权统治下之佛教, 主张保有佛教之传统性。 师内通佛礼, 外善群书, 为当爱所踪, 亦受国外僧众所倾敬。 庐山之东陵寺为当时南的佛教忠心, 与罗石所居指之长安中分天下。 师于一夕十二年世纪, 世寿八十三。 后尤堂, 宋诸帝赐赠世号, 辩诀大师, 正诀大师, 原物大师, 等正诀原物大师。 为别于随带尽隐寺之会员, 后世多称为, 庐山会员。 这有庐山及十卷, 问大臣终身一十八科, 大臣大一章, 三卷, 明报应论, 世三报论, 变心十论, 沙门坦福论各一卷及大制度论超序等。 弟子有会官, 僧纪, 法安, 谭雍, 道祖等人。 梁高僧传卷六, 初三藏纪纪卷十二, 卷十五, 历代三宝纪卷七, 大唐内典陆卷三, 广宏明集卷十五, 卷二十七, 卷三十, 法院朱陵卷一零零, 东陵十八高贤传, 二, 五百二十三, 五百九十二, 随代森, 敦煌, 甘肃, 仁, 俗姓李, 又称随远, 小远, 大远, 北远, 十三岁随沙门森司出家, 年十六随战律师副业都, 河北林章, 博览大小城经典, 二十岁从法上受聚足戒, 从大隐习四分律, 后专师是法上, 进学余部, 卫九, 邪学吕千回高兜, 山西进城, 清化四, 四众合剑讲堂, 后执北周五帝灭其, 赤命费金毁相, 并令沙门还俗, 众皆莫敢抗剑, 尸毒挺出与地辩驳, 立身卫, 大武林, 四九零下, 陛下金氏王力自在, 破灭三宝, 嗜邪剑人, 阿比地狱不减贵贱, 陛下贺得步步, 帝怒言, 但令百姓得乐, 正义不辞地狱诸苦, 帝促灭佛法, 师乃前引吉郡西山, 安宋法华, 为摩等经, 以其以法之不罪, 至随心, 师师出, 于洛邑大开法门, 远近望风来归, 父为文帝所重, 赤任洛州沙门兜, 立章讲习于泽州, 定州, 上党等地, 并数度映照归西经, 清灵御席, 夫树圣化, 帝大悦, 遂赤居心善寺, 为九又令建静隐寺, 专事讲学, 师应驻静隐寺, 故又称, 静隐寺会员, 静隐, 已别于庐山会员, 开皇七年, 五百八十七, 赤卫大德, 十二年, 又赤命主持一场, 刊定此意, 同年入计, 适寿七十, 师属帝论宗南道派, 晚年又旧谈千禀寿社大成, 传论, 伯宗当代诸学, 易经通文理, 是称是易高祖, 这有大臣一章二十六卷, 十的经论一纪十四卷, 华严经书七卷, 大班涅槃经一纪二十卷, 法华经书七卷, 维摩经一纪四卷, 圣满经一纪三卷, 无量寿经一书一卷等, 凡二十不百余卷。 其中, 大臣一章二十六卷, 堪称为佛教之百科全书, 对随, 唐佛教之研究影响甚大。 旭高僧传卷八,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 P6053, 会障, 为定障, 之对称, 指障碍智慧之烦恼, 即婚审, 睡眠等。 据据舍论卷二十一载, 五盖能障碍戒, 定, 会之生起, 如贪会能障碍戒运, 婚审, 睡眠能障碍会运, 调举, 恶作能障碍定运。 参阅, 五盖, 一千一百九十四, P6055, 会见, 以智慧比喻利见, 为智慧能断除一切烦恼魔障, 故称会见。 据维摩节经卷下, 大一四, 五五四中, 以智慧见, 破烦恼贼, 勇家正道歌, 大四八, 三九六中, 大丈夫, 秉慧见, 班若丰熙金刚燕, 非但空摧外道星, 早曾落雀天魔胆, P6055。 会影, 隋戴森, 巴西, 四川, 人, 俗姓江, 曾从后周到安学大制度论, 并记其法, 师范人间而至存林也, 住属的同周千善寺, 随开皇, 五百八十一, 六百, 末年入计, 其余世纪与世受军不详。 这有数道安制度论解二十四卷, 商学论一卷, 除棒法之千, 存废论一卷, 房间求之意, 燕修论一卷, 另改过福道。 其中, 数道安制度论解题为大制度论书, 燃流传至今, 版本不全, 其残卷分别收于万序藏第七十四册, 第八十七册, 其余三论限聚不存。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大唐内典陆卷五, 旭高僧传卷二十三, 批六千零五十五。 慧彻, 七百八十五, 八百六十一, 新罗僧, 朝鲜佛教禅门九山同理山派之祖, 又称慧哲, 慧哲, 庆周人, 自体空, 县德王六年, 八百一十四, 来唐, 师氏公公山之西唐至藏。 受印可后, 至西州伏沙四月藏经三年。 神武王元年, 八百三十九, 归国, 于全罗南道古城郡同理山开法, 九之魏臣同理山派, 文圣王义归一之。 景文王元年世纪, 世寿七十七。 世号, 继人禅师。 祖堂集卷十七, 景德船登陆卷九, 批六千零五十五。 慧波, 又坐慧阀。 波, 又坐, 与, 阀, 同, 指海中大船。 以智慧比喻慧度生死和至涅槃之传法, 故称慧波。 性灵集卷六, 批六千零五十五。 慧术, 指慧之心所。 术, 就义慧心术法, 心义慧心所法。 慧心所法之一, 即聚舍十大地法之一, 为十五别境之一。 慧心王虽仅为一, 然心所法有多数, 慧术即为其中之一。 摩喝止观卷十上, 大四六, 一三三上, 如是见慧从何处出。 由禅中有观之, 观之是慧术。 品类族论卷一句舍论卷四, 大乘五运论, 参阅, 心所, 一千四百零三, 慧, 六千零一十九, 批六千零五十六。 慧瑞, 三百五十五, 四百三十九, 南朝流宋森, 冀州, 河北, 人, 少年出家, 常由方学经, 曾治南天竹之解, 通晓英义训谷, 方言等, 初曾师事道安, 后契庐山, 未酒, 宇道申, 慧延等入长安, 从旧摩罗时受学, 后网建业, 住乌一四讲经, 刘宋彭尘王刘义康师世之, 谢灵运者十四英训序, 曾向其请教, 于尼环经一出之后, 曾作欲一论, 以世世之非难佛性义者, 刘宋元家十六年世纪, 世寿八十五, 佛祖统计卷二十七将僧瑞列入连设十八贤中, 燃旭即世纪时, 则将僧瑞之船与慧瑞之船混合, 又距梁高僧传卷六, 卷七载, 入庐山者为慧瑞, 而非僧瑞, 佛祖统计卷二十六, 释迦方至卷下, 出三藏祭集卷五, 卷十五道生船, 批六千零五十六, 慧学, 梵与Purk, 巴黎与Purk, Sik, 为获得圣果而须勤修的三学之一, 又做增慧学, 增上慧学, 为能断除烦恼, 显发本性, 称为慧学, 盖观达真理慧慧, 进席慧学, 断获正理, 乃慧之作用, 为发词慧而进修, 故称慧学, 三藏中之阿皮达魔藏, 即为全显词慧慧学之法藏, 此外, 杂阿含经卷二十九, 摩赫森指律卷二, 即以门族论卷五等, 为修学苦, 即灭, 到四地位慧学, 对法论卷十一, 大臣一章卷十, 参阅, 三学, 六百八十三, 批六千零五十六, 会谈, 一千三百零四, 一千三百七十一, 原莫明初灵纪宗阳齐派森, 天台, 浙江, 人, 俗姓阳, 自绝缘, 四号, 眼泛善事立国崇教大禅师, 年少级从越州, 浙江, 法国大军出家, 受聚足解, 师曾于高丽教宫门下修习华严学, 并从上竹成禅师听摩赫止官, 后复餐业中天竺四孝颖大兴禅师, 并四启法, 初祝持牛头山祖堂, 至正三年一千三百四十三, 祝持清梁寺复立祝宝宁寺, 蒋山, 天界寺, 大天界寺, 于红五四年世纪, 世寿六十八, 森蜡五十三, 浙江通制作红五三年世纪, 师之塔名为宋连所传, 增集续传灯陆卷五, 五灯会员续略卷二, 批六千零五十六, 汇姬, 一千六百零三, 一千六百六十八, 明代灵纪宗森, 四川银山人, 俗姓罗, 自铁壁, 八岁及随母持斋, 并叩问同乡大彭山原白道者, 天启二年, 一千六百二十二, 于四川大主演官三年, 二十五岁, 投西竹森落法, 为九里叶中南, 四川, 知吹万广真求道, 于三十三岁时大悟, 中的吹万之法, 崇祭十二年, 一千六百三十九, 吹万世纪, 诗纪任聚云寺住持, 后立柱的藏院, 银翁寺, 庆中寺, 云延院, 宝慎寺, 至平寺等道场, 康熙七年世纪, 世寿六十六, 法腊四十一, 这有庆中铁壁禅师与路三卷, 庆中铁壁基禅师与路二十卷, 要并随夷二卷, 庆中集二卷, 至平铁壁基禅师年谱, 续灯正统卷十六, 批六千零五十六, 会灯, 比喻智慧犹如灯明, 能照破卓士之谜案, 八十华严经卷七十二, 大一零, 三九二中, 犹如大虚空, 会灯破诸案, 又大吉经卷二, 大一三, 一一上, 有诸众身形无名案, 菩萨建议, 修集智慧, 为令众生然会灯骨, 无量寿经卷下, 八十华严经卷二, 批六千零五十七, 会复, 止于痴障, 应于痴能系复智慧, 故称会复, 成为识论术继续终极有, 大四三, 二二九上, 解会复于社论, 表纵圣而谈空, 一语, 批六千零五十七, 会复, 日本灵纪宗森, 又做会复, 中国捕陀洛加山寺开山祖师, 集冠, 世受不详, 成和, 八百三十四, 八百四十七, 初年, 奉菊太后之命来堂, 由燕门登五台山寻拜圣祭, 后参业航周灵池寺其安国师, 转达太后之旨, 言请一空禅师赴日弘扬禅法, 自此日本史传灵祭宗, 其恒元年, 八百五十四, 再度来堂, 登五台山, 于灵顶的观音圣像, 唐大中十二年, 八百五十八, 于奉归日本途中, 经海陆捕陀洛加山边, 宁波故昌之海滨, 船呼不动, 即请出圣像, 船使能行, 失岁止而见四奉向, 号捕陀洛加山寺, 为南海第一名杀, 佛祖统计卷四十二,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三, 世事基古略卷三, 惠二和尚年谱, 批六千零五十七, 惠迁, 五百四十八, 六百二十六, 随代森, 迎周, 河北河间, 人, 从静迎四惠远学时的经论, 北七亡于北周时, 师南奔成国, 随代兴起, 师父返北土, 随从惠远经洛阳入长安, 开皇十七年, 五百九十七, 文帝赤利五重, 寝师为时的重主, 被视为的论学派之代表者, 曾驻持宝光寺, 受文帝赤命, 分别于仁寿二年, 六百零二, 四年, 宋设立至盈州洪博寺及海州, 江苏, 安和寺, 接得瑞兆, 晚年驻大禅定寺, 唐武德九年世纪, 世寿七十九, 旭高森传卷十二, 批六千零五十七, 惠静, 东静森, 东阿, 山东, 人, 俗姓王, 身足年不祥, 少时游学一, 落之间, 晚年则游历许, 演, 诗荣茂盛黑而时勿清远, 与落下之沙门到京齐名当事, 到京耳盛长, 诗人美称, 大武林, 三六九中, 落下大长耳, 东阿黑如墨, 没有问题请示于诗, 诗必筹答圆满, 资性虚通, 诚审而有私利, 每登讲习, 必学图云集, 诗戏宋法华, 小品般若等经, 这有涅槃略记, 大品纸规, 达命论, 诸法师累等书, 及维摩, 思义二经之注解, 然多流传北土, 不建于江南, 刘宋元家, 424, 453, 年中世纪, 试售六十余, 梁高森船卷七, 试试六铁卷十, 六学森船卷二十一, 批六千零五十七, 慧阅, 一千九百二十七, 台湾台北县人, 俗姓黄, 民国二十九年, 一千九百四十, 一兵宗法师出家, 三十八年于厦门南普陀受聚足解, 四十七年兵宗世纪, 师乃纪主法祭祀, 五十年复籍日本, 于东京立正大学专攻佛学, 六年后学陈返国, 出任慈航中学校长, 六十一年创办中华佛教文献编撰社, 六十五年与廉清传居士共创中国内学院, 并任院长, 于文化及教育方面, 颇为致力, 这有天台教学史, 亦有华言教学之研究, 佛教儒家论理等书, 现任台北市天台旨观实践讲堂住持, 并于各佛学院教授天台旨观等诸学, P六千零五十八, 慧琴, 一千零五十九, 一千一百一十七, 宋代灵济宗僧, 书州, 安徽, 仁, 俗姓汪, 自佛建, 自幼师事广教原生, 后参业五祖法演, 并为其法寺, 曾应书州太守孙鼎晨之请, 住持太平山新国禅院, 法道大波, 徽宗正和, 一千一百一十一, 一千一百一十八, 初年, 师应赵住汴京至海寺, 今五年起归, 的指居健康奖山, 书密邓子常上奏, 似师子一, 并似佛建禅师, 之号, 正和七年入祭, 试寿五十九, 与佛果克勤, 佛衍清远同被誉为灵济五祖法演门下之三佛, 宗门统要续集卷二十一, 佛祖历带通载卷十九, 世事基谷略卷四, 五灯会员卷十九, 批六千零五十八, 慧祭四, 位于浙江定海浦陀山之佛顶山上, 又称佛顶山寺, 远景一时亭, 供佛于中, 创建于明代, 初称慧继安, 乾隆五十八年, 一千七百九十三, 又增建元通, 玉皇珠殿与大碑楼等, 阔安卫寺, 光绪三十三年, 一千九百零七, 请得大藏经, 同年, 游文正和尚鸠躬扩建, 遂臣俱沙, 与普济, 法语两寺鼎立, 称为普陀山三大寺, 全寺有四殿, 七宫, 六楼, 殿内雕梁画洞, 宫益精致, 批六千零五十八, 慧检, 南朝流宋益金森, 又座慧检, 集冠, 誓寿, 身平誓祭君不祥, 孝武帝大明元年, 四百五十七, 于陵路也四超传冠顶金一卷, 其他上有商人求财金, 僧王五天使金, 善僧王子金, 谢代根者金, 请兵头颅法金等, 亦出经典凡二十五不二十五卷, 其中, 灌顶金在出三藏祭集卷五之中, 戏被编入, 心集以经尾转杂禄, 一项, 又称要施流离光金, 或灌顶拔除过最生死的镀金, 即以现藏灌顶金卷十二所收之要施流离光金, 未会简之超传, 然于法金所辙之重金目录卷四中, 灌顶金一卷被编入, 为望录, 与要施金为不同之金, 历代三宝祭卷十, 大唐内典录卷四, 开元式教录卷五, 真元心定式教目录卷八, 批六千零五十八, 会藏, 一指三藏中全显会学之论藏, 即阿皮达摩藏, 又为三藏之通称, 广宏明集卷二十成十论一书序, 大五二, 二四四中, 四种为陀, 再加必习, 三品会藏, 入道弥通, 二五百二十二, 六百零五, 隋代森, 平吉, 河北, 人, 俗姓好, 十一岁出家, 通晓涅盘, 戒律, 四十岁, 乃七于雀山, 潜心研究华言, 北七五成帝曾照请于太极殿讲说华言, 荣观当时, 大业元年入祭于空观寺, 市寿八十四, 旭高森船卷九, 市寿六铁卷十, 六学森船卷二十二, 三隋代森, 身足年不祥, 冀州, 河北, 人, 初学涅槃, 后专讲解, 入京师访道, 驻于光明寺, 人寿六百零一, 六百零四, 年中, 凤赤宋设立于关州, 江州等处, 每宋设立则有灵异显现, 后不知所终, 旭高森船卷二十六, 市市六铁卷十一, 批六千零五十九, 汇于八百六十九百十, 唐末五代理纪宗森, 河北人, 为新化存奖之法寺, 驻入州, 河南, 宝应禅院南院, 后传法于风血沿沼, 据宗统编年卷十八载, 诗世纪于后唐明宗长新元年, 诗世通建卷十二则载, 诗世纪于后周太祖广顺二年, 九百五十二, 其余世纪不祥, 景德传登陆卷十二, 诗世纪古略卷三, 连登会要卷十一, 武登会员卷十一, 增定佛祖道隐卷二, 虚云, 批六千零五十九, 慧静, 智慧犹如明镜, 可明照万物, 故以静比喻智慧之照用, 称为慧静, 中阿韩经卷五十四, 大一, 七六六上, 云和比丘胜智慧静, 我慢以静以知, 拔绝根本, 打破不复当身, 如是比丘胜智慧静, 弘明吉叙, 禅怨清归卷七王僧, 批六千零五十九, 慧言, 三百六十三, 四百四十三, 南朝流宋僧, 玉州, 安徽, 仁, 俗姓范, 十二岁未诸生, 博小师叔, 十六岁出家, 深究佛理, 闻究摩罗石至观中, 乃从罗石受学, 诗生解经论, 复善言说, 实者莫不敬重, 罗石世纪后, 还只见康东安寺, 甚为留宋高祖所重, 文帝在位时, 异常以佛法寝世之, 曾传无声灭论及老字略著, 又与谢灵运, 会观等和异南本涅盘经, 原家二十年世纪于东安寺, 世寿八十一, 梁高森传卷七, 世世六铁卷十, 批六千零五十九, 会绝, 一南北朝一经家, 又称谭绝, 梁州人, 风神爽雾, 借得清拔, 曾于于田国的范本,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 四百四十五, 返回高昌国, 与沙门威德共一贤于英元经十三卷, 开元世教路卷六, 二、五百五十四, 六百零六, 隋代森, 太元静阳, 山西, 仁, 俗姓孙, 八岁出家, 从学于新皇寺法廊, 后期指于设山七侠寺, 受学于沙门会部, 之后, 于江左一代广宏大制度论, 南朝成代之王公贵族接近以施礼, 受随样帝之请, 入驻会日道场, 应法纪之请, 于永福道场宣讲大制度论, 寄于百塔四专事宣讲大品班若, 涅槃经, 华严经, 集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 大制度论等二十余部, 大叶二年世纪, 适寿五十三, 旭高森船卷十二, 三, 五百三十一, 六百二十, 随代森, 其郡人, 俗姓范, 辩才无碍, 善于讲说, 开黄元年, 五百八十一, 驻并州, 山西太原, 武德寺, 圣讲华严经, 京通华严经及时的经论, 唐武德三年世纪, 世寿九十, 这有时的经论, 华严经, 维摩杰经等之著书, 续高森船卷十二, 四, 七百四十五, 八百一十八, 唐代森, 渠州, 浙江, 虚江人, 俗姓徐, 法浩大义, 住于鹅湖山, 故称鹅湖大义, 世浩, 慧爵大师, 参阅, 大义, 八百七十四, 武唐代森, 又称爵铁罪, 申足年不祥, 魏赵州从审, 七百七十八, 八百九十七, 知法寺, 驻扬州光孝寺, 精通经史子集, 赋能诗文, 景德传灯陆卷十一, 连灯会要卷七, 武灯会员卷四, 六北宋灵记宗森, 身足年不祥, 西洛人, 是称狼牙会诀, 又好广照禅师, 连灯会要卷十二, 参阅, 广照, 五千九百九十九, 七, 一千六百零五, 一千六百七十三, 清代灵记宗森, 渝州, 四川, 其江人, 俗姓雄, 法号赵一, 参阅, 赵一, 五千五百一十九, 八清代僧, 身足年不祥, 江西太和人, 自焕空, 浩清元老人, 驻江都经中院, 公于化, P六千零六十, 会冠, 日本三论宗出祖, 高沟立僧, 又称会官, 会冠, 身足年不祥, 随代师来我国, 从家祥四级藏习学三论宗, 日本推古天皇三十三年, 六百二十五, 奉高沟立王之命入日本, 任职森政, 赤柱奈良元兴寺, 大洪三论宗旨, 此为日本三论宗之初传, 白凤十年, 六百八十二, 任大和禅林寺导师, 后创建锦上寺, 洪宣三论宗, 本朝高森传卷一日, 本书记卷二十二, P六千零六十, 会冠, 亦南朝刘宋森, 身足年不祥, 清河, 山东清平, 仁, 俗性催, 若年出家, 后秦宏十三年, 四百零一, 揪摩罗石入关中, 乃从罗石受学, 师封神秀雅, 私入玄为, 食人有味, 大武林, 三六八中, 通秦则申, 道申, 荣, 道荣, 上手, 京南则关, 会关, 赵, 森兆, 第一, 师曾这法华宗要序, 颇受罗石撑阳, 未酒, 佛陀拔陀罗被迫出关至庐山, 师亦随之, 身符会远之高峰, 静亦西八年, 四百一十二, 师随从佛陀拔陀罗往荆州高窥寺, 晚年居指阳都到场寺, 敷阳法化, 师又经严时颂律, 奸善老庄, 师于修至涅槃经两种汉义本时, 参与南本涅槃经之义作, 又至涅槃经序, 其所立之二教五时教叛, 即为后世所重视, 反对道申所畅之顿物义, 特畅剑刺修行之剑物义, 此种顿剑相对之立场, 至后世仁时有论真, 于原家, 四百二十四, 四百五十三, 年间入计, 试寿七十一, 其著作人存者有法华宗耀序, 修行的布禁观序, 圣满经序等, 其余辩宗论, 顿物剑物义等书则未传, 梁高森传卷七, 初三藏祭集卷八, 卷九, 卷十二, 二, 一千九百二十, 台湾彰化人, 家境富裕, 十三岁随母如素, 二十四岁于竹山德山寺出家, 后于湿头山原光寺受巨族解, 民国四十八年, 一千九百五十九, 受聘为元凌双龄四副主持, 五十三年继任主持, 曾大力重建年九师修之双龄四, 举办菩萨学会, 定期奖金会, 又多次参与社会救济, 前线宣位国君等公益活动, 现任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理事, 批六千零六十, 幽, 范语Dormanasia, 表示幽脑, 心不悦之意, 在五寿中称为幽寿, 二十二根中称为幽根, 据舍论卷三位, 此损脑不悦之心, 仅与意识相应, 然成为十论卷五则列举二说, 一说如上所述, 一说能与五十, 亦是相应, 其中, 受逼迫之轻为者为幽, 重者为苦, 此幽根仅限于欲界, 不通于色界, 无色界, 大皮婆沙论卷一三九, 卷一四二, 据舍论光纪卷三, 成为十论数纪卷五本, P6061 七欢随烦恼, 又做七欢随烦恼, 小成分随烦恼为七随烦恼, 欢随烦恼二种, 七随烦烦恼, 又做七行转随祸, 七, 幽七之义, 即随祸现行时与幽受根相应者, 如疾、悔、愤、脑、害、恨等, 欢随烦恼, 又做欢行转随祸, 欢, 欢喜之意, 即随祸现行时与洗受根相应者, 如谦、 焦等, 两者分别以及, 谦为代表, 据舍论记卷二十一, 大四一, 三一九下, 随烦恼中总有二类, 一七, 二欢, 即能显七, 千能显欢, P六千零六十一, 木破太子, 又做木破太子, 木破太子, 为释迦牟尼佛于过去世修菩萨行之名, 为习为波罗奈国之王子时, 端正聪明, 无可与彼, 年十三, 闭口不语如雅人, 父母甚幽, 乃请诸范至占卜, 范至为此乃不祥事, 虚活埋太子, 国王与王后皆为太子浮薄而悲伤, 为人从范至言, 欲埋太子于山林, 太子立于矿穴边呼而发声, 大臣遂派人禀报于国王, 国王与人民闻之皆喜, 然圣觉怪异, 遂见太子, 太子积首礼拜国王, 并告知众人, 彼曾为该国之王, 明虚念, 身奉时善, 慈心欲明, 为明所望二十五年, 然以出游之际, 随从过多, 死后遭致地狱苦暴, 于此身虽欲发炎, 然据父或救, 故缩蛇不炎, 太子并欲发心作沙门行起, 手无欲之行, 中的国王之嘉许, 岁出家, 国王返回王城后, 以正道治国, 人民风乐, 国运大昌, 六度级金卷四太子目破金, P6061, 井心, 新罗森, 右座井心, 雄穿人, 俗姓水, 生族年不祥, 十八岁出家, 研究三藏, 望重一时, 文武王林忠时, 一命神文王以锦心为国师, 神文王元年, 681, 及唐高宗开药元年, 举位国老, 驻三郎寺, 专世住树, 常卧病迷月, 后从一话尼听文华言经中善有缘并之说, 并遂顿欲, 一日将其马入王宫, 敢闻书菩萨之明界, 遂终身不其身处, 其世纪被载于选本所传之三郎四碑, 著作颇多, 有大涅槃经书十四卷, 或七卷, 金光明经书暂七卷, 药师经书一卷, 四分律结魔记一卷, 大臣启性论问答一卷等三十多种, 三国仪式卷五, 义天目录卷一, 卷二, 诸宗章书录卷一, 批六千零六十二, 焦, 梵与猫达, 八粒与童, 因义莫陀, 心所明, 据设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为不对他人, 而仅对自己之种性, 色力, 才为, 制裁等有所染着, 使心高举之精神作用, 即对自己之长处产生傲慢自大之心理, 反之, 对他人心起高慢, 则称慢, 依据舍宗, 教乃小烦恼的法之一, 余为时宗, 则为小随烦恼之一, 系以贪爱之一分为体, 离贪而别无相用, 成为时论卷六, 大三一, 三三下, 云和味焦, 于自圣事, 生生染者, 最傲味性, 又焦有八种, 一, 圣状焦, 因元气圣而聚, 二, 性焦, 因邪统尊贵而聚, 三, 副焦, 因财物丰盈而聚, 四, 自在焦, 因行为自由而聚, 五, 受命焦, 因己命长寿而聚, 六, 聪明焦, 因世质变聪而聚, 七, 行善焦, 因利人善行而聚, 八, 色焦, 因容貌端庄而聚,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聚舍论卷四, 卷二十一, 法华文具卷六, 皮六千零六十二, 焦师家, 泛名靠IKA, 刀利天, 三十三天, 之主, 又称焦之家, 为帝氏天之以名, 巨大制度论卷五十六载, 帝氏天席为摩家陀国之婆罗门, 姓焦师家, 明摩家, 以此因缘故称焦师家, 使其与之有三十二人共修福得智慧, 命中皆身于须弥山顶第二天上, 而摩家为天主, 其余三十二人为俯成, 应有三十三人, 故称三十三天, 杂阿含金卷四十, 北本大班涅盘金卷三十三,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二, 参阅, 第四天, 三千七百七十六, 皮六千零六十二, 焦泛波堤, 泛名Gavpadi, 巴利名Gavpadi, 佛弟子之一, 右座焦泛拔蹄, 吉防帝, 家婆拔帝, 家泛拔蹄, 家磅拔帝, 家卫拔帝, 焦横, 防帝, 异义牛鸡, 牛丝, 牛主, 牛王, 牛, 牛巷, 曾受设立福, 范Riputra, 之指导, 因其于过去世, 摘一经之河, 有数颗骨力度的, 遂于五百世中寿生牛身, 故尚已有牛之习性, 时候常如牛之须不咀嚼, 故有, 牛相比丘, 之称, 由于其态度顿重, 因而表现甜淡无真之宽宏气度, 世尊怜悯其常遭人毁谤, 而堕于重苦, 乃命诸刀利天公施利沙元修席禅定, 佛陀入灭后, 家业等诸尊者结及法葬时, 遣人至天公将其迎回, 师使之士尊及舍利福等已入灭, 为九, 亦归继, 增议阿含经地子品, 大放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 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六, 五分律卷十五, 摩赫森指律卷三十二, 大制度论卷二十七, 阿玉王传卷四, 法华经义记卷一, 法华玄赞卷一, 惠灵因义卷八, 批六千零六十三, 娇晨儒, 梵明康英尼尔, 八立明KOA, 佛陀于陆愿初转法轮时所度五比丘之一, 乃佛陀最初之弟子, 又称阿若娇晨儒, 阿若居灵, 娇晨纳, 阿若娇连, 居灵, 居伦, 意义未出之, 以之, 了教, 了本祭, 之本祭, 据增益阿韩经弟子品载, 娇晨儒为佛陀身闻弟子之一, 宽仁博实, 善能劝化, 将养慎重, 不失威仪, 为罪早受法位而思为四弟者, 又据佛本行集经卷二十五载, 西达多太子初家求道之初, 娇晨儒与另外四人受尽犯王之命, 并轻视苦行之太子, 后见太子废苦行, 遂与其他四人离去, 至世尊臣道使受教化, 其后世纪不详, 仅知其为交团中最长老, 长居上座, 令佛所行赞转法伦品, 大四、三灵中, 以彼之法固, 名阿若交连, 于佛弟子中, 最先第一物, 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四, 中本起经卷上,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四十, 阿罗汉巨德经, 方广大庄严经卷十一, 大皮婆沙论卷九十三, 惠灵阴卷十八, 皮六千零六十三, 娇奢耶一, 娇奢耶, 范语靠埃阿, 巴利语靠西亚, 细致野蚕之简, 以野蚕之思作依, 称为娇奢耶一, 集卷依, 又作娇奢耶一, 高士耶一, 娇施耶一, 娇奢耶一, 聚舍依, 意义味虫依, 残依, 在七佛经中作, 娇施一, 诸律之中, 三十舍舵法之地十亿 有娇奢耶夫巨之戒, 十颂律卷七载有佛陀至此戒之因缘, 为居闪弥比丘作心娇奢耶夫巨, 想其绵, 屡, 一, 简等, 燃献, 屡嫁贵, 应需多杀残使臣, 比丘述树起, 至使诸居是燕患而喝则, 大二三, 四七下, 诸比丘起眠, 起履, 起衣, 起简, 博智影柱, 多事多物, 防废读经, 作禅, 行道, 事中我等施力供养, 事难满, 难养, 无厌族人, 佛陀文西, 乃致定不能以心交奢耶作夫巨之戒, 若作之, 则泛尼萨其波一提罪。 其中, 关于夫巨之解说, 于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五位夫巨乃指三一, 然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二一时所需调则为夫巨非指三一, 四分绿卷七, 五分绿卷五, 有部皮奈耶卷二十, 摩赫森纸绿卷九, 大班涅盘经济解卷二, 大唐溪玉剂卷二, 悬应应应应卷一, 卷十, 惠灵应应应卷二十五, 皮六千零六十三。 焦慢, 泛语而低, MNA, 八粒与同, 指自高傲物之心态, 巨舍宗以焦为小烦恼的法之一, 慢为不定的法之一, 时随眠之一, 为时宗则以焦为随烦恼之一, 慢为根本烦恼之一, 二者之别, 在焦已染者自法未先, 令心傲义魔所顾性, 即对自己之常处产生傲慢自大之心理, 慢以称量自, 他得类之差别, 心自举世, 灵灭于他, 即对他人心起高慢。 若焦慢生, 则长养一切杂染之法, 心不牵下, 由此则生死轮转, 受无穷苦。 大方等大吉经卷二时, 大一三, 一三八上, 永断习气, 催焦慢山, 拔生死术, 又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 二七三中, 千禁闻奉行, 踊跃大欢喜, 焦慢必懈怠, 难以信此法, 日本净土真宗及根据无量寿经, 而确认焦慢众生难信弥陀之本愿。 法华经安乐行品,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三, 巨舍论卷四, 成为石论卷六, 大臣一张卷五, 批六千零六十四。 焦赏弥国, 焦赏弥, 泛名高megabyte, 巴黎明康宋, 为中印度之古王国, 系十六大国之一, 六大都市之一, 又做焦想弥国, 焦闪皮国, 巨闪弥国, 巨参皮国, 巨闪弥国, 巨参皮耶国, 巨兰尼国, 焦闪弥国, 居生国, 巨参国, 异义味不敬国, 不慎敬国, 藏友国。 又做拔搓国, 犯法, 巴VASA, 越搓国, 拔沙国, 搓国。 此国之周围六千余里, 土地肥沃, 气候暑热, 盛产精道, 甘蔗, 风俗刚猛。 有迦兰时与所, 僧徒皆学小陈教。 都城内有十大经社, 中有幽田王, 乌陀衍纳王, 所造之客谈佛像。 佛陀驻世时, 此国与摩接驼, 舍卫等国对质, 威震西方。 都城内亦有巨使罗掌者救援, 是清传为时论之故专世, 即无著作显阳圣教论之故纪。 自城外东北行七百余里可至加奢附罗臣, 护法曾与此降伏外道。 关于其位置有诸一说, 康宁喊。 康宁喊, 将大唐西御记所说从罗耶加至交上迷之距离五百余里, 修改为五十余里, 而推定其位于阿拉哈巴都, 阿拉哈巴特, 西北岩木纳河, 张纳, 叛之科萨村, 康宋, 史密斯, VA, 史密斯, 一大唐西御记集大词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所载之距离与方向, 推定其位于阿拉哈巴都之西南, 印度铁道之苏都纳站, Satna, 附近, 中阿韩卷五十五持斋经, 增益阿韩经卷二十四, 法剧辟域经卷宜人王班若波罗蜜经卷下寿持平, 大班涅盘经卷中, 法显, 大放等大吉经卷五十六, 五分律卷六, 石颂律卷三十, 善见律皮婆沙卷十三, 大皮婆沙论卷一八三, 高森法显传, 大唐西御记卷五, 帆范语卷八, 翻译名义集卷七, A Cunningham,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P6064 焦谈谜, 范名高吞, 巴黎名高吞, 即佛陀之仪母摩荷波蛇波提, 亦为是种中一般女子之通称, 右座桥达谜, 巨谈谜, 虚谈谜, 娶仪, 愚仪, 焦谈, 乃印度沙地利种族之一性, 谜, 未焦谈之女身, 以摩赫波蛇波提位佛陀之以母, 故称为焦谈谜, 法华玄赞卷九本 大三四 八一八上 梵云桥达摩 此云日智种 亦云甘这种 男生中呼佛 是世家性之本妄也 经云桥达谜 于女生中呼日智 甘这种 是佛母故 以弥生呼 中本起经卷下 十二由经 法华一书卷七 肌脏会灵阴一卷二十五 会愿阴一卷上 参阅摩喝波蛇波提 六千零七十八 曲痰六千五百八十 P六千零六十五 焦萨罗国 焦萨罗 泛名KOL KOL 巴黎明KOSO 右座居舍罗国 焦萨罗国 居萨罗国 居薛罗国 高萨罗国 聚婆罗国 亦亦无斗战国 功巧国 为印度二古王国之名 亦中印度古王国 为印度十六大国之一 为在加皮罗 为国之西北 婆罗奈国之北方 吉法县传所谓之 居萨罗国 又称北焦萨罗 七国都卫舍未成 范阿华斯 佛陀曾前后居指二十五年 经常于此开示佛法 四国骨架风饶 风俗纯厚 少僧徒 外道甚多 有指数给孤独员等僧计 人亡护国 班若波罗密多经卷上 有部皮奈耶破森式卷八 分别功德论卷二 大唐西玉记卷六 惠灵英义卷六 卷十五 卷二十六 翻译明义及卷七 参阅 舍卫国 三千五百零四 二南印度古王国 为在摩接驼国之南 相当于现今德干高原之北部 大唐西玉记称此国属中印度境 然古来多将此的归属南印度 即法显传所谓之 达称国 范德凯 又称南交萨罗 大交萨罗 龙树菩萨曾驻此国 为梭多婆赫王 范薩巴哈 所归境 王于此国西南拔罗莫罗 麒麟山营造五层大加兰 此国风俗刚猛 人性永烈 邪阵坚信 王毅崇敬佛法 加兰百余所 僧徒皆言习大臣教法 天词七十余所 异道杂居 有关此国之位置有诸一说 康陵喊 康陵喊 为此国位于古代之 韦达巴 菲达巴 首都纳格波尔 纳格波尔 或查达 圈德 及现金贝拉尔 贝拉尔 之哥德瓦那 康陵喊 地方 又格兰托 Grant 及福格逊 J Ferguson 则认为此国位于现金之诈 哈提斯加尔 Chattisgarth 其都城位 威拉加尔 Waregarth 其他另有不同之说法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 大唐西玉记卷十 玄印音译卷二十二 惠玲音译卷十 Cunningham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P6065 摩 西潭字 摩 为西潭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又作摩 莽 摩 莫 名 金刚顶金式字母品载 摩字门 表入诸法 我所不可 方广大庄 颜金卷四世书品载 唱摩字时 能消灭一切娇慢之身 旧华颜金卷三十三载 唱摩字时 入班若波罗蜜门 又佛本行集金卷十一席学技艺品 大三 七零四中 唱摩字时 说诸诸生死一切恐怖最为可谓 出如是生 摩字有上述诸义 盖因犯于 Mommet 我 Mommet RA 我所 Mommet 交 等 皆以摩为首 顾有此等说法 大品 班若金卷五广成品 放光班若金卷四驼连尼品 文书师利问金卷上字母品 北本大班涅槃金卷八 大日金卷二驹原品 P6066 摩奴 范明 Mennu 印度神话中之人类十足 据传有十四世 美世四百三十二万年 第一世摩奴明斯婆 颜婆 范斯菲奥巴巴 亦说系范天之孙 比创造十位身主 称为大仙 范梅海 亦说系范天与舍多鲁波 范阿德批 之子 印度古代者明知 魔奴法典 及贾托其名 第七世摩奴明皮婆斯婆多 范菲伏法 乃太阳之子 印度历史传说中之甘蔗王 范埃菲库 为其子 百道范书 摩赫婆罗多等有关洪水之传说 及其世纪之描述 P6066 魔奴法典 范明曼妮 Small Titanium 为印度婆罗门教法典 系以魔奴法经 范Mnava Dharma Astra 为基础所修补之法典 为印度法典中之最古者 其编程年代约为纪元前二世纪至纪元后二世纪之间 据该书自述 细由范天者臣 并传与其后代 即人类始祖魔奴 范Menu 再由其后代玻璃户 范B.H.G. 传到人间 全书共十二章 含二六八五纪 内容为关于废陀习俗 惯例与说教之法律条文 其中诉讼法 民法等规则拙劣不全 是足以显示该法典之古老程度 魔奴法典古来即为印度人生活法规之基准 缅甸之佛教法典 巴Dhamma Sahem 即依此法典做成 先罗法典亦根据魔奴法典而做 爪哇亦有魔奴法典 巴黎岛现在仍实际应用之 P.6067 磨尼 范与Mai 巴黎与铜 又做磨尼 亦亦做猪 宝猪 为猪欲知总称 一般传说磨尼有消除灾难 疾病 及澄清浊水 改变水色之德 又范与Sint Mai 因亦为争夺魔尼 正多魔尼 正多魔尼 亦亦如亦宝 如亦珠 又做如亦魔尼 魔尼宝珠 莫尼宝 无价宝珠 凡亦有所求 此珠皆能出之 故称如亦宝珠 有言魔尼系由魔节于脑中所取出 或言为地势天所持物碎落而来 亦有言由佛设立所辨者 千首观音之四十首中 右手即持日经魔尼 左手则持月经魔尼 日经魔尼 又做日魔尼 未可自然发出光热照明之魔尼 月经魔尼 又做月光魔尼 明月魔尼 明月珍珠 月爱珠 可除人热闹 而语清凉 经论中载有珠种魔尼 大皮婆沙论卷一零二载 莫尼宝有光明莫尼 清水莫尼 方等莫尼 无价莫尼 如亦珠等五种 旧华言经卷四十七载 有清流离魔尼 夜光魔尼 日葬魔尼 月状魔尼 妙葬魔尼 大灯魔尼等 大方等大吉经卷四十七 举出地式皮仁加魔尼 诸天灯座所者魔尼 梵天光状魔尼 梵天燕光魔尼等 一日魔尼经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二 大品班若经卷十 旧华言经卷五十九 启示经卷二转轮圣王品 大制度论卷五十九 惠灵音义卷二十七 皮六千零六十七 魔尼教 英语 Money Traism 德语 Manichismus 法语 Manichisma 又作莫尼教 慕尼教 明教 明尊教 为三世纪时 波斯人 魔尼 Money Manichus Manichus 柔和古代波斯之所 罗亚斯德教 Zoroastrianism 又称为妖教 及基督教 佛教思想而成立之宗教 其教义以索罗亚斯德教之善 恶恶原论为基础 将一切现象归纳为善与恶 善为光明 恶为黑暗 而光明必会战胜黑暗 人类若依宗教之真理与神之志向 终必走向光明 极乐之世界 而无始以来明暗相交 恶魔痕于暗界 纷扰不息 至今之世界依然善恶混淆 故人当努力向善 以造成光明世界 此教应之又有名教之称 摩尼教之神具有爱 信 成 敬 智 顺 识 诀 蜜 茶等 识得 信徒之修养功夫 以敬御守末为主 素食 斋戒 祈祷 一天四次 为日常功课 其简明直接性 颇受当时人欢迎 故能传播于中亚 罗马帝国 四世纪寝 印度 中国等地 至十三世纪人即为新审 摩尼教约于六至七世纪传入我国新疆地区 附由新疆传入末北之回合 而盛行于该地 唐代宗大历三年 七百六十八 应回合之请 于江淮等地建立摩尼寺 唐武宗会昌五年 八百四十五 灭佛时 摩尼教义遭严重打击 转而成为秘密宗教 并吸收道教及民间信仰 从而改称名教 明教因相信黑暗就要过去 光明即将来临 故敢于造反 屡有反政府之举 自北宋末年起 浙江 江西 安徽等地 皆曾发生明教造反之事 其后明教又与弥勒教 白莲社相结合 而演变成明代末年之白莲教 明教一词至清代 虽已不复见于文献 但明王 出世之说 由流传于民间 佛祖统计卷三十九 柳子后集卷二十八 批六千零六十八 摩多利首 泛名 为印度婆罗门教 根本经典离聚废陀中之神明 婆罗门教神话传说 其住于空中 应发现隐藏的火 而以摩擦之方法自天上取出 交与仙人玻璃护 范BHG 应比为第一个字天神处取火给人类者 故摩多利首亦为火神之别名 批六千零六十八 摩多罗神 又作摩达罗 摩兜罗 为日本严厉四常行三昧堂之守护神 又为玄旨归命谈之本尊 其来源不明 传为日本天台宗词诀 大师原人自唐返日本归途中 于传上所感德之神 念佛之人灵命忠实 受此神守护 可得正念而往生 其相位头戴唐智之头 身者日式兽衣 两手几骨 其左右之童子 头顶封者乌帽 手持叶语明和 做舞蹈状 又其顶上之云中 描有北斗七星 摩达利神迹 日本天台史别册 摩多罗神考 东洋哲学第26-12 P6068 摩多体文 为西潭字母之总称 西潭 泛4-7 指一种泛字字母 未记录印度泛语所用输体之一 摩多 为泛语MTK之音译 即母之译 又作孕 指母音字 既有16字 摩多分为两部分 1-从A-A 至A-A 2-未常用之十二音 又称十二运 2-里 以下之四音 性质与前液 称为别摩多 体纹,未泛语发ajana之意义,即子英字,既有三十五字。 体纹译分两部分,一,五类声,共二十五音,又称五五声,相随声。 此五类指喉,饿,舌,齿,唇等五音,乃字,Kansas,加,以下至,磨,磨,珠字。 二,便口声,字,也,以下十字,又称满口声。 唐代不空译之余家金刚顶金是字母品所举之魔多,体纹及其汉译字如上页之表格所示。 北本大班液盘金卷八,方广大庄严金卷四式书品,大班液盘金一纪卷四,西潭字纪,西潭藏卷五,大唐西玉纪卷二,参月,西潭,四千五百六十四,P六千零六十九。 魔力之天,魔力之,泛名Marshii。 又做米之。 天,魔力之天。 亦亦威光天,阳线天。 或称魔力之提婆,范Marshii,Deva,魔力之天菩萨。 此天具有大神通自在力,善于隐身,能为人消除丈男,增尽利益。 此天之形象,有莫力之提婆华蛮经所说之天女行,及大魔力之菩萨经卷一所说三面六壁成诸相等。 此天原为古印度民间崇拜之神,后为佛教所吸收,而列于天部,经印度纳烂陀寺有存其古相。 以此天为本尊之修法,称魔力之天法,有护身,隐身,得财,政论胜利等功德。 于日本,此天专为武士所信奉。 魔力之菩萨陀罗尼经,魔力之菩萨略念诵法,阿梭附超卷一四五,真俗佛式边卷一,P6070。 魔力之菩萨陀罗尼经,魔力之菩萨陀罗尼,八粒与同。 乃瓣僧残罪时,于六日六夜期间谨慎忏悔之灭罪方法。 又作魔纳堕,魔纳。 意意作悦众意,意喜,好,下意,便进,折服贡高。 又称六夜摩纳朵,摩纳朵结摩 只犯僧残罪实力及发露忏悔 现六日六夜别住于他处 为众僧行苦役 包括清理他,僧房,大小行处 预测,知清洁工作,虽入僧中 不得与他人谈论 于此期间,谨慎忏悔 令众僧欢喜 四分律山凡捕雀形式超卷中一 大四零,四七下,摩纳朵者 翻位月中一,随顺僧教,贤怀欢喜 此未一忏悔喜除罪染 自喜一时众僧月故 皮尼姆经卷二,大二四,八一一中 摩纳朵者,前为自一欢喜 亦生惭愧,亦使众僧欢喜 由前喜故,与其少日,应少日故 使得喜明 众僧喜者,观此人所行法不负还犯 众僧叹者言,此人因此改悔 更不起烦恼,成清静人也 是故喜而 惠灵因一中称摩纳朵位,便进,即是此意 四分律卷四十五,五分律卷二十三 结魔法,十颂律卷三十二 摩赫森指律卷二十五,卷二十六 皮六千零七十 摩纳斯龙王,摩纳斯,泛名曼乃斯佛提 八大龙王之一 又称摩纳苏婆帝龙 异义座大身龙王,慈心龙王,大力龙王,高义龙王,大义龙王 此龙身长能绕须弥山七扎,故称大身 又为此龙主降雨,将降雨时先起云 呆七日重视军臂,然后降雨 因起云雨时皆从此兴出,故称此兴 法华文句卷二下,大三四,二四下 摩纳斯,中略,修罗排海,烟洗剑城,此龙迎身以二海水 盖其有威德,遂为一切虾玛形龙之王 法华光宅书卷一,华严经探玄记卷二,P六千零七十一 摩亚里加,泛与MTK,巴利与MTK 又作摩达里加,摩智里加,摩地利加,摩亚里加,摩得乐加,摩仪 意意为母,本母,智母,行母,论母,行境界 乃至于诸经论中反复言和诸法信乡,以阐明佛之真正教义者 故摩亚里加为十二部经,佛所说之经典,依其内容,形式不同 而分为十二类,中之幽波提舍于三藏中阿皮达摩藏之总称 据于家师的论卷八十一载,诸经中,世尊分别诸法信乡 反复解说其译者,称为摩亚里加,又诸圣弟子正地理 产论诸法信乡之论述,称为阿皮达摩藏,亦称摩亚里加 玄印英译卷十六,卷二十三位因摩亚里加可生至语行,故意做母 瑜伽论记卷五上,大四二、四零三中,摩达吕迦云本母,及诸经义论义明之,出生诸经别所权义,故名本母 此外,南传佛教之论书中,至于一论或一章之首,用以皆是基本纲要者,亦称为摩亚里加 摩荷森指律卷十三,瑜伽诗的论卷八十五,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四十四,大臣法院亦灵章卷二,参阅,阿皮达摩,三千六百四十一,幽波提舍,六千四百零四,皮六千零七十一 摩虎罗神,西藏名scrobsing 又作摩乎罗神,摩修罗神,摩罗神,摩罗神,薄乎罗神 意义为直言神 为药师十二神将之地九,乃守护佛法之药叉神王 据药师流离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以鬼供养法载,摩虎罗神深沉白色,守之宝腐 主领七一要插中,誓愿守护如来之教 关于此尊之形象,于修药师以鬼不谈法,净流离净土标等上有不同说法 灌顶经卷十二,药师如来本愿经,药师十二神将图,皮六千零七十一 摩托纳果,摩托纳,泛与麦当娜,八粒与童,又作莫达纳,摩托纳,摩托纳,摩托罗 意义为罪人果 摩托纳属茄科,学名的Turamito 若是此果能令人罪 其树皮,树枝均有毒素,可供要用,多产于印度西部之高原 惠灵因一卷十八,大五四,四一九下,莫达纳果,泛与,西果果明也 此果无 其果带如槟榔,食之令人罪闷,一名罪人果 勘入药用也 圣天王班若波罗蜜精卷七,翻范语卷十,玄印英译卷二十三,皮六千零七十一 摩托婆,一千一百九十七,一千两百七十六,泛名MEDFA 为中式印度宗教改革家,印度教皮施奴派系中之摩托婆派开祖 身于南印度卡纳拉,泛Kennara 曾注释范书,泛Broma,Astra,反对商杰罗,泛Akara,之不二论 而倡导二元论,主张最高神义于个人我,个人我虽得解脱,亦不能与神同一 其论说乃受印度史诗摩托婆罗多,泛Mah Bh Rada,及宝家泛塔富兰娜,泛Bh Gavada, Per A,之影响,强烈倾向有神论 所创立摩托婆派,赞美归伊吉利瑟拿,泛Ka,承认武神,武神级师婆,泛Iva,皮施奴,泛Viu,杜尔嘉,泛Dirk,太阳神,泛Esria,智慧学问之神,泛GAEA,但不承认师婆之配偶神罗达,泛RDH 此派圣典并用卡纳拉语,卡纳拉语,即泛语 现今南印度信徒圣多 P6072 摩神陀,泛名Mahindra,巴黎名Mahinda 又坐摩西英陀罗 西兰佛教之开祖,是称传律第六祖 西印度孔雀王朝阿玉王之子,生于古印度西北乌蛇掩娜,泛Lajana,其母戴妃,巴迪伊妃,魏碑的血,巴菲迪萨,富商之女 年二十出家,李牧均连子地区,巴默格利普塔,提萨,为师,从摩赫提婆受沙弥界,从莫产提受巨族界,及时镇的阿罗汉国 于纪元前三世纪奉父王之命,赴西兰岛传部佛教 德西兰国王之尊性与保护,于首都阿罗陀布罗,泛恩尔德布拉,巴同,创建大寺,巴马赫VIHRA,广卫洪宣平等新经,巴萨摩斯特,萨天特,并营造石窟以结下安居,奠定西兰佛教之基础。 其后乃妹森加密多比丘尼,泛Sagamit,巴Sagamit,自是尊臣道之地,持大菩提树之分之至西兰种植,并为西兰比丘尼受解。 师又于赌波罗米塔召集比丘大会,正式创建以阿利多长老位守之佛教僧团,以西兰语讲世巴利三藏。 兄妹二人协力产阳佛教,兴隆佛法,凡三十余年。 世纪于西兰塔山,巴Sity Yajuri,世寿六十。 分别功德论卷二,大唐西玉记卷十一,P6072。 摩西里至扎,泛名MTCEA。 维二世纪后半至三世纪时,中印度之佛教学者。 据多罗纳他佛教史及南海纪归内法传卷四赞永之礼条等载,诗原信奉婆罗门教之大自在天, 泛Mahavara,教曼好政论,歹圣多罗姆,藏Skro,Mah,于梦中为其受祭后,使毁前非,归依佛教而出家。 这有赞养佛陀无尽智德之范与诗。 出座四百赞,范Ketu Ataka,四座一百五十赞,范Ataka Si Ataka,总成六度之行,彰显佛世尊之圣德,文秦婉立。 无这,是清菩萨诵之,亦赞探养之。 故印度初出家者,除诵五戒,十戒外,亦需先交诵此二赞。 此外,诗幼座三宝吉祥赞,等正觉者明赞,三十五善士明宝岩士,圣多罗姆赞等。 不仅流传于印度,且盛行于中亚、中国、日本等地,为佛徒所爱。 另一西藏传说,霍卫师与马鸣菩萨为同一人。 南海济归内法传解揽超卷四之一,P607十二。 摩拿罗 一百六十五,印度禅宗第二十二祖。 纳提国王之次子,属杀地利种姓。 三十岁时,玉婆修盘头尊者,岁出家,四起法,形化于西印度。 后至大粤士国,传法于赫勒纳尔后世纪。 保陵传卷四,祖堂级卷二,景德传登陆卷二,P607十三。 摩耶夫人,摩耶,泛名麦恩威,巴利明童,又作摩赫摩耶,摩赫摩鞋,意义大幻化,大树,妙。 即是尊之神母,为古印度加皮罗魏臣,范Kopalavastu,敬范王,范阿托德纳,之妃。 临产前一十俗返回娘家代产,途中于其父天碧臣,范Davidaha,主婿菩提,范Subh Titanium,知别宫蓝皮尼元,范Lambanai,休息时,生下世尊。 七日后世世 据传其死后生于刀利天,范Triustria,欲戒六天之第二,世尊曾于某下,生至刀利天,为其母说法。 杂阿含经卷十九,中阿含经卷八未曾有法,长阿含卷四游行经,增益阿含经卷二十八,修行本起经卷上将生平,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依佛本行及经卷五贤结王种平,卷八树下诞生平,众许摩赫地经卷三,P6073。 摩耶经,请参阅摩喝摩耶经。 摩家,范与Enlick,乃藤格类植物,又做摩鲁家,摩楼家,摩利家。 因摩摩等诸玉能系附众生,犹如摩鲁家条能缠绕灵术,故经典中以摩家比喻摩等诸玉。 瑜伽家诗的论卷十八,大三陵,三七七上,摩慧乃至寻死别父诸玉,犹如世间摩鲁家条缠绕灵术,瑜伽论计卷五,大四二,四二陵下,故摩慧等皆以润爱而为共缘,各自种子而为别缘。 摩鲁家条者,藤格之类,此玉诸玉,中略,六种别玉犹如灵术,贪能缠绕,故玉藤格。 悬应应一卷二十二,惠灵应一卷二十六,批六千零七十三。 摩尸山,泛名Matsukesai,巴利名Matsukesai。 为古印度聚舍位臣,巴埃斯法斯,三十由寻处之都市。 经典中有名之职多长者,巴斯特,及居住此臣。 一日,长者至舍位臣,见五比丘中之摩河南,巴麦赫摩,敢其威夷堂堂而供养之, 后闻其说法而正的预留果,遂将自己灵愿果园改建为经舍,奉献于摩河南比丘。 杂阿含经卷二十一,增益阿含经卷二十生文品,法句经注释二,批六千零七十四。 摩纳仙,摩纳,泛名Mava,巴利名童。 意义做如同。 释迦如来在因为为摩纳仙人时,于第二阿森纸节中,逢然登佛出世, 时摩纳仙献五金莲花与佛,并以法批复于尼上,使佛导之, 由此步伐供养然登佛之经静因缘故,遂受未来成佛之计,超于八节生死苦海。 新地观经卷一批六千零七十四。 摩纳婆,一范语Mava,意义圣我。 吉匹纽天外道在有情深中所执着的圣妙之我。 新华严经卷十九,大宝基经卷三十五,大日经书卷二, 二范语Mava或Mavaka。 又做摩纳妇佛家,摩纳,摩纳婆。 意义为如同,少年,人童子,年少,年少尽行,尽持。 吉青年,又特指婆罗门之青年而言。 有布皮奈耶破森氏卷十四,五分绿卷十五,皮六千零七十四。 磨牙,又做磨牙时刻,磨牙。 将自然之悬崖或大石表面磨光,刻上文字, 佛像或师父等之音刻或半浮雕,称为磨牙。 最古者为西元前三世纪,阿玉王于印度各地所遗留之法赤。 经所发现者有大磨牙法赤七处,小磨牙法赤八处。 主要内容是佛教教说为基础之政策、政令, 另有阿玉王之世纪,一般行政管理规定等。 又阿富汉之八米扬,比摩尹,已有五世纪请刻于浅堪上之大石佛二尊。 在中国,如山西云冈、河南拱县、山东历城黄石崖等处之石窟亦有少数磨牙佛像。 磨牙石经则有山东泰山经石域之金刚班若经, 山东卒赖山印佛岩之大品班若经,山西辽川乌来邓之华岩经等。 日本有沐县与兜宫市之大谷摩牙佛, 资赫县历泰郡历东亭之摩牙佛, 奈良县五条市之宇至川摩牙碑, 大分县旧楚市之旧楚摩牙佛及礼后高田市之雄野摩牙佛等, 均被指定为史记或特别史记。 参阅阿玉王课文3637批6074 摩顶,顶,头顶 指佛为主父大法, 以守摩弟子之顶, 或为玉士当来作佛之授祭。 法华经主类品,大九,五二下, 释迦牧尼佛从法做起, 献大神力, 以右手摩无量菩萨摩赫萨顶, 右,传法室内密室文迹, 采,佛以四大海水, 三点于家业之顶, 摩顶副主大法, 而念华顺目。 P6075 摩顶陀国,摩顶陀, 泛名摩格达,巴黎明同, 中印度之谷国, 右坐摩顶陀国,摩家陀国, 摩顶陀国,摩顶陀国, 摩顶陀国,摩顶陀国,摩顶陀国, 摩赫陀国,摩佛陀国, 亦亦无害国,不恶处国, 至甘露处国,善圣国, 为佛陀注释时印度十六大国之一, 位于京南比哈尔, 比哈尔,地方, 以巴特纳, 帕特纳, 及华士城, 佛陀家业为其中心。 此国与佛教之关系甚深, 据大唐西域记卷八记载, 摩顶陀国周广五千余礼, 土地肥沃, 风俗淳朴, 崇尚佛法, 有迦兰五十余所, 僧徒万余人, 多宗习大臣教法, 富有天词数十, 亦道亦多, 华士城附近有阿玉王塔, 佛足时, 姬元寺旧址, 佛苦行处, 三家业归佛处等著名佛教遗迹。 此国之平婆梭罗王, 于旧都之北建立新王舍臣, 即经拉查基尔, Raggar, 并归依佛陀, 此后, 该地成为佛陀最常说法之处。 至孔雀王朝三世阿玉王时, 统一全印度, 国世大政, 更派遣部教师至全国及海外各地宣扬佛教, 建佛塔, 立石柱, 佛教及一时之审。 四世纪及多王朝时代, 佛教一及新审。 五世纪初第日王创纳烂陀寺, 成为印度佛教之中心。 至七世纪, 王朝衰亡, 佛教亦随之衰为。 法华经文句卷一上, 玄印英译卷一, 卷二十一, 慧怨英译卷一批六千零七十五。 摩登家, 范与MTAGA, 八粒与童, 乃印度男性贱民之通称, 右座摩登家, 摩登家, 略称摩登, 意义座有志, 交易, 二座也。 女性贱民则称摩登纸, 犯MTAGI, 八童, 此类贱民以清扫揭露畏也。 于家论记卷二十三上, 大四二, 八二九下, 摩登纸者, 瞻查, 一座图, 罗女名摩登纸, 瞻查罗男名摩登家, 此二是通明也, 此女但以扫经未活, 大佛顶首人严经卷一记载, 有一摩登家女名吉弟, 曾古或阿南。 该引女吉为最下阶级, 见名詹陀罗种出身。 二十为十数记卷下, 玄印英译卷二十二, P6076。 摩赫, 范与玛, 八粒与童。 右座莫赫, 摩赫, 摩西, 意义味大, 乃大, 多, 圣, 妙之矣。 大制度论卷三, 大二五, 七九中, 摩赫, 情言大, 或多, 或圣, P6076。 摩赫指观, 凡十卷, 或作二十卷。 天台大师至矣, 五百三十八, 五百九十七, 讲述于随代开皇十四年, 五百九十四, 弟子灌顶, 五百六十一, 六百二十七, 笔录。 又称天台摩赫指观, 略称指观,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六册, 与法华悬议, 法华文具合称法华三大部。 本书为至以晚年所讲述, 亦为其著作中体系最原熟之论书。 书中详说原顿指观之法, 阐述至以独特之宗教体验与宗教实践。 至以为序说以禅观思维体的超常识之宗教境界之运傲, 原顿指观, 故将其具体实践法分成总论略说, 武略, 与别论广说, 识广, 详加解说。 武略, 指发大心, 修大行, 赶大果, 列大网, 归大处等武断, 识广, 指大义, 市民, 体相, 设法, 偏缘, 方便, 正观, 果报, 起教, 指规等十章, 二者并称武略识广。 据指观辅行传红诀卷一支一载, 本书原有三种类本, 一为二十卷, 一为十卷, 第三种籍经本, 三者皆称圆顿指观, 识人传说第二者为广本, 第三者为略本, 识则第三乃第二支在智本, 而改题为摩合指观。 宋代天圣二年, 一千零二十四, 一尊士之奏请, 将本书入藏, 纯熙三年, 一千一百七十六, 大藏开板时效刊。 本书之注释书颇多, 有湛然之指观辅行传红诀四十卷, 指观一立二卷, 指观大一一卷, 即梁塑之山定指观三卷等。 大唐内典路卷十, 佛祖统计卷二十五, 唐大和尚东真传, 新边诸宗教藏总路卷三, P6076, 摩合指观红绝搜药剂, 请参阅摩合指观辅行搜药剂, 摩合指观搜药剂, 请参阅摩合指观辅行搜药剂, 摩合指观一立转药, 樊六卷, 又称转药, 指观一立转药, 宋代从一转, 收于万序藏第九十九册, 乃经兮大师之指观一立之著誓书, 本书手术指观一立之大一集传书之由来, 四式本文, 附影书中之主要文具已成立自说, 引用诸多内点、外点, 对指观一立作极详细之解释, P6076 摩合指观辅行传红诀, 凡四十卷, 唐代经兮战然, 711、782, 转, 又称指观辅行传红诀, 指观辅行红诀, 指观辅行, 辅行, 红诀,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六册, 本书系著誓至以知摩合指观, 书题, 指观辅行传红诀, 即以皆出全书指去, 为以佛一代之诸教, 辅, 一指观之妙, 行, 复一指观之妙行以, 传红, 一代教指, 故于全书四十卷中, 试图以资并口诀, 神里要诀等诛, 诀, 来彰显此教行相资之指, 古来凡讲摩合指观者, 皆以此书未评, 书中引用外点之处甚多, 由此可见作者博览之经, 本书长久以来皆单行, 北宋天圣二年, 一千零二十四, 十入藏, 本书之注释书有 湛然之摩合指观浮行 搜药记十卷, 有言之摩合指观浮行 传红绝柱触览四卷, 稻碎之摩合指观论 红绝转一八卷等, 佛祖统计卷十, 卷十一, 卷二十五, 佛祖力代通载卷二十七, 批六千零七十七, 摩合指观浮行搜药记, 凡十卷, 唐代湛然, 七百一十一, 七百八十二, 数, 又称摩合指观红绝搜药记, 摩合指观搜药记, 指观浮行搜药记, 收于万续葬第九十九册, 因摩合指观浮行传红绝义书之内容过于广泛, 故本书截取其要点, 并将该书中之物自加以定证, 且将其文艺不明之处加以阐释, 便于指观修行者之应用, 依作者之续文考据之, 本书系其世纪之前三、四年所作, 致政大师请来目录, P60717, 摩合捷兵纳, 范名Mahkaupanah, 巴黎名Mahkafei, 又作摩合捷兵宁, 摩合捷比拿, 摩合捷兵纳, 摩合加匹纳, 摩合金皮罗, 或称大捷兵纳, 或单称捷兵纳, 意义作黄色, 防塑, 大分别时, 佛陀弟子之一, 精通天文历术, 能知新秀, 为众僧中第一, 据贤于金卷七大捷兵宁品载, 师位金帝国捷兵宁王之子, 秉姓聪明, 大力永健, 于其父王崩后四位, 兵重英盛, 威风远阵, 欲制压中印度, 乃遣使智舍为国相波斯逆王求贡, 使佛陀在指环金舍, 自化为转轮圣王, 以神通变现而使杰宾纳幸福, 杰宾纳岁远离成垢, 出家修持, 常勇猛精进, 端住魅中, 的法眼镜, 并镇的阿罗汉果, 另据光宅法华一书卷一, 法华玄赞卷一等载, 杰宾纳又名房宿, 戏英如来玉之其成道之因缘, 乃化献为老比丘, 宿其僧房, 为之说法, 杰宾纳即于此业得道, 又据法华文具卷一上载, 因其父母助导房心儿得子, 顾名之为房宿, 增益阿罕经卷二十二, 本石经卷六, 咸鱼经卷六, 法华义记卷八, 帆范语卷二, 卷四, 慧玲英义卷二十三, 批六千零七十七, 摩河南, 泛名Mahemma, 巴黎明童, 亦为佛陀最初所度化五比丘之一, 又坐摩河南, 摩河那摩, 意义大号, 大明, 在中本起经坐摩南居立, 范Mahemma, Koiyah, 佛所行赞经中坐实力佳业, 乃是加穆尼于成出家之计, 其父近范王于族中所选五随士之一, 佛陀成道后, 于路也愿出转法轮, 笔即为最初文法得道之弟子之一后, 并护持佛陀之话道, 增议阿含经卷三弟子品赞旗, 大二, 五五七上, 素成神通, 中不有回, 所谓摩河南比丘式, 中阿含卷八世者经,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 四分律卷三十二, 大皮婆沙论卷一八二, 法华经文句卷一上, 卷五上, 大唐西玉记卷七, 二又称是种摩河南, 范萨克摩河河, 摩河南是, 是摩南, 属中印度加皮罗为成是加种, 五分律卷十五, 有布皮奈耶破森是卷二等载其为胡范王之子, 大智度论卷三, 范文大士, Mahvastu等载其为甘露范王之子, 于其地阿纳律入佛门出家后, 即至李家世, 众佛之教法, 常布施汤药, 医食等于僧众, 中阿含经中之苦因经及其请佛所说,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六载, 当舍未成之流离王讨伐家皮罗为成是家族时, 摩河南为旧是种族, 自愿舍命于水中, 或为此人与五比丘中之摩河南为同一人, 砸阿含经卷二十九, 卷三十, 增益阿含经卷三, 卷三十五, 佛本行及经卷十一, 卷五十八, 五分律卷三, 批六千零七十八。 摩河波蛇波提, 泛名Mahprachpat, 巴黎名Mahprachpat, 又做摩河拉蛇地, 摩河悲耶和提, 或略称波蛇波提, 意义做大爱道, 大圣申主, 大申主, 大侍主, 又称波提夫人, 或称摩河波罗蛇提取谈谜, 泛Mahprachpat, Gotham, 巴Mahprachpat, Gotham, 义做大爱道, 取谈谜, 取谈谜大爱, 或略称取谈谜。 泛宇Gotham, 义为世家族取谈性之女, 摩河波蛇波提, 为古印度天璧成善绝王之女, 即佛母摩赫摩耶之妹,释迦牟尼佛之姨母 世尊出生七日,母摩耶夫人及谢氏,由姨母代位养育 世尊臣道后第五年,静犯王命中,大爱道律耶书陀罗及五百世家族女,请求随世尊出家,为佛门有比丘尼之使 比出家后亲自同理比丘尼,驻于金舍附近之尼苑,为请求出家之女众受聚足戒,驻佛陀化岛甚多 后于佛陀入灭之前三月,由于不忍见佛陀灭度,乃于皮舍离成结家夫作,由出禅天见次入于四禅天而舍命,其时欲戒之诸天皆悲气涕灵 增益阿含金卷九,中本起金卷下,咸鱼金卷三,卷十二,四分绿卷十二,五分绿卷二十九,据舍论光纪卷十四,P6078 摩赫拉陀国,摩赫拉陀,泛名Mah,Rra,巴黎名Mah,Raha 为印度之谷国,位于南印度摩拉婆国之南 又作摩赫罗国,摩赫勒国,摩赫赖扎国 意义大国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载,此国周广六千余里,土地肥沃,风俗淳朴,民信奥义,有恩必报,有怨必赴,兵向盛强,习戒日王东珍西伐时,为此国不臣服 国人好学,奸习大小二圣,迦兰百余所,僧徒五千余,天词数百,亦道甚多 大都城内外有诸多苏独波 东近幽谷中有大家兰,系阿哲罗阿罗汉为其母所见,迦兰高百余齿,中有七十余齿之石雕佛像,习臣纳菩萨多流止于此 此加兰籍金著名之阿占多,范奥俊特,石窟,长阿罕金卷五,大放等大级金卷五十五,翻范语卷八,皮六千零七十九 摩赫皮罗,泛名Mahvira 异议大雄 吉尼甘陀若提子,为印度奇纳教之开祖,六师外道之一 约与佛陀同时代 三十岁出家,经十二年苦行而大悟 为对抗自古英习之婆罗门教之弊,而创立新教,称其那教 参阅,尼甘陀若提子,一千八百九十,皮六千零七十九 摩赫眼,范语Mah,YNA 亦乃摩赫眼那之略称 指大臣之教法 参阅,大臣,八百零七,二位南朝宋代森求纳拔陀罗之德号 英诗广言大臣之教法,故事称摩赫眼 参阅,求纳拔陀罗,两千九百六十五,三唐代森 又称摩赫眼那,大臣和尚 德宗,七百八十,八百零五在位,拾入西藏讲经,立唱禅宗 认为指指人心乃的开示佛性,一时藏的僧人风靡相从 赞普妃梅卢氏等贵族妇女三十余人从其出家 后起双提赞,七百四十二,七百九十七在位 自尼伯尔寅寄护之弟子莲华介入西藏,传印度教法 莲华介精通中道,雅善英明,与诗所红传之禅指示相乖为 正论消然,久莫能诀,藏王乃及众使两家辩论,莲华介陈词破难,诗无以应答,遂放还汉土 自此中观之学遂待禅教而兴,此事在西藏佛教史上,未有名之,拉萨论真,又称谓,顿见之真 盖大成和尚宜若中国传统刑犯,主张大而化之的顿悟指指,贬斥思虑分别之教义演义 为此顿悟指指之法门,指合于心领神会之墨照点破,用于辩论,则不免见拙 而印度佛教自示清,僧护以下,极特众辩论之技巧,莲华介幼精通英明论学,诗之败北乃必然之下场,然禅宗之影响并未因此在西藏消灭 现今所传西藏史书,仍有对禅宗之记载 西藏佛学原论,顿悟大臣正礼觉,王熙,P6079 摩合眼藏,指大臣经典 如来一代圣教多被叛位大,小臣教两类,而立全是声闻,圆觉二圣道之教法位小臣经,立全是菩萨道之教法位大臣经 摩合眼藏即指说是大臣教理之法华、涅槃、华言等诸大臣经典 大制度论卷100、大25、756中,虽具求一解脱门,而有自立立人之意,事故有大小臣差别 中略,三藏是声闻法,摩合眼是大臣法 P6080 摩合家瞻眼,泛名Mahketayana,巴黎明Mahkakayana,Mahkakene 又做摩合家多眼那,摩合家底耶耶那,摩合家瞻眼 或称大家瞻眼,家瞻眼 意义大减梯肿男 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西印度阿盘体国,范Bervendi,人,其族性及出家归依佛陀之因缘 有述说,据佛本行及经卷三十七纳罗陀出家品载 师乃显侯时巨落大家瞻眼婆罗门之第二子,明那罗陀 范Bervendi,又做那罗加,那罗摩那 他瞻眼,情形不屑,正的阿罗汉果 佛陀灭度后,师尚存,人从世教化,屡于外道论战,于佛陀弟子中,称,论意第一 据舍论光纪卷一位,六族论中之阿皮达摩师舍论为师所造 在密教中,安于献图胎藏界曼陀罗是加穆尼佛之左方上列第六位 形象为术右手掌,趋无名指,小指,左手指夹沙之一角置于胸前,坐于荷叶座上 巴历文长老记住 Paramatha, Deepen,杂阿含金卷九,卷十九,卷二十,五分绿卷二十一,十颂绿卷二十五,法华经文句卷一下,惠灵音一卷八,胎藏界七级卷上 P六千零八十 摩赫班若,范语MathPrak Math,意味大,Prak,意味慧 摩赫班若即照了诸法识相,罪即罪甚之大智慧 禅愿轻规卷时,万序一一一,四六五上,若未悟摩赫班若者,但依佛语修行 为食书药卷上本,P六千零八十 摩赫班若放光经,请参阅放光班若经 摩赫班若波罗蜜经,以泛名Pakavati,Shasric,Protpyramid 凡二十七卷,或三十卷,四十卷,即九十品 后勤揪摩罗十亿 又称大品班若经,新大品经,大品经,摩赫班若经 收于大阵藏第八册 本经集大班若经之第二分,卷四零一,四七八 旨在阐明班若波罗蜜之法 为大乘佛教初期阐说班若空观之基础典籍 本经之同本意义让有关班若经十卷,西境主法护义,放光班若经二十卷,西境无差罗译 梵文二万五千宋班若与本经相当,分为八品,印度称之为中班若 龙树菩萨之大制度论百卷为本经之事论 此外,中国,日本对本经所作注释书亦甚多 初三藏纪集卷二,卷八,历代三宝纪卷八,开源氏教路卷四,二泛名 AS Hazaric, Proch Pyramid 凡时卷,继二十九品 后勤纠摩罗十亿 又称小品班若波罗密经,小品班若经,新小品经 收于大阵藏第八册 本经集大班若经之第四分,卷五三八,五五五 细缠说班若波罗密之法 其同本意义有道行班若经十卷,后汉之楼加称义,大明度无极经六卷,五,之千义,摩合班若波罗密多超经五卷,前情谈摩皮与诸佛念共义 梵文八千宗班若与本经相当,于尼泊尔为九部带经之一 本经有诗子贤,梵哈里帕拉,作之梵文本世论 出三藏记集卷二,开源氏教路卷四,P6081 摩合班若波罗密多新经,请参阅班若波罗密多新经 摩合班若波罗密道行经,请参阅道行班若经 摩合班若经,请参阅大品班若经或摩合班若波罗密经 摩合班若事论,请参阅大制度论 摩合婆罗多,泛名Mah B.H. Rayda,一位伟大的婆罗多王后裔 又称婆罗多书,大战师 为古代印度之民族大叙事师 以梵文书写,既有十八篇十万诵,附录一篇一万六千诵,为世界最长之史诗 与罗摩耶纳并称印度二大史诗 相传作者为皮耶索仙人,梵菲YSA,或为其景为编转者 纪元前属世纪口耳相传,经多次修正补移,至西元二百年始得其概要,四世纪时,始完成今日之形式 其主题为婆罗多族之后裔 亦德雷陀石陀,范D.H.R.A. 与庞兜,范P.U. 两王族为争夺王位,展开十八日之战争 其年代虽不明确,然其战争史实则无庸置疑 其所采用之语言,文体为平易典雅之范文 与主题之外,另有插曲 插曲之形式很多,包括神话、传说、恋爱故事、处世训等 对印度当时道德、风俗、社会制度、哲学、宗教等描述 自近代印度各地方与文学史,至东南亚诸国等广大支印度文化圈 皆流传弘扬,对文学、艺术等有莫大影响 Holtzman Dasmach B.H.R.U. & D.S.T.U. 1892,1895,EW Hopkins' The Great Epic of India,1901,3000,L,Indian Mythology,1902,H.Jacobe-Mah B.H.Rader,1903,EW Hopkins' Epoch Mythology,1915,A Holtzman in Disxagon,1921,P.6081 摩赫安,北平明差之一,位于赋城门外之巴里庄 明代嘉靖二十五年,一千五百四十六,赵镇建安,其实安不甚大,但极为洁净,前后多松贵,似于各有高台蝶石 纵木远眺,穿圆如袖,西山苍翠 清初名流亡于阳,高江村等常载九流连,富师为乐 安东偏院金刚殿上至有名人崇陵之三十二体金刚时刻 P.6082 摩赫饭,即以饭被送唱含有,摩赫般若波罗蜜,文具之计 禅陵中,如于冷言会,行道结束后,冷言头或为那举唱 十方三世一切佛,诸尊菩萨摩赫萨,摩赫般若波罗蜜,之文 大众义合唱之,称为摩赫反 或于颂唱普贤十大愿后,随即颂唱 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般若波罗蜜,之文 P.6082 摩赫毕利多法会,Mahpyrita,为西兰佛教之大祈福法会 佛教徒欲有喜丧事或疾病等,请比丘至家中诵经,以祈求吉祥平安 其仪式与皮罗比利多法会,西兰与为Valpyrita,一级小保护,小祈福法会,相近,所不同者在于诵经时间较长 P.6082 摩赫菩提会,Mahbodi Society,印度佛教复兴运动团体,系一国际性组织 又称摩赫菩提社,摩赫菩提协会,大菩提会 原名为菩提加耶摩赫菩提会 1891年5月,西兰居士达摩波罗,德马巴雷,在美国学者奥尔高特,Colonel Henry Stalkett,1832,1907,等人之之池下所创建 初时筹组于佛陀成道处菩提加耶,为九正式在西兰可伦坡设立会址 其最初目的在于自印度教徒手中收回圣祭菩提加耶大塔,并复兴印度及世界各地佛教 1891年10月,于菩提加耶首度召开国际佛教会议,出席者有西兰,中国,日本,缅甸及印度等各国代表 1892年出版,摩赫菩提与联合佛教世界,杂志,后改名,摩赫菩提,总部自可伦坡迁往印度加尔各达,1920年于加尔各达建该会总部法界子寺,总部设有管理部,执行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部门 赴于鹿野院,孟买等处新建寺庙,图书馆,学校,师诊所等机构,从事修弃佛塔,保存佛剂,提供医疗服务,新办教育,安排朝圣者之食宿,以及佛书之整理,翻译,出版等振兴佛教之事业 其间,由于受到近视基督教传播之刺激,西兰青年佛教徒古拿纳达,Gunanda,亦发起佛教拥护运动,先后于印度,东南亚等各国设立支部,亦使摩赫菩提会之成长更为茁壮 目前,于英国,美国,西德,日本,西兰,缅甸,泰国等地,皆设有分支机构,乃当代印度佛教复兴运动之核心团体 P6082 摩赫菩提森加兰,泛名Mahbodi,S-A-G-H-R-M-A,巴黎明瞳 右座大爵寺,大菩提寺 位于印度摩接陀国菩提树园之北门外 乃四世纪时西兰王所建之寺,由西兰远游印度巡礼圣记者,必经此森加兰 唐代玄藏西游之计,有僧徒约千人驻此,学习上座步伐 大唐西玉记卷八,大五一,九一八中,亭宇六院,官阁三层,周篤圆墙高三,四藏,及工人之庙,穷丹青之士 中略,诸苏篤波高广庙室,终有如来设立 又求法高森传卷上,大五一,五中,此四出击才于方堵,其后代国王苗义相成,造至红状,则善步周中当今无以加也,批六千零八十三 摩赫森子律,泛名Mahasegavimala 凡四十卷 东径佛陀巴陀罗语法显共义 略称森子律 意义大众律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二册 为不派佛教大众部所传之律葬 全书分为比丘戒法,初三十五卷,及比丘尼戒法,后五卷,前者详列二百一十八戒,并举杂颂拔曲法,威仪法,且详述各界至戒因缘,戒条式文及其适用情形 其中,杂颂拔曲及威仪二法相当于四分律等之间度品,及有关僧中所行仪式行事,结模,及日常依实柱等规律制条之随类解说 比丘尼戒法则列举二百七十七戒及杂拔曲法 本书乃大众部所传之广律,与四分律、五分律、十颂律共称古来寺广律 与其他三律比较之,则其特色甚多,包括 一、四波罗一制定之年份,被推定为自佛城道后第五年东分第五半月至第六年东分第四半月期间 二、于所记七百戒籍律藏中,不举时是非法,却提及至限境等之五境法,且把其子等否认之主张意味提及 三、内中并载有四十余种本身坛,援引二十余种之本身经 据本书卷三十二、五百比丘及法藏、条载 本书系幽玻璃寿摩赫加叶之命所送出者 其次并继有陀梭婆罗、树提陀梭、其多等二十七人之相成 是乃本律传承之记录 另据法显传载,法显西行御求戒律,而北天竹诸国之戒律,皆为诗诗口传 五本可写,乃至中天竹,于摩赫衍森迦兰的一部律,即摩赫森指重律 乃佛陀在世时最初大众所行之律,于指环经舍传其本 此外,初三藏纪纪卷三,十皮尼一超卷一等载,森指律为婆粗妇罗布,独子布,所传之律,此说孔有额悟 大唐西玉记卷九,历代三宝记卷三,卷四,卷五,开原式教路卷一,卷三,卷十五,批六千零八十三 摩赫摩耶经,凡二卷 被其谈谨意 又称佛身刀立天为母说法经,佛灵班涅槃母子相见经 略称摩耶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二册 本经前半部寄述佛陀身刀立天,为其身母摩耶夫人说法,令得出国 后半部寄述佛陀由化诸国,后于居施纳皆罗之梭罗双树间入涅槃,摩赫摩耶由天上降下,悲好痛觉,使佛陀开经关与知诀别,经末寄述佛玄迹关与法助法灭之情形 历代三宝迗卷四,法经禄卷一,开源世教禄卷一,卷六,月藏之经卷二十五,批六千零八十四 摩赫萨朵 范于Maph Sattva 巴利于Maph Sattva 亦乃菩萨或大士之通称 略称摩赫萨 Maph 意义做大 Sattva 乃友情 众生之义 摩赫萨朵即大友情 大众生 为此大众生戏愿大 行大 度众生大 于世间诸众生中为罪上 不退其大心 故称摩赫萨朵 大制度论卷五 法华一书卷二 法华玄赞卷二 二位世尊于因为修菩萨行十之名 又称萨朵王子 为过去世有义王 明摩赫萨陀 范玛赫萨达 义义坐大车 勤修善法 有三子 皆相好端正 第一太子明摩赫波纳罗 范玛赫萨达 四子摩赫提婆 范玛达佛 三子摩赫萨朵 一日 三位王子游竹林 见一虎产妻子 而妻子围绕母虎周扎 饥饿憔悴 身体雷弱 其命将绝 三位王子皆生悲怆之念而离去 继而摩赫萨朵大声悲心 先十二胸反弓 独环林中 至恶虎索 为求无上菩提 而欲舍此会生 遂自脱衣服至竹之上 做种种事以 极为身卧恶虎前 虎为萨朵此微之力而不敢识 萨朵见之 上高楚头生于的 使小神以受捧王子 故无损伤 萨朵父以肝竹刺井 是十大地六种震动 天华乱坠 恶虎见萨朵流血 使渐进 是血食肉 为流于骨 此即佛本身谈中 投身为虎之因缘 耳时虎之妻子即后来佛 是十之五比丘 舍利福 穆坚连 是尊义以此功德而超越十一节 贤鱼精卷一精光明精卷四 大宝基精卷八十 菩萨本行精卷下 分别功德论卷二 批六千零八十四 摩达国 摩达 泛名 Madra 巴利名Madra 为古印度之一王国 首都沙杰罗 巴埃斯格拉 一长老尼济金柱 八THGA 之技术 有一名称摩 巴坑 之比丘尼 身于摩基陀国 泛摩达 巴同 之沙杰罗 魏王之一族 但如伊同柱所引用辟语经 巴阿派NA 之记载 应有 于摩达国之沙杰罗 一语 或可推定摩达国乃受摩接托国保护管辖之一独立国 P六千零八十五 摩尔伐多派 马尔瓦特 尼克亚 西兰佛教先罗派主要教派之一 右座曼尔瓦多派 属上座部佛教 形成于十九世纪中期 总部系由坎迪 肯迪 之摩尔伐多四等二十余四组成 比丘属僧加罗族渠为加姆种姓之佛教村居派 J.Mafsin 主要从事佛学研究及佛经注释 有大量梵文 巴历文与西兰文之佛教著作 主办僧王佛学院等教育及研究机构 参与管理西兰治增佛学院与治严佛学院 与阿斯杰利派 阿斯格里 亦亦阿奇利派 共同管理坎迪佛亚寺 该派僧常称摩赫纳耶加 大导师 与阿努纳耶加 副导师 由僧加理事会选举产生 终身任职 其主要寺庙之助持则皆由渠为加姆种姓之上层罗达罗种姓 旧贵族世家 担任 印度等国意见有此派之佛教中心 P6085 摩罗家 泛名美厚罗家 又作摩罗家 摩护罗 摩呼勒家 摩修洛 摩福勒 异异作的龙 大蟒神 大蟒蛇 大胸形 大腹形 大胸腹形 细天龙八部众之一 维摩经略书卷二载 摩罗家系无足负行之神 因悔戒 邪产 多称 少不失 贪是酒肉 怠慢持戒 遂堕未鬼神 其体内多称宠肯食其身 痛苦异常 慧灵音一卷十一载 摩罗家系乐神之类 其行为舍守人生 在密教宪图胎藏戒曼图罗中安置有三尊摩罗家 中央之尊乃驱两手 握拳疏食指 置于胸前 束左膝而坐 左方之尊头戴舌关 面向右方 右方之尊则面向左方 坐吹笛状 大日经卷二普通真言脏品 大日经书卷十 翻范语卷七 惠灵音一卷一 卷二十五 卷二十七 翻译明一级卷四 批六千零八十五 摩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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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名摩喀 八粒名铜 又坐摩加罗鱼 摩加罗鱼 意义为大体鱼 鲸鱼 巨鳌 为经论中多处记载之大鱼 被视为鱼鳄 鲨鱼 海豚等同类 或为假想中之鱼 印度神话中 以之为水神 范发瑞 之座齐 爱神 范Kamadeva 所知之 其上亿附有摩羯鱼图 又为十二宫之一 称摩羯鱼 其头部与前之四灵阳 身体与尾部则成鱼形 又 观自在菩萨阿摩法 以之为阿摩观音之持物 旧华盐经卷五十九 大臣李去六波罗密多经卷二 大制度论卷七 石柱皮婆沙论卷七 慧院音译卷下 翻译名译集卷六 皮六千零八十六 摩路多 范鱼图 印度婆罗门教之风神 尤特指暴风神 始见于婆罗门教根本圣典离聚废陀 长城群而现 其数有七 二十七 四十九 百八十等诸说 其出身意众说纷纭 离聚废陀为其父为鲁达罗 范拉拉 史诗罗摩耶纳为其为底提 范滴滴 之子 全身红色 法光如火 身披金甲 胸有金色装饰 肩扛长枪 沉金色车 常跟随鹰陀罗攻伐恶魔 禁军时如猛兽发威 飞沙走时 天昏地暗 山月震动 凶残可步 退兵时却如小儿嬉戏 十分可轻 或为此神与将雨有关 P六千零八十六 魔头鸠罗山 魔头鸠罗 范敏 玛德库拉 八丽名同 异异坐密众山 位于中印度魔街陀国 范莫格达 八同 习世尊教化家夜时 于灵中得一份扫衣 时帝是天之佛玉换此衣 乃往魔头鸠罗山 取一大石至池边 以便世尊于此时上换衣 四分绿卷十一 卷三十三 翻范语卷九 皮六千零八十六 摩西河 摩西 范明马 八丽名同 又坐摩西河 摩西河 位于印度恒河之北 系恒河五之流之一 即金冠流西印度孟买地区 驻入印度洋之河流 经典在此河流之处甚多 如中阿罕卷二 七日经 大一 四二八下 诸大全员从严福周五合所出 一约恒家 中略 五约摩契 比大全员皆惜洁净 不得常住 事故一切行无常 中略 当求舍离 当求解脱 又大唐西玉记卷十一摩腊婆国条 大五一 九三五下 摩腊婆国 周六千余里 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 距墨西河东南 批六千零八十七 摩罗国 摩罗 范明莫拉 八丽名同 为佛陀时代印度十六大国之一 又坐摩罗国 满罗国 巴罗国 莫劳国 莫利国 意义利士国 壮士国 华国 位于中印度恒河之北 加皮罗位臣之东 其都城及居施纳杰罗 范库英诺格拉 其他城意上有波婆臣 范皮维 阿努夷臣 范恩罗比 等 摩罗 本位种族名 在摩赫森旨旅中有是种女 离车女 摩罗女等名称 又据摩奴法所在 此种族为沙利利族后 此种族自古及已具有强大利器而著名 相传曾有五百余利士共举大石之骑士 故有 莫罗利士国 之称 又是尊于双树坚入涅槃时 居施纳杰罗臣莫罗族五百人悲号不止 岁台圣官 安于天官寺 供养七日后再涂皮 与波婆国莫罗族各得一分设立而建塔供养 皆为著名之史时 杂阿含金卷三十二 长阿含金卷四 增益阿含金卷三十六 四分绿卷四十一 有部皮奈耶杂氏卷三十八 番范语卷八 批六千零八十七 摩罗南陀 泛名M.L.Manda 又坐摩罗南提 一位同学 乃胡国之僧 与高丽之顺道 新罗之阿道相同 与百纪十五世枕流亡即位之年 三百八十四 东晋孝五帝太元九年 由中国至朝鲜 与百纪弘扬佛教 为百纪有佛法之史 三国仪式卷三 海东高森传卷仪三国史记卷十八 东国通建卷四 三国佛教史 批六千零八十七 摩罗婆国 摩罗婆 泛名M.Lava 乃南印度之谷国 位于乌蛇掩纳国之西 又坐摩罗婆国 南罗罗国 此国聚墨西河东南 土地风雨 驾色阴盛 加兰数百所 僧徒二万余人 学习正量步伐 习戒日王时 爱玉众生 崇敬三宝 每年设吴哲大会 召集四方僧徒 修四世供养 都城西北二十余里处有一线坑 为习日大曼星婆罗门献身之处 传说此曼星婆罗门 为贤爱比丘屈服后 愤而毁谤大臣 轻蔑先生 的碎裂 身陷其处 大唐西玉记卷十一 孔雀王咒经卷上 大放广菩萨藏文书施力根本以鬼经卷十八 T Waters on Yuan Kwan 2.VA Smith's Early History of India SN May John D. Cunningham's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P6087 摩登家仙人 又做摩登家仙人 据为十二十论数记卷下载 习时有一摩登家仙人 行貌及丑陋 修得五种神通 常于山中作禅 时有一银女 本为王所爱 应处五于王 为王所屈 银女入山 见仙人丑陋 为此仙乃不祥之人 恐有不祥之事 赴念自己被王所屈亦是不祥 若还此不祥 则必当即祥 念以遂取分之令 必浇灌仙人 仙人忍受 不申甜恨 随即有一婆罗门弟子 为仙人喜患 而比银女于日后 父为王所宠爱 为酒 有一国师 亦有哀恼 比银女遂与国师 若以不祥是还仙人 必还己知吉祥 国师一言亦以分之喜仙 仙人父忍受之 婆罗门弟子亦父为仙人喜患 其后国师父的吉祥是 世纪皆宴 人皆知之 王后欲征伐他国 国师敬见 为以不吉祥 与仙人者必获吉祥 王乃于山中造屋 狠取奋之习惯仙人 珍遂得胜 自是若有不称心事 则以奋之习惯仙人 仙人不负能忍 心生甜恨 乃下时雨 国人皆死 唯有是先知 婆罗门弟子得以幸免 须于之间 国臣山林 遂称摩登加林 批六千零八十八 波草沾风 禅灵用语 幼座波草参玄 未波除无名之荒草 沾望佛祖之玄风 集结断妄想 参究玄妙处之意 幼智跋涉险路 沾仰善知事之得风 洞山与路 大四七 五零七中 此去里林优献 时事相连 有云言道人 若能波草沾风 必为子之所重 批六千零八十八 波无因果 波及否定 排除之意 波无因果及否定因果之道理 唯无剑中之邪剑 得藏十轮经卷七 大一三 七五七下 波无因果 断灭善根 广百论是卷五 大三零 二一五中 若无善恶 苦乐亦无 是则波无一切因果 据舍论卷十七 惠灵因一卷七十二 批六千零八十八 波浅 波去浅颂之意 又作发浅 密教修法时 首先由他方世界迎请佛 菩萨等 呆法是必 再奉送所照请之佛 菩萨至其本处 并奉还自心所观之佛于心内本土 为之波浅 波浅之印气 真言等 细衣修法之种类而已 又修善佛像时 亦用波浅法 即先请佛赞离 呆修枕臂 赋迎请归返 此外 世家如来劝我土众生 往生弥陀净土 亦称为发浅 观经玄一分 大三七 二四六中 养为世家此方发浅 弥陀及彼国来迎 陀罗尼吉经卷十一 苏西的杰洛经卷下增微品 护魔品 大日经书卷九 批六千零八十八 撰号 佛典之史所记载之住者姓名 除姓名之外 一书地名 四名 有自己所记 亦有他人所书者 大致而言 印度所作 写为 某造 或作 某书 中国所作 写为 某术 某集 某传 术 即 传书古德之说 并非创作 亦无新意 若诗说而由弟子记述 提为 某说某记 这 亦称为传号 P六千零八十九 某尼 为 范语 PNI之音 以 意义座首长 大日经书卷一 大三九 五八二上 十九金刚 手秘秘主者 范云 某尼 即是首长 掌持金刚 与手持一同 P六千零八十九 波书多 为范名P-Yupita之音 以 幼座波书多 意义授主外道 或称图灰外道 牛主外道 为古代印度外道之一 此外道崇拜大自在天 幼座摩西守罗天 此天成牛而行 以之为创造万物之神 学彼天法 从彼为主 因大自在天 又称为寿主 范P-Yupita 故此外道 有牛主外道 寿主外道之称 波书多 为生大自在天 而修苦行 自身涂灰 隐康之沸汤 杀阳瓷天 持牛狗鸡之戒 直为解脱之音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六 大一二 四六二上 不食盐肉 五种牛味 中略 以阳瓷时先咒后杀 四月是火七日浮风 百千亿花 供养朱天 朱所欲愿因此陈酒 据舍论光纪卷九 玄印阴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大日经书直星超卷八 P-6089 辅州曹山原镇禅诗语录 全一卷 唐代森曹山本纪 八百四十 九百零一 传 日森直月会印 一千六百八十九 一千七百六十四 叫定 又称曹山大师语录 曹山本纪禅诗语录 曹山原镇禅诗语录 曹山录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七册 记录本纪之行业 问答 示众语要 并收录会印之法 四瞎道本光重编之解释 洞山五位显觉 逐位送并驻别简 五位止觉 四种异类 三然等等 大正藏第四十七册 于本语录之后 又收录辅州曹山本纪 禅诗语录二卷 卷上系明代 郭宁之所编 内容集 五家语录 所收之曹山本纪 禅诗语录 卷下则系日森 一末玄契所编 有关曹山之十一路 历年来 曹山语录 谍有堪行 版本护义 故万续藏第一依九册收录之曹山语录 与大正藏所收者略有出入 参阅曹山路 四千六百一十七 批六千零八十九 辅州曹山本纪禅诗语录 请参阅曹山路 敌论者 英明用语 为 立论者 之对称 略称敌者 及问难者 反驳者 英明之对论法中 以三支建立自宗 命题者 称为立论者 其对手即称为敌论者 参阅 他 一千五百三十八 批六千零八十九 数 范语 sak 为时宗座二十四不相应形法之一 圣论学派以之为二十四得之一 即表示存在之数量 印度将数分为单数 一数 双数 两数 二数 负数 多数 三种 从一致无数 范语 asak 阿森指 通常以如下十净法之五十二种数来表示 即一 十 百 千 万 落差 范拉凯 阿底洛沙 范阿特拉凯 巨知 范可 莫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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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阿 阿油多 范阿油多 大阿油多 纳油多 范内油多 大纳油多 罗油多 大罗油多 金杰罗 大金杰罗 平拔罗 大平拔罗 阿厨婆 大阿厨婆 皮婆赫 大皮婆赫 瓦端家 大瓦端家 婆赫那 大婆赫那 帝制婆 大帝制婆 西兜 大西兜 杰拉婆 大杰拉婆 应达罗 范英罗 大应达罗 三摩丹 大三摩丹 接底 大接底 粘法罗舌 大粘法罗舌 老达罗 大老达罗 拔兰 大拔兰 山若 范SAJ 大山若 皮不多 大皮不多 拔罗叉 大拔罗叉 阿森纸等 阿森纸又做阿森纸耶 阿森契耶 阿森 森纸等 意味无数 无央数 即 无法计数 之意 但由一致阿森纸为止 原有六十个数 后一师八数 岁成为五十二数 翻译名义大吉则 加上曾一师之八数 而为六十数 此外 辟育极大之数 以为乘数来表示 依以下之分数 为极小之数 或作十六分之一 称为哥罗分 最极为小之分数 称为乌波尼沙潭分 范尔培尼阿登 幽波尼沙陀分 新义华言金卷四十五 以一阿森纸为单位 具有 阿森纸 无量 无边 无等 不可数 不可称 不可思 不可量 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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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十数 此称为十大数 其算法是将阿森纸乘以阿森纸 称为阿森纸转 阿森纸转再乘以阿森纸转 则为无量 以下各大数皆以此类推 瑜伽师的论卷三 卷五十六 显阳圣教论卷一大乘百法 宁门论 瑜伽论记卷十五下 P6089 数书习官 泛语 NPNA Small Titanium 又做阿那班纳官 安那班纳念 念安班 安班首义 意义做念入出习 念摩索起 习念官 持习念 简称安班 数习 乃五庭心官之一 八念之一 十念之一 即计数入习或出习之次数 以收射心于一境 使身 心止习 此为除散乱 入镇定之修法 泛语NA 原为浅来之义 转至入习 APNA 原为浅去之义 转至出习 意及先入习 后出习之掉习 呼吸 法 然意有主张 先出习 后入习 知方式 而意意味 念出入习 者 又若将数习 关系分 则有算数修习 误入诸运修习 误入缘起修习 误入圣地修习 十六圣行修习等五类 杂阿含 杀阿含经卷二十九 修行道地经卷五 大安班首义经卷下 巨舍论卷二十二 瑜伽诗的论卷二十七 批六千零九十 数珠 数珠 范语 Pisacomel 因意做塞末 又做念珠 诵珠 咒珠 即以现贯串一定树木之珠 用以计算称名念佛或陀罗尼等念诵之次数 七种类 依陀罗尼籍金记载 有二十一珠 四十二珠 五十四珠 一百零八珠等四种 依术珠功德金记载 有十四颗 二十七颗 五十四颗 一百零八颗等四种 依金刚鼎余加念珠金记载 上品一千零八十颗 最剩一百零八颗 中品五十四颗 下品二十七颗 准次 数珠之基本科数为一百零八颗 四十二 二十一科者乃别说 念珠之科数不同 所表示之意意意意 一百零八科者表示正百八之三昧 以断除百八之烦恼 五十四科者表示菩萨修行过程之实性 十柱十行十回向十地及四善根因地等五十四位 四十二科者则表示十柱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 妙觉等四十二位 二十七科表示小城修行四项四果之十八学人与九无学 二十一科者表示十地 十波罗密 佛果等二十一位 十四科者表示观音之十四无味 树珠材质之种类一多 有精、银、赤铜、菩提子、莲花子、金刚子、黑痰、紫痰、珍珠、珊瑚、琉璃、铁等 为各精多以菩提子所致者为最殊胜 此外 有关念珠之配置法 掐念法 功德等经典所记载 大多为晚期经典 由以密教诸经轨 圣祥 又佛教开始使用念珠之年 大约在二世纪之后 于中国 有关数珠使用最早之记载 鉴于旭高僧船卷二十道错船 大五零 五九三下 仁各韬珠 口同佛号 誓之至随唐时乃开始使用 以为称名技术之句 穆子经 大碑空至经持念品 誓誓要揽卷中 翻译名义集卷十八 类具名物考卷二五五 参阅念珠 三千两百一十五 批六千零九十一 述诸功德经 请参阅曼书逝力 骤葬中 效量 述诸功德经 述习力 累积多数习惯 未知述习 由述习所成之力 称为述习力 右座串习力 习力 大臣阿皮达摩杂级论卷十三 大三一 七五五中 中有才起 由串习力 胜到献前 断于随眠 大臣入伦加经卷二 据舍论卷二十九 成为十论卷二 批六千零九十一 术经 请参阅术论 术论 为小臣说一切有不 萨婆多不 论藏之别称 意为说一切有不之代称 右座术经 术论之 术 含有二意 意为 会术 另一位 法术 之意 就会术之意义而言 于三藏三学之中 说一切有不侧重于 阿皮坛 故佑称 毗坛宗 其所全显之意 即为断或正理之会学 而此宗宗义 所特众之 心所有法 于旧时 义称为 心术 由是可见此宗义 会术 为本 故其论藏之名称 义称为术论 若旧法术之意义而言 说一切有不 判例七十五种之法术 且其宗义意味佛教法术之根本 故其所说之法或所宗之论藏称为术论 自南北朝时代至初唐期间 佛教界习将成十宗之诸师称为 论家的论宗之诸师称为 的师 社论宗之诸师称为 社师 准此 遂将毗坛宗之诸师称为术家 术师 术人 又印度六派哲学中成立最早之一派 亦称为术论 范Sqia 其宗义以分别智慧而嫉妒诸法 并从而立明论说 其宗派名称虽与此小臣皮 谈宗相同 然教义只去则窘别 故立来佛典中多称之 未数论外道以简别之 此外 如梁高森传卷五所录之之森敦 卷七所录之法和 谭剑 僧寒 僧庄 惠龙 道温 僧松 卷八所录之会计 道会 法院 僧远 惠令 法仙 法罪 僧静 道文 僧贤 智秀 僧盛 旭高森传卷五所录之僧明 卷六所录之僧剑 惠超 卷七所录之红眼 宝琼 卷十二所录之会诀 卷十三所录之缘光 卷二十一所录之谈愿 道成等诸诗之传宗皆载有 善述论或通述论之语 皆细指词等诸诗通达说 一切有不知论书或显熟该宗之宗旨 而非为通达述论学派之宗要教说 法华玄论卷八卷十 维摩一书卷中 维摩金眼罗纪卷十六 摩合纸观卷五上 卷六上 大臣玄论卷二 卷五 参阅 批潭宗 3857 批6091 数论记 请参阅数论诵 树论诵 泛名esker kigic 又称树论纪 僧曲诵 印度六派哲学树论 泛esker 学派之经典 伊师伐罗契理時拿 泛fara ke 意义自在黑 这于西元 IV至五世纪间 共计七十二记,包含六十科论,犯S.Tittenway's Dog之全部内容 书中指出以观想人生诸苦之力场为出发点,并以二十五帝为基本原理,进行观法之修行,即可获得解脱 一切法皆可设入二十五帝中 二十五帝以神我 范普瑞与自信 范Practitaneum 为二大原理 由自信展开觉 范Boutai与我慢 范AhaKRA 由我慢展开一根 范Monus 五支根 范Boudendria 即感觉机能 五座根 范Carmendria 即运动机能 五为范Temtra 即色深香味处 五为右眼展出五大 范MahBHTA 即的水火封空 自信之本质为纯值 范Satva 基值 范Rogers 一值 范Thomas 三德 三德之活动变化 产生一切现象 神我则系无属性 无作用之纯粹质 若能体悟自信 与神我本质上之差异 自信及停止活动 而得解脱 本书之重要注释 书有经七十论 高达帕达 范GolabhA BH 摩达罗柱 范N Hara VTTI 等 P6092 数论学派 数论 范语Skir 因意味森区 又作森契耶 意味又作数数 致数论 数论学派为印度六派哲学中成立最早者 相传出祖魏加皮罗仙人 范Kopila 此派以分别智慧而嫉妒诸法 并以此数为基础 从而立明论说 故称数论派 其早期学说主张精神 物质二者统一为 最高我 即采取有神论与意元论之立场 见叙世诗至晚其则否认最高我 成为无神论之二元论 神我未纯粹意识 不具作用 仅观照自信而已 自信依序开展未绝 范Boutai 我慢 范Aha KRA 五大 十六变异 此一原理与神我 自信合称二十五帝 所谓自信 范Practitaneum 即可公开展之唯一因子 其构成之要素有 纯粹 范Satva 基质 范Rogers 益质 范Thomas 等三德 神我即由开展后所产生之物质 结果中脱离出来 独自存在 其实即称为解脱 此宗派最古之经典位四五世纪 请医师法罗契李什拿 范Farach 自在黑 之森驱送 范Sk K 其著世书有经七十论 高达帕达 范高Ap 米德 与摩达罗 范M Hara 之著世书等 均问世于六世纪左右 其后富有森驱经 范Sk Estra 亦为此派重要论书之一 于诸外道中 数论派乃最有力之学派 佛典中有甚多破斥此派学说之记载 经于印度之瓦 经于印度之瓦拉纳西附近 成为独立学派而存在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六 卷三十九 大制度论卷七十 瑜伽师的论卷六 陈石论卷三 外道小陈涅槃论 外道小陈四宗论 经七十论卷下 大陈一张卷六 大陈法院一零张卷一本 外道哲学 印度六派哲学 批六千零九十三 书要 请参阅成为十论掌中书要 赞助无常 赞助 未暂时存续 无常 未一切有为法皆生灭千流而不常住 赞助无常 未有为法虽属无常 然因相为原味道 故暂时存续 如山 树等 未有火灾时 得以赞助 火灾若来 则坏灭 经七十论卷上 批六千零九十三 赞道 赞道僧之略称 禅陵中 只赞时逗留在僧院 未九即将离去之僧人 而心至丛林挂搭之僧 或心参之僧 则称为心道僧 于禅陵中 规定于至中 截至安居其间 不准有钱来挂息者 然若某僧恰好应是于此期间到该寺 应至规所定 不准挂搭成为心道僧 而又需暂时逗留于该寺 则此僧即称为赞道僧 此外 出入疑似 其挂搭之手续尚未完成者 亦称为赞道僧 赞道僧所需之床障实物等 皆由之客僧被办款待 若赞道僧乎而去世者 亦由之客僧主持其丧事 大会普觉禅师宗门武库 赤修百丈 青龟卷一助黎章圣截条 禅院青龟卷一禅灵 备用青龟卷一森堂青龟卷三别 归二十六条 禅灵象气间卷六 称呼门 批六千零九十三 暴流 范与奥格 八粒与童 又坐暴流 亦为烦恼之别名 就亦报和 大水暴涨之时 可漂流人处 房屋等 烦恼亦然 可漂湿无人之善得善品 故称为暴流 诸经中已暴流欲烦恼时 通常分为欲暴流 有暴流 见暴流 无名暴流等四种 杂阿含金卷十八 增益阿含金卷二十三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七 参月 四暴流 一千八百三十一 烦恼 五千五百一十五 二一为时说 阿赖耶时于轮回之际人持续不断 犹如暴流 为时三十诵 成为时论卷二 批六千零九十四 果世双夫 世尊于居师那皆罗城外之梭罗 灵入灭后七日 嘉夜方至 悲念而又绕世尊经官 一心静默 赞叹佛德 十千佛伦香 三十二相之以之佛 族世现经官外 后世遂以果世双夫 表佛身出现官外之以 祖庭世院卷一云门路卷上 批六千零九十四 初仆 薄系之名 又作初仆 此物或如藻合状 直初仆赌之 以为系乐 略如我国民间赌博之之头子 四分绿卷十九 大二二 六九二下 拔南陀世子 非识入村 与诸居士共初仆 又犯网六十二建经 大一 二六五上 有一道人 受人性失识 常行初仆博眼 依此推之 初仆早在印度籍圣行 且为佛制所尽 菩萨介义书超卷下 类具名物考卷一六九 批六千零九十四 标月指 标 表之以 指示月之指 称为标月指 佛教将 真如 比喻为 月 故对不知真如 月 者 以诸重法来说明 指 真如 月 实相 标月指 即指佛所说之诸法 亦即八万四千法门 五千余卷之经文 原诀经 大一七 九一七上 修多罗教 如标月指 若复见月 乐之所标必竟飞月 批六千零九十四 标志 又作志 卫章表之意 细及世间具体之名字 符号 器具等 章表出蕴含其内 密而不显的唯妙生意 于密教中 诸尊常以身印 器具等 标示其内证本事之德 例如以印气 三昧耶行等 表示诸尊之本事 以身语意三密 表示诸尊内证之德 或以世间之潜明 表示法性之身指 凡此 皆为密教所用标志之常理 其中以印气作为标志者 其意义除像真诸尊内证 本事之功德外 广义而言 亦涵涉大曼陀罗 三昧耶曼陀罗 法曼陀罗 杰摩曼陀罗等四曼陀罗 此概因四曼陀罗等种种 是地门皆为法界标志之故 狭义言之 则仅指四曼陀罗中之三昧耶曼陀罗 三密中之深密 诸尊之三昧耶深 而一般密教多指侠义者而言 就密教诸尊所持各种器具之三昧耶行而言 其意义有平等 本事 除障 经觉等诸易 诸尊即以知表真其内证本事之德 或表示令众生远离烦恼 业 苦等三障 或表示用以惊醒众生之常眠 令其发心修行 如文书菩萨所持之利剑 表示以大志断获之夙愿 观世因菩萨之连台 表示同体大悲 无有染者之本事 转法轮菩萨所持之轮保 表示说法破职之本事 令如密教诸尊及真言行者 所持之金刚处 则象征如来金刚之之用 能破除于痴妄想之内魔与外道诸魔障 此外 如来之声 口 意三密 或现大神辩 或说法 或思维观察 依依皆不可思议 便满宇宙 即以此三密 具足色尽重德 故于密教中 义用以标志大日如来 及诸尊内政之德 大日经卷五密密 曼图罗品 大日经书卷四 卷十四 大日经书延奥超卷四十八 大日经义式延密超卷五 卷九 悬应应义卷二十五 参阅 象征 五千两百七十三 P六千零九十四 楼智佛 楼智 泛名 Rudita或Rusica 为贤截千佛中之最后成佛者 又坐 卢哲佛 卢智佛 卢智佛 楼游佛 意义爱悦佛 提枯佛 依据慧 灵应义卷十八载 此佛即执金刚神 金刚力士 然此说乃后世之物传 从荣禄第七十七则 大四八 二七六下 梵雨楼智 此云提气 贤截千佛 为千王子 末后的仇 最后成佛 遂提气云 我贺保佑 穷底的仇 呼父孝云 我当进取九百九十九 佛方便庄严 金护法神 直处这事 法院诸灵卷十 慧灵应义卷十一 参阅 贤截千佛 六千一百七十六 批六千零九十五 楼探经 樊探经 樊探经 全名大楼探经 西境法力 法具共义 收于大阵葬第一册 本经叙述世界之成坏情形 与长阿含之世纪经同本 随代舌纳绝多亿之为 启示经 随代梵摩吉多亿之为 启示因本经 P六千零九十五 楼阁 梵雨 KGRA 八粒与同 未具有重层之建筑物 或作为藏书 会像 跟跳游览景物之用 经典中常有词语 例如长阿含经卷二十 大一 一三一上 尘有四门 门有兰笋 七重尘上 皆有楼阁台观周渣围绕 阿弥陀经 大一二 三四七上 上有楼阁 亦以经 银 琉璃 玻璃 车渠 赤珠 马尔岩世之 法华经卷三化成玉品 大九 二七上 众门高楼阁 男女皆充满 P六千零九十五 乐 一瓣于苏卡 八粒与同 味 苦 之对称 即身心 是月之感觉 三寿之一 又作乐寿 亦为五寿根之一 二十二根之一 故又作乐根 若游身 心上区分之 于身之事月感受称为乐寿 于心则称喜寿 乐总为一切善业所引身之果报 故其夜称顺的寿业 乐有多种分类 即一三乐 以天乐修实善 身于天界所受之乐 二禅乐 入禅定境界之乐 三 涅槃乐 又作寄灭乐 得涅槃之乐 三乐另有 一 外乐 只眼等前五十所生之乐 二 内乐 只出禅 第二禅 第三禅意识所生之乐 三 法乐乐 由无漏之智慧所生之乐 二 四乐 一 出离乐 又作出家乐 即出家求道 而得解脱之乐 二 远离乐 只出禅之乐 即远离欲与恶不善法之乐 三 寂静乐 为第二禅以上之乐 即止席寻 四 等精神作用之乐 四 菩提乐 远离烦恼而获真实质之乐 即得菩提之乐 此四种乐 又称四位 四无罪乐 乃超越世间之寂静世界 所具有之四种乐位 四种乐加上涅槃乐 则为五种乐 大皮婆沙论卷十四 卷七十八 巨舍论卷三 卷十五 成为十论卷五 良意舍大成论是卷十三 卷十五 华严经探玄记卷七 大放广佛华严经书卷二十六 二以乐器奏出音区 有声乐 契乐 五乐三类 经中之言 乐 多谓契乐之矣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 大酒 酒上 若使人作乐 几股吹脚背 削 敌 情 空喉 琵琶 脑 同伯 如是重要因 尽持以公养 或以欢喜心 歌悲诵佛德 乃至一小鹰 皆已成佛道 即是其理 据泛文人家经 LAKVATRA ESTRA 第一章所记 印度有七全鹰 集聚六 Sahaya 神仙区 Apha 持的调 GNDHRA 名义 Diverta 静文 NIDA 中令 Mathayama 基师家 KIK 亦有一等五 范Pakama 替代基师家 称为七全鹰者 在南印度阿摩罗婆提 范Amarvat 塔之蓝筍雕刻中 刻有琵琶及恒笛类之乐器 又无量寿经超卷五节是无量寿经所说之五音 以为吉弓 商等五声 在中国 以五声八音为乐 五声为音阶 吉弓 商 脚 针 雨 八音为契月之分类 吉薰 申 谷 管 闲 盘 中 柱等 其后印度 西域等地之乐传来 五声乃加变功 变真而成七声 乐器种类亦有增加 盖佛教静止以余乐为目的之歌五音区 长阿涵卷十一善身经中 列举祭乐之六师 增益阿涵经卷三十八以静止作唱 祭乐为八观斋法之一 五分绿卷二十六 静止比丘字以歌五公养鱼塔 燃据法华经玄赞卷四末 大三四七二七中 发菩提心经云 音乐 女色 不以诗人 乱众生故 此供养佛 故不相为 如今藏中音乐供养式 即准许以音乐 歌五等供养于佛 发菩提心经论卷上 只观辅行传红诀卷四之三 前汉书卷二十一下 随书卷十四 参阅佛区两千六百二十六 批六千零九十六 乐天 范语 Apsara 为天界之友情 经典记载 彼等凌空飞行 奏祭乐 散天花 故称乐天 又称飞天 彼常在乐境界 然亦有五衰之苦 又秘教胎藏界 外院西班亦有乐天 为封天之眷属 其犯名为VDYA AVAT VDYA 亦为乐器 音乐 AVAT 亦为神 故意做乐天 经中载其应言 即为甘踏婆之应言 故古来皆是之与甘踏婆同体 法院诸灵卷十三常干四佛像条 P六千零九十七 乐身天 紫色戒四禅 四禁律 中之初禅 二禅 三禅等三天 据舍论卷十一载 于三禁律 共九处 中 受三种乐 离生喜乐 定生喜乐 离喜妙月 即 一 于初禁律三处 泛众 泛斧 大泛 离欲戒之恶而生喜乐 故称离生喜乐 二 于第二禁律三处 少光 无量光 极光 由初禅生 二禅安 助于喜乐 故称定生喜乐 三 于第三禁律三处 少禁 无量禁 极光禁 离第二禅之喜 受第三禅之妙月 故称离喜妙月 初禅虽离苦 有有苦一 未知常时安住 二禅离苦又离苦一 故未知常时离苦 三禅则未常时受乐 批六千零九十七 乐邦文类 梵五卷 南宋宗小 一千一百五十一 一千两百一十四 编 庆元六年 一千两百 完成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七册 乐邦乃安乐国 及及乐净土之意 本书内容 乃编辑有关 净土宗诸经论之药文 以及诸诗之著述 诗迹 传记等 分为十四门 既有二百二十余篇 后宗小副作序 编乐邦已稿二卷 批六千零九十七 乐寿 泛与苏卡 非等 八粒与同 寿 为领纳对境 而觉苦乐之精神作用 乐寿 即领寿顺情之境 而觉身心事悦之精神作用 乃三寿之一 五寿之一 在三寿中 为余生 心有事悦感受 在五寿中 余生之事悦感受 称乐寿 余心则称喜寿 然具舍论卷三位 第三净律无身寿 只有心寿 安静而无分别 其事悦之寿最重 故称乐寿 不称喜寿 增议阿含经卷十二 卷四十二 成为时论卷五 成时论卷六 大乘一张卷七 批六千零九十七 乐果 一灭盘之庙体 离一切生灭 为之乐 此庙月为菩提所得之果 故称乐果 观经玄一分 大三七 二四六上 开示长劫之苦因 误入永生之乐果 二 一千八百八十四 一千九百七十九 东北银口人 俗姓路 法号大文 早岁从商 经常心办慈善事业 并以居士生弘扬佛法 银口名刹伦严四 即师出家前所创建 民国二十八年 一千九百三十九 李兴彻和尚出家 其后奖金于东北各大城市 所常开奖之经典 友伦言 金刚 班若新经等 三十八年喜居香港 参与新办华南佛学院 以培职僧财 既驻西九龙堡光山大佛寺 退院后 又在九龙设立文姓经社 为一共奉观世音菩萨之道场 晚年又常弘法于台湾及东南亚各地 并在台湾普里见佛光寺 师以年高德少 故在香港被佛教界推尊为 东北三老之一 颇为当地教界所清养 六十八年世纪于香港 这有班若新经讲义 金刚经是要等书 P6097 乐崇辉 1929 北平人 陆军官校二十四期毕业 曾任国防部参谋及电台台长等职 退院后热心红法 主编 慈云月刊 出任大臣经舍应经会会长 慈云服务队队长 以居士生弘扬大臣佛法 并竭力促进出家与在家佛子之团结 这有慈云桥 未连载于慈云月刊之红法文章 P6098 乐欲 愿求欲望 又做欲乐 其意有二 一 指文法修行方面之乐欲 急于一切至极诸法藏 深至求不代 欲乐无厌之心 法华经卷一续品 大九 四上 耳时 会中有二十亿菩萨 乐欲听法 二 指凡夫所求五欲之乐 此为一切烦恼之根源 最圣王经卷一 大一六 四零七上 一切烦恼 以乐欲为本 从乐欲生 诸佛世尊断乐欲故 名为涅槃 大宝基经卷四 于兰盆经书 踪密 P6098 乐杜 李潭须大师出家 毕业于香港华南佛学院 后并在该院执教 民国五十二年 一千九百六十三 赴美国旧金山红法 曾任美国佛教会 主持 P6098 乐说无碍变 泛语 Preti-Bite-N-A Preti-Safi-I-D 为四无碍变之一 细随一切众生 所乐闻而说法 无碍之变才 又作变无碍解 变无碍智 乐说无碍智 旧心而言 称为乐说无碍智 旧口而言 称为乐说无碍辩 乐说 有二意 一 旧说者是月之情解之 为菩萨自得圣法 乐为众说 如父母的余圣是 乐欲与子 二 旧闻者之意乐解之 为菩萨之众生乐听其说 而未说法 大乘一张卷十一 大四四六九一下 语称悟晴 名为乐说 法华经卷五分别功德品 大九四四上 附有一世界为成数菩萨摩赫萨 得乐说无碍变才 据社论卷二十七 法华一书卷二 即藏 参阅 四无碍解 一千七百七十八 批六千零九十八 乐观 一千九百零二 一千九百八十七 湖北汉洋人 俗姓刘 法名有原因 悲观 乐观等 以乐观 知名行事 民国九年 一千九百二十 依湖北沙士林 一法师替法 同年于张华寺寿具足解 曾游学于汉口华盐大学 武昌佛学院等处 并清静太虚大师 诗行积圣广 国内遍及黄河两岸 大江南北 及两广 云南等地 国外则游宗遍及日本 及东南亚 印度等国 四十一年 在缅甸受该国佛教戒律 并驻西于仰光 至五十二年驶回台湾 师身性刚烈 极恶如仇 凡欲有不利于佛教之言论 避撰文批驳 且虽处方外 而热爱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 曾在重庆组织 僧侣救护队 以救护灾包 旅居缅甸期间 并积极展开国民外交 使与中共势力相抗衡 因此甚受中央政府加冕 师反台后 曾主编海潮音乐刊多年 所传文章 散见各佛教刊物 这有六十年行脚记 中国佛教近代史论及等书 P6099 欧丹多富四 泛名Udaapura 或Adaapura Udaapura Aapura 据西藏传作欧 Ten Tapri 四指在印度比哈尔 Bhr 附近 西元八世纪中叶 为波罗王朝开国之军歌波罗王 范Gopla 所建 与附近之纳烂陀寺 超界寺 范Fekroma LA 共卫金刚城 范Fedra YNA 之中心 据西藏传 Otenta 一位 高耸 Sir Byte 及一教徒使用依咒法所得之黄金 在一丘陵上建立之高耸寺院 本寺创建魏九 纳烂陀寺之学生 继互入藏土弘法 及仿照本寺而建造桑渊寺 藏Psen YES 马戏波罗王 范Mah PLA 978 1030 请 曾于本寺至500比丘 其实约当西藏佛教之改革者阿提沙于本寺受戒之时 其后于喇马波罗王 范RMah PLA 1084 1130 请 知至世中 相传著有比丘众多达千人 至十二世纪末 回教徒穆罕默德卡尔齐 Muhammad Khaljay 破坏本寺 屠杀四僧 掠夺藏书 本寺因之废绝 CFNRKRANTHAS GASHAKDA BUDDHISMAS IN INDIAN HH Dodwell The Cambridge Shorter History of India 161099 欧伯米勒 FGENI FGENIWICH OBERMILLER 1901 1935 苏俄佛教学者 1901年 出生于列宁格勒 Lengrat 记忆力强 并赴音乐才华 于进入功力时